第221章 年轻就是好啊 林峰坦言 这孩子跟你姓 有福爷爷奶奶 肯定会不同意的 哪知道薛平安却说 我知道 所有我打算 不要有福跟我姓 我养他是为了以后有个依靠 他叫什么 根本不重要 林峰心里微微一惊 哥 很少有人像你这么想 薛保安笑了笑说 我知道 我没那么多传统观念 一个姓而已 有的亲生儿子 养出来跟白眼狼一样 别说养儿防老 不肯你坑你就不错了 有的养子 虽然没有血脉关系 可人家丝毫不比亲生的差 又孝顺又懂事 这种事多得很 很难定义 林峰点点头 又听薛保安说 我就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图温宝 图后事 一枚皇位 二枚财产 没想那么多 既然这样 薛保安收养有福 那是迟早的事 我现在三天两头的来 让有福跟我熟悉熟悉 争取下半年 带他去城里上幼儿园 哥在哪个城市 男士 巧了不是 我也是男士人 你住哪个区 聊着聊着 有福跟着奶奶 嘴里哥哥叫得甜得很 林峰有时候都忍不住想 这龙凤胎的人设 是不是反了 小宝箱的妹妹一样 画牢又黏人 喜欢撒娇嘴又甜 特别爱笑 大宝箱的成熟稳重的哥哥 有自己的想法和微信 寡言少语却很聪明 这不 大宝站在身后 就这么安静地看着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 有福奶奶很开心 小风来了 坐坐 林峰笑 哥把我招待得挺好的 婆婆你们去哪了 有福奶奶笑着说 去了一趟地里 晚上留我们家吃饭 我去烧饭 微胖的女人站出来说 我去烧饭吧 小兄弟想吃什么 林峰拒绝 家里把我的饭做上的 我今天下午到家 过来看看 你和有福 有福奶奶记得林峰的好 不行 留下来一起吃 林峰起身 改天吧 我要在这里待上半个月 有机会吃 有福奶奶这才说 那好 下次一定啊 走时候 有福有些舍不得 挥着小手 一直看着他们 有福跟上次过年那会 明显变化挺大的 性格开朗很多 穿着打扮也收拾得 比之前干净 也胖了 可以看出 薛宝安夫妇 是真的喜欢有福 回到家 林峰已经把粥熬好了 乘着晾着 还凉拌了几个小菜 林峰把自己所见 告诉林峰 嗯 他们之前是认识 不然外人想领养有福 我们村几个也不会答应的 林峰本身在村子里 就是带着好人缘的 现在有林峰这个出息的儿子 也有了一些话语权 村子里目前 还没有一个像林峰 这么年轻有为的 妈 我们家啥时候收稻子 如果有空给我们做做饭就成 林峰不想孙孙们回来的原因 还有一个 家里要割水道了 忙着呢 村里就是自己忙完 去给别人家帮忙 你来我往的都轻松 如果子女方便孝顺 这个时候 他们也是会回来帮忙的 再没和冷梦含结婚纳会 林峰都会回来帮忙 结果都被父母打发走了 三天后 林峰一大早起来做好早饭 开始去地里帮忙 这个时候 天才蒙蒙亮 正是劳作好时候 不然太阳出来热的 谁想干活 而且眼下这个高温天气 干活就是找罪受 在林峰的记忆里 也会有晚上支招灯泡割麦子 倒鼓的的情景 他戴上袖套 穿上长裤长衣 拿上镰刀 戴上草帽出发 对了 还有水杯 与他出发的 还有林副 林副没意见 男人吗 干点活怎么了 也就他老婆心疼儿子 一路经过的稻田 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收割 有的一个人 有的两个人 有的三四个 哟 那不是小风吗 你今天蛋火啊 林峰长得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不是干体力活的料 村里人说 适合做办公室 不被风吹日晒 林峰跟他们打招呼 来到他们的庄稼地 林峰家的庄稼种的不多 因为有的地被争去了 也就两块地还在种 今天是哥倒鼓的第一天 父子二人一左一右 开始了吧 开始就开始啊 怎么 还要比赛 也不是不可以 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这小身板虽然年轻 可干活没我利索 那也不一定 比赛一把 别把话说的太满 成 打赌 两百块钱 谁输了 跑镇上去买点卤味回来 没问题啊 来吧 开玩笑 自己现在是体质 全面发展的体能青年好吧 林峰开始上手有点慢 被老父亲赶超 不过很快就完成反杀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不愧是年轻人啊 这体力就是好 落后一大截的林峰羡慕地说 天彻底亮了 大家休息时 发现林峰家稻田 已经割了三分之一了 顿时吃了一惊 小峰这么厉害啊 有小峰帮忙 这两天应该能割完 小峰不仅会挣钱 还会干活呢 羡慕有这样的儿子 说什么说 人家比我们晚来 干得都比我们快 林峰的腰有点酸 站起身活动活动 忽然 他想到什么 拿出手机一顿翻找 找到类似于修剪园林的那种切割机 那头是个镰刀的形状 爸 这个有卖的吗 有啊 这个东西好用 但是费体力 人吃不消 毕竟现在农活 基本都是老年人在忙活 他们身体常年累月不少疾病 还不如镰刀来的好用 不累腰 不累手臂 哪有卖 我需要 得 你是年轻人 这东西不用买 借就能借到 中午 林峰借工具 林副骑着电动车上去买鲁味 林母看儿子状态不错 饭做好了 快吃吧 你爸呢 买点鲁味 一会就回来 下午 你就待在家里 换我去 不用 还是我去 我体力好着呢 不容置疑的声音 让林母愣了一下 孩子长大了 他们家长也会变成那个听话的小孩 第222章 一场小乌龙 下午太阳落山 婆媳二人在院子里带一群仔 没错 一群仔 最大的七岁 最小的 就是他们家的大宝小宝 这些都是留守儿童 老人们忙着干农活 没有多余的人手带 一个两个就放这里一起玩好了 林峰家有空调 有零食 有电视看 还有各种玩具 以及可可爱爱出手很大方的两个小宝贝呢 这件事 被小朋友们奔走相告 家里小朋友 渐渐多起来了 林母没别的要求 不能出去玩 只能在院子里玩 她一边干活 一边盯着孩子们 冷梦喊打下手 被她制止 去和孩子们一起玩吧 这点活用不着你 她又不是孩子 自己跟一群小屁孩玩做什么 不过 被当成孩子的感觉 还是蛮幸福的 另一边 林峰拿着机器 两个小时后 就把早上割剩下的全部割了 把她老父亲 和前后左右的邻居 都给看待了 麻蛋 年轻人体力就是好 不像他们 一会就腰酸背痛 尤其是腰 感觉要断了似的 羡慕老林啊 生了这么个有出息 又孝顺的孩子 晚上回到家 林姆担心 坏了 没事吧 腰酸不酸 手臂累不累 林峰活动活动 不累 一切都好 家里另外的一块稻田 也交给我 一天我就搞定 林姆奶舍的 现在又不着急 一天天慢慢割就是了 他们家就这两块稻田地 比起人家工作轻松多了 所以每年都不着急 自家忙完了 我去帮德叔的稻谷也割了 邻居就是这样 你帮我 我帮你 德叔就一个人 种的地一点也不少 每次子女回来 都满满当当 给他们不少东西 有时候还会快递寄过去 但凡能做的 他都做了 今年德叔身体不好 庄稼也种的少 够吃就成 你明天再就家里 我和你爸去 休息一天再干活 回头累出了好歹来怎么办 儿子现在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第二天 林峰做好饭 一大早就出门了 爸爸 我先去忙了 啊 这才五点 去这么早干啥 再睡一会啊 今天我跟你爸爸去 你在家休息 林峰没说什么 关上门就走 这个点雾笼还带着点小冷 林峰这种被系统升级过体质的人 丝毫不觉得 根据记忆 大不留心了 来到一块稻田 这回功夫 雾气渐渐散去 露出周围的样貌 有人已经开始埋头割刀骨了 林峰左右看了看 全都是金黄色的水稻 稻田都一模一样 他们家的是哪块来着 林峰前前后后走了几圈 没发现那熟悉的稻田 怀疑自己是不是雾达走错了 应该不会错吧 要不打电话 或者找人问问 L 林峰大喊一声 叔 我问一下 你知道林旺生家是哪块田不 对方直起腰 啊 林峰又说了一遍 对方指了指后面一大片稻田 那个 插着红塑料口袋的 就是林旺生家的 林峰说了一声谢谢 又去挨个找 终于找到自家那块地 开始撸起袖子干活 林峰过来时 没看儿子 顿时觉得坏了 然后听着动静 找到呼吱呼吱忙碌的儿子 小峰 错了 那不是我们家的店 林峰听力好 手下功夫一顿 呆了呆 这不是我们家的 可我问那个叔 他说是我们家的呀 谁 我找他去 这不是忽悠人吗 林峰一听 立即撸起袖子 一副找人干家的架势 对方老大爷 也瞪大眼睛 他问我林黄森的地势哪个 我给他指了呀 林家父子 老大爷了解事情经过后 也恼了 你没问清楚啊 我以为说的是林黄森 还纳闷 他们家怎么多了个小伙子呢 这也不能怪我呀 是这小伙子没说明白 林峰摆手 没事没事 我们回去吧 林峰也不好说什么 他也没料到 对方不经耳背 林峰家不是一个大队的 彼此也算是熟悉 毕竟两家的庄家地挨得近嘛 对方得知情况后都表示 回头我们忙完这地理的活 也帮你们哥 来得最早 现在才动工 林峰心态好 林副多少觉得这儿子 有点缺心眼 点太倍了 哈哈 太阳渐渐高升 天也越来越热 大家都坐在树荫下乘凉 林副叫儿子认地 梧桐树右边第三块地 就是我们家的 记住没 林峰点头记住了 有工具 有人手 今天下午加点班 肯定能够干完 这机器让我使一使 林副看儿子 把机器捂得虎虎生风 寻思应该挺简单的 手仰想试一试 结果 招呼了两三下就不行了 太沉了 快给我吧 小心闪到腰 林峰笑着把工具接过来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好了 我如果像你这么年轻时 肯定也能挥起来 林副成嘴能 是是是 那必须的 休息够了 大家一起忙活 一起唠嗑 谁家八卦 听到的奇闻一试了 七嘴八舌说起来热闹得很 中午到了 各自回家吃饭休息 现在的太阳可毒着呢 以前有人不相信能热死人 直到去年真晒死过一老大爷 大家这才学乖 庄稼虽然重要 命更重要 还没到家门口 林峰就笑哈哈的 把早上的事跟林母一说 都怪你 孩子走时也没告诉人家一声 有时候当妈的 是没有理智可言 偏心的也毫无理由 林副正在看儿子的笑话 没想到下一秒 自己就成笑话 他瞪大眼睛 不 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啊 那你也不问一句 我没问 那时你不也醒着 你不也没说吗 我以为你会说 那我还以为你会说呢 林母瞪着眼睛 转身就走了 林副哼哼唧唧 说不过我 没理了就知道生气 林母还不至于小气到这步 离开的原因 主要是说不下去了 说不过呀 林峰过去跟老妈说 妈 你跟我爸争什么 这件事是我没问清楚 林母瞪一眼林峰 你也是个笨的 也不知道打电话问问 林峰点头 对对对 我是个笨的 妈你别生气了 下次我肯定不会走错路 第223章 对对对外公 是胆小鬼 在乡下的半个月 林峰给自己家割完麦子 然后去帮德书 接着是别的乡亲 比爸爸还忙的是大宝小宝 每天一睁眼 就有好多小朋友 来家里找他们玩 从早上玩到晚上七八点 中午睡一两个小时午觉 就这样过去半个月 黑了两个肚 不仅如此 每天浑身都是脏兮兮的 身上还咬了不少蚊子包 不过 每天跟小伙伴玩的 还是非常充实的 当外公外婆 见到两个小朋友时 都忍不住惊了一下 视频有美白滤镜 并不知道 两个外孙黑成这样 冷梦寒笑着说 没事 晒一晒补补盖 来年蹭蹭往上涨 看一眼 女儿也黑了不少 冷母这个护肤小达人 怎么能忍受 语气略带一丝嫌弃 你也黑了不少 明天开始给我做好防晒护肤 起床就给我涂 听见没 冷夫笑呵呵 带两个小宝贝去泳池 喜欢吗 这个泳池是OO形状 小园是小朋友的专属泳池 大园是深水区 中间区域是过渡 最抢眼的部分 是高出地面 是用亚克力材质做的 水波荡漾呈现出来的效果 非常漂亮 这个泳池一看 给人一种漂亮的高级感 小宝和大宝看到后 迫不及待地想要下水玩 休息 先休息会 外公你们今天要来啊 早上就把水蓄好了 进来看看 外公还给你们买了不少玩具呢 两个孩子早就奔着外公去了 冷母只是简单跟女儿女婿 打声招呼就走了 冷梦喊别别嘴 自己在父母跟前 是越来越不被稀罕了呗 爱不会消失 她转移了呗 苏姨端过来一盘子刚洗的水果 苏姨 你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好久不见小冷 还是那么漂亮 林峰这儿已经开始整理东西 夏天行李一家四口 就一个箱子 以及她的万能背包 不一会冷梦喊上楼 打个哈欠往床上一倒 睡一会儿 她习惯性问 老公 我们晚上吃什么 林峰过来跟老婆贴贴 夏天一到 老婆皮肤冰冰凉凉 特别舒服 晚上苏姨做饭 这次苏姨在家做一日三餐 没林峰什么事 冷梦喊身体一滚 离开老公的怀抱 俏皮一笑 老公 你身上太热了 一靠近我就跟个火炉似的 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不要 我要跟你贴贴 冬天的时候 你可是跟着往我身上凑了 不许你嫌弃我 紧紧抱着老婆 两个人就跟着孩子似的 玩闹一会 相拥睡去 楼下 大宝小宝已经下水 为了照顾他们 冷腹挽着袖子陪着他们 三人一人一支水枪 玩得特别开心 这个暑假要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那肯定是冷梦寒 不仅把老公游泳教会了 大宝小宝也在旁边跟着学会了 还会在水下游呢 可厉害着呢 这不本来玩玩的高高兴兴 小宝大喊一声外公 刺六人不见了 冷腹扭头一看 心脏病差点给吓出来了 泰山崩鱼前 都能窥然不动的冷腹 吓得五官扭曲 脸色血色尽湿 小宝 大吼一声惊醒了屋里所有人 尤其是距离最近的冷母 一个转身的功夫 身后就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 猛然回过身 怎么了 怎么了 水里两个孩子都好好的 尤其是小宝 冲着冷腹乐呵呢 而冷腹 此刻一点都笑不出来 捂着胸口 感觉自己差点原地去世 怎么了 小宝咋了 给我拿药 速效救星丸 啊 好 好的 冷母对赶紧跑出来的苏姐说 快去拿速效救星丸来 在潜水驱玩水枪 冷腹坐在阴凉处 捂着胸口眉之声 妈 爸这是怎么了 我哪知道 我转个身的功夫 就听见他大喊一声小宝 接着你爸 就让我去拿速效救星丸的 林峰一看就知道 冷腹这是被吓着了 过去招儿子过来问 你把外公怎么了 外公怎么了 林峰换了一种说法问 外公这样是怎么回事啊 小宝一脸迷茫 也不知所云 大宝套着泳圈 挥动着小手 朝爸爸这边游过来 姨父 我有话说 我有话说 林峰拉着他的小手 顺势把小家伙 带进自己怀里 宝宝看见弟弟 刚才做什么了吗 弟弟他 他钻进去了 水里 林峰想了一下 很快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是不是弟弟钻进水里 爷爷没看见他 大宝想了想点点头 轻轻吵一声 这边冷梦寒等了 也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 表情很复杂 冷母更是无语 这 这有必要把你吓成这样吗 二十多年的夫妻 冷母还没见过他这样的 冷父呼吱呼吱说 我当时脑袋问一下炸了 根本就想不到别的 哪知道下一秒他又冒出来 我情绪都还没缓过来 冷父觉得自己蛮尴尬的 这回神色恢复正常 才从女儿口中得知 两个外孙都是游泳高手 而且 天赋极高 体力极好 当然 冷梦寒是这样认为的 反正也没有别的小朋友做对 他家宝宝 就是最棒的 林峰抱着小宝 不知道说了什么 只见小宝穿着快掉下来的小泳裤 怀里拿着一把五颜六色的小水枪 就这么穿着小凉拖 哒哒哒跑过来 生怕他一个不小心 巴基摔地上 冷梦寒剑步冲过去 将孩子抱起来 小心点 这里水多 小宝来的目的 是给外公道歉说对不起的 外公 你说没关系好不好 没关系 小宝是跟外公开玩笑都外公呢 外公不生气 外公是胆小鬼 是是是是 外公是胆小鬼 下次外公把胆子练大一点 小宝笑嘻嘻的 又去玩了 这件事引发的后续是 冷父穿着沙滩裤和短袖 一再地警告两个孩子 外公是胆小鬼 你们别笑外公啊 他这胆子在外孙身上 练不大的 第224章 小哥哥 你很有啊 大海做房产中介 开装修公司 混迹社会多年 第一次感觉 自己也是有人卖的 严世凌峰这家 一千多平米的火锅店 从动工到现在 从来没有这么顺风顺水过 这些材料商不仅价格低 为人也热情 并不是他大海的面子有多大 而是因为这家店 背后的几位老板 尤其是冷父 他们可是半点也不敢怠慢 原本一年的装修计划 现在就已经装修80% 接下来收尾工作一做 就是上软装 软装这玩意儿快 车衣也有路数 所以问题不大 这单生意大海挣了些 所以当得知临峰到了严世时 第一时间请他出来吃饭 刚开始 大海和工人租房子住 现在都住在店里 省了空调费和租房钱 小峰 感谢你相信我 把单生意交给我做 以后有什么活 你想着哥哥 哥哥绝对办得漂漂亮亮 酒足饭饱 大海上车时这样说着 以后 你跟小鹏一样 都是我的弟弟 凌峰把人安顿好 给了车费钱 让司机把人拉到店里去 司机皱眉不情愿 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吧 凌峰今天也喝了一些 找了年龄相仿的代价 估计是新手 开车有些紧张 凌峰吹着风 闭着眼睛安抚他 慢慢开 我不着急 这大晚上的路上没多少车 只要他别乱开 肯定不会出事 然而说什么来什么 开到一条单行道时 不知道是没有做好预判 车子对前面车上屁股上 凌峰人顿时清醒了 怎么了 驾驶座位的年轻人 结结巴巴说 哥 对 对不起 我撞人家车上了 两车的人都下来一看 问题不大 一点小刮伤 私了代价小哥 赔了对方一千 而凌峰的车前面也有刮伤 代价小哥哥 结结巴巴巴问 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多少钱我都赔 你给一千吧 这点肯定不值这个价 代价小哥哥也知道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感谢凌峰 开车吧 你慢慢开 和对方紧张的心情 大概是有人聊天 代价小哥哥也没这么紧张 开车也变得稳健 终于到家了 凌峰终于忍不住 好奇问出心中疑惑 你拿驾照多久 那代价小哥哥 结结巴巴说 这 这是第三天 凌峰冷吸一口气 我说兄弟 你很勇啊 代价小哥哥快哭了 对不起哥 我再也不敢了 凌峰摆摆手 没事 其实你开得蛮好的 这本来就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不过 你自己练习就好了 代价还是等上手熟悉再说吧 毕竟 人家的命也是命啊 回到家 沙发旁边的落地灯开着 屋里静悄悄的 冷梦寒还没睡 正在给闺蜜发消息 不知道聊什么正乐何呢 冷父和冷母 肯定不能像过年那会 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 陪大宝小宝 但凡他们在家 带孩子的事 落不到凌峰夫妇二人的头上 车一得知凌峰来了 满脑子都是他做的美食 吃溜一声 车一给凌峰打电话 凌峰不了解车一 但是他会不了解吃货 车一 明天来家里吃饭 有你最喜欢的 那成 我明天带一条鱼过来 你看着红烧清蒸 啥都可以 在严实的日子 对凌峰来说非常清闲 体会到有钱人那种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感觉 一日三餐 家务都不用自己做 带着老婆和两个杂出去吃喝玩乐 只有想吃自己手艺的 才露两手 所以打下手 看凌峰整了好几个人的菜 愣了一下 家里就来一位客人 准备这么多吃不完吧 凌峰只是笑笑 没有多做解释 等车一提着鱼一道 看到满桌子的饭菜 还有旁边放着的保温筒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半想才解释说 小峰 我 我真的就是来蹭吃一顿 没别的意思 凌峰笑 我知道 车一吃完 把这些送去医院吧 做了三人分量的 车一心里感动坏了 小峰 你的厨艺一点都没退步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那老鸭汤你师叔 吃了好几个人的手艺 就喜欢你做的 要不你给我写个配方吧 我来做 凌峰笑 好 要不我给你拍个做饭的步骤 更直观了然 车一那叫个感动 小峰 你当我的干儿子吧 真的 你太好了 冷母笑着说 就现在这个关系 还用认吗 这天中午 师叔又吃到了 心心念念的老鸭汤 就是这个味啊 车一笑眯眯说 小峰说 把这道菜交给 我学会了做给你吃 师叔不苟言笑的脸上 浮现一抹笑容 我又不是没吃过你做的 车一辩解 不一样 上次师父没找对 这次小峰做师父 肯定学会 师叔笑 好 那你努力 我期待成果的那天 接下来的几天里 师叔每天都能喝到 妻子做的老鸭汤 他变成了人间小苦瓜 你说味道不错 也就把人可味道马马虎虎 还凑合 我明白了 一般是吧 我会再接再厉的 你开心就好 这天 林峰全家出动 前往岩市某家大行水上 主题乐园 一起的 肯定少不了 吴家母女车衣等人 无疑双身上 散发着冷梦 喊口中的霸总气质 画着精致干练的妆容 身上穿的 也是剪裁流畅的衣服 眼神霸气流出 周身都是那种 解释富婆 别惹姐滚远一点等气场 可一开口 就是个LSP的憨批 哈哈 今天我终于可以看 你老公的八块腹肌了 你说什么 啊 我说了什么吗 我没说啊 哦 你刚才把心里话 不小心说出来了 那又怎样 看看而已 我又不抢 冷梦寒走到闺蜜跟前 面无表情 无疑双后退一步 我就刺溜一下身材 没别的意思姐姐 真的 第225章 冷梦寒凶凶哒 万万没想到 走到无疑双跟前的冷梦寒 突然一甩头 一头长发 直接打无疑双的脸上 让她猝不及防 别说 还蛮疼呢 无疑双无脸 瞪大眼睛面 呲牙咧嘴 伸手就要报仇 死女人 你用头发打我 怎么 长头发了 了不起啊 冷梦寒今天穿的泳衣 非常耐丝 选美小姐泳装同款 身材好到让无疑双嫉妒 此刻 她抬头挺胸的看着无疑双 动作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无疑双刺溜一声 盯着眼前的大熊 就听冷梦寒屁腻过来 语气十分自信 你想跟我抢男人 你拿什么跟我抢 呵呵 眼神所到之处 全是轻蔑的嘲笑 是闺蜜 也不能忍 哦 是可杀不可辱 老娘今天把你打得喵喵叫 二人就在小小的更衣室玩起来 最后还是冷梦寒投降 摩牙一字一句说 把你的爪子拿开 数到山 无疑双 LSP只针对漂亮的 不管是对男人 还是对女人 冷梦寒一度怀疑她 是不是百合 还曾在高中时 私底下认真的和好姐妹 聊过这个话题 结果赚来好几个白眼 一副看智障的眼神 冷梦寒泳装外面 穿了一件镂空长裙 遮住了那曼妙的身材 让无疑双直呼可惜 呵呵 跟冷梦寒一比 确实没有对方的傲人实力 可跟外面 那一群女人 甩人家几条件 她穿着重规重矩的 黑白色泳装 昂首挺胸的走出女更衣室 这时 大家都等在外面 冷梦 无母几人都是保守的泳衣 外面还有个小外套 男人穿着沙滩裤 上身要么是衬衣 要么是短袖 无疑双目光落在凌峰身上 一脸失望 好可惜哦 看不到八块腹肌和人鱼线 你就想屁吃吧 我男人 只能我看 耳边传来冷梦寒 醋意十足的声音 无疑双 你要是有不该有的想法 无疑双后退一步 赶紧认怂 是是是 你的男人只能你自己看 我不配成了吧 还有姐姐 你别乱想 我没别的意思 真的 我发誓 冷梦含哼哼两声 宛如一只偏鲜蝴蝶 来到凌峰身边 无疑双翻个白眼 真是个善变的女人 大宝小宝穿着泳装 早就迫不及待的要去玩了 水上主题乐园 有儿童主题和成年人主题 成年人主题 有的有身高限制 他们所有人买的都是套票 进去所有的项目 不会在第二次收费 全部免费唱完 队伍很快分成三拨人 有无一双这种 去体验项目游玩的 有凌峰夫妇 带宝宝们去体验儿童区域 有无母他们先四处逛逛 看看有没有适合他们老人家玩的 凌峰夫妇带着泳圈 抱着两个小家伙 按照指示牌 前往儿童区 一路上 路人频频回头看向夫妇二人 以及他们怀中的孩子 儿童区还是蛮大的 有旋转木马 有滑滑板 有敲敲板 但凡能在水里玩的器材 这里都能看见 儿童区和成年人的区域 中间隔着网多 距离儿童区最近的项目 是人造冲浪 他们这里也能感受一波 又一波的鱼浪打来 两个孩子看见水 挣脱爸爸妈妈的怀抱 哒哒哒就往里面冲 好巧不巧 正好一个浪打过来 两个孩子没稳住身体 八级摔水里去了 凌峰眼疾手快 一手捞一个 两个孩子一脸的水 小脸邪蛮猛 还没明白 刚才是怎么回事 凌峰看他们没事 又将他们放下来 去最浅的地方 儿童区小朋友很多 大宝小宝还不是最小的 还有个快一岁的小朋友 走路都不稳 就想下水玩 凌峰夫妇的眼睛 一秒都没从宝宝们身上移开 紧紧跟在身后 滑滑梯 要玩滑滑梯 两个孩子都要玩 凌峰直接把宝宝们 抱在滑滑梯最上面 走个快速通道 冷梦寒则是坐在水里接他们 免得他们栽水里去了 刚才还没人玩的滑滑梯 现在陆陆续续 有小朋友也要玩 大宝小宝的快速通道没有了 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排队玩 看年龄 他们是最小的 但只有一岁半的他们 被很多家长误以为有两岁 很快 队伍中就起争执了 两个小朋友打起来了 因为有人插队 对方不同意 双方家长过来安抚劝导后 秩序恢复 玩了一个多小时 凌峰从其他家长嘴里得知 还有个漂流项目 可以带宝宝们一起玩 来到漂流项目 对方他们一眼 他们手上的万代 没令收费 因为有小宝宝 所有选择大号的单人小船 大人小人穿上旧生衣 坐上去跟着小西式的水漂流 冷梦寒和小宝一个位置 林峰和大宝一个位置 走了 我们一起去漂流 漂流两边是人造假山 偶尔还出现搭建的石拱 从下面漂流过去 伺在桥下 不仅如此 还有喷水的花洒 增添漂流乐趣 漂流的谁也是有机有缓 一会加速冲刺 一会缓慢漂流向前 体验感非常不错 从开始到结束 一圈下来 足足能玩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结束后 大宝小宝还要玩 只能跟在人群后面排队 这个项目玩的人挺多 排队五分钟 又漂了一圈 嗯 不出意外 大宝小宝还要玩 果然 在第四轮排队中 冷父冷母找来 身后还跟无母等人 小宝哒哒哒跑过去告诉外公 外公 我们一起玩 一起玩 大宝也激动的比划 好玩 超级好玩 就这样 他们替换林峰夫妇的位置 陪外孙们去漂流 你们玩那些去吧 宝宝们就交给我们带 有什么事电话联系 出发前 冷母说着 船就带着他们走了 冷父和小宝紧随其后 还能听见小宝哥哥的笑声 第226章 套路两个小宝宝 林峰读书那会 难是没有水上游乐场 后来开了一个不大的林峰 去玩过两次 再后来就没时间去了 这个水上乐园 是林峰见过最大的 成年人游玩项目特别多 现在夫妻二人 没有孩子的约束 林峰拉着老婆的手 就小跑起来 老婆 快走 再不玩时间 就来不及了 冷梦寒愣了一下 笑着说 好 他都快忘记了 林峰看着成熟稳重 其实也不过是 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男生啊 什么水上巨蟒 超级大喇叭 大滑板滑道 漂流河 急速滑道 能玩几个项目就算几个 抱着这样的心态 半个小时 玩了三个冷门排队 人少的项目 夫妻二人在玩大喇叭的时 遇到队伍前面的吴依双 吴依双跟身后的小哥哥作一 指了指林峰说着什么 意思是 自己跟林峰夫妇换一下 插一个人的队可不可以 那小哥哥羞涩的说 加我一个 我跟你一起换到后面去 吴依双微微一愣 马上笑着说 好 那就谢谢小哥哥了 两个人过来 他指了指前面的位置 大宝贝 你们先去玩吧 我和这小哥哥 排你们的位置 闺蜜二十多年 冷梦寒也没娇气 牵着林峰往前走 很快就轮到他们 夫妇二人相识一笑 这边 小哥哥站在吴依双的身后 支支吾吾吾问 小小姐姐 能留一下你的微信吗 吴依双并没有任何意外 点点头 好呀 我们护扫 这是林峰第一次玩大喇叭 难怪这么多人排队玩 确实好玩 老公 要不要再玩一次 好啊 走 我们去排队 下来时候 碰到吴依双 得知他们还要玩 索性就说 你们谁占我这位置 我不玩了 上厕所去 那小哥哥也赶紧说 我也不玩了 我也上厕所 冷梦 寒眼眸微微一咪 对吴依双意味深长一笑 吴依双笑了一下 小哥哥 这个挺好玩的 你玩吧 那小哥哥很坚持 你不玩了 我也不想玩 接下来 小哥哥跟吴依双身后 两个人朝厕所的方向走去 热门项目玩的人很多 林峰夫妇站在长队中有些无聊 冷梦寒给闺蜜打电话 你在哪呢 吴依双叹口气 听出闺蜜的爷鱼 没好气说 我在上厕所呀 你真上厕所 那个小哥哥呢 小哥哥在女厕所外呢 他问我 为什么这么久 我说便秘 哈哈 我看到小哥哥长得挺帅的 阿姨不是催你谈恋爱吗 你可以试一试 你是不是想来厕所吃巴巴 吴依双以前在圈子里的口碑 是娇纵美丽的富二代女 而现在 吴依双凭借自身实力 做到公司高层 人家现在是娇纵美丽 又有实力的富二代 追她的人 无论是因为长相 还是家庭条件 都是一抓一大把 她从不缺少追求者 但不是谁跟自己侍候 都要接受 吃口热乎的 吴依双说完又开始反思 我现在 怎么老出口成脏 肯定是会开多了 六点左右 夜幕降临 水上游乐场 亮起的璀璨夺目的灯光 林峰问 晚上也可以玩 冷梦喊点头 是啊 有夜场 到晚上十点左右吧 林峰表示 想玩 大人们见年轻人玩得开心 就先回去了 冷腹冷母带 大宝小宝先回去 两个孩子玩了一下午 可不能继续在水里泡着呢 大宝小宝 被夜场水世界吸引 嚷嚷着也要玩 现在是小宝宝们休息时间 看到那些叔叔了吗 他要我们离开 两个孩子看了看保安文员 又看向爸爸妈妈 冷梦喊突然说 哎呀 妈妈的手机不见了 话音刚落 大家有默契的开始配合 手机掉了 那怎么办 没手机 就不能打电话了 那快去找找 小枫你也跟过去一起找 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就不见了呢 快去找 冷梦喊用粗制滥造的演技 忽悠着两个孩子 他一本正经说 爸妈 你们带孩子们回去 我们去找手机 找到了就回来 冷母点点头催促 那你们快去 早去早回 一定要找到啊 夫妻二人急急忙忙 转身就跑了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两个孩子回过神来 爸爸妈妈 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小宝冲着人群喊 爸爸妈妈 大家气嘴巴舌 跟两个孩子解释 边走边解释 等到了更衣室 两个孩子也不闹了 接受他们先跟爷爷奶奶回家 爸爸要快快回来 小宝嘟着嘴说 冷父哄着他 爸爸他们找到手机后 马上就回来 小宝重复一遍 马上回来 冷父亲亲他的小脸蛋 对 马上回来 一会出去 外公给你们买玩具好不好呀 一听到有玩具 小宝眼睛瞬间变得亮晶晶 什么爸爸 什么手机 统统抛之脑后 小宝想要什么玩具 凹凸慢 怪兽 车车 飞机 哇哦 这么多呀 只能买一个哦 另一边 大宝没支声 小脸写着不开心 冷母 车姨 无一哄了半天 买玩具 保证等诸多说辞 小家伙这才笑了 车姨对着西姨小声说 大宝比小宝还难忽悠 西姨轻声说 长大了更难忽悠 游乐场大门口 冷母指着陆续出来的小朋友说 看 那些小朋友 都是因为时间到了 要回家 吃饭饭睡觉觉的 大宝眨巴着大眼睛 乖巧地趴在奶奶的肩膀上 凌峰夫妇 现在可以畅快地玩了 他们就像恋爱中的情侣 手牵手一起玩 一起吃小吃 老公 这个口味好吃 你尝尝 好吃 老婆 我这个也不错 你尝尝 是的呢 要不我们中途交换吃吧 一张 创死没素质的人 乌一双忍无可忍说 我说你们够了哈 没看见有条单身狗在这吗 秀恩爱能不能顾及我的胆受 冷梦寒十分幼稚的 充好闺蜜 略略略略略略 长发一甩 谁管你啊 走老公 那边还有吃的 我们过去看看 凌峰露出逆宠的笑容 走 乌一双跟在他们身后 一边翻白眼 一边不屑地呵呵 玩得尽兴了 看时间已经九点 三人离开 去到附近一家海鲜粥 乌一双说 这家海鲜粥不错 这里主打海鲜粥 也有卖牌古粥等等 种类挺多 乌一双点这家的招牌粥 又点一些素材 粥端上来时 还在砂锅里咕噜咕噜煮着 能闻见淡淡的海鲜味 这时 乌一双的微信响了 顿时让他没了吃饭的心情 脸臭得跟什么似的 什么事说出来 让我高兴高兴 乌一双皮笑肉不笑 你姐姐 我刚才怒赚三个亿 冷梦寒缩回头呵呵一笑 你看我信吗 乌一双起身朝外走 你们吃吧 我回公司 一趟处理点事 就不送你们了 自己打车回去 冷梦寒皱眉 十点吧 左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乌一双轻哼一声 还算你有点良心 你们吃吧 那边急事的尽快赶过去 半个小时后 乌一双打电话问 你们回家了吗 冷梦寒吃着薯片说 没 难得有二人世界的时间 我们现在正在电影院 准备看长午夜场电影 你呢 事情处理得怎样 办好了吗 乌一双沉默了一下 处理好了 也没多大的事 就是下面的人回到家 发现资料不对 顿了顿又说 算了 过你们的二人世界去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挂完电话 他不由得开始深夜 EMO 他这么辛苦努力工作 图啥 图钱 图地位 图男人 这时 手下人发来消息 和总那边同意和我们合作 瞬间让情绪低落的乌一双 一下子来了精神 还EMO个屁 他要把自家品牌 做大做强 创造辉煌 切 他才不会像某个人 沉浸在温柔乡里 男人有什么好 冷梦寒发来消息 我老公 说你应该还没吃饭 让我给你点了一份外卖 现在正在拍送路上 五分钟就到 无疑双别嘴 呵呵 区区男人而已 有没有林峰同款啊 祈求 临时起义选择看电影 至于好不好看林峰也不知道 看评分蛮高的 影厅人并不多 做得稀稀落落的 不得不说 电影开篇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观影感不怎么好 前面 几拍有个两个女生 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嘻嘻哈哈很大声 已经有人提醒他们小声讲话 对方根本就没搭理 依旧我行我素 冷梦寒回闺蜜消息时 顺带把这件事一提 是你老了 还是你扛不动刀了 这种低素质的人 上去就是干啊 你个废物玩意儿 一天只知道跟我叽叽歪歪厉害 有种你收拾他们去啊 要是解在哪儿 但凡能让他们多嚣张一秒 都算劳子输好吧 冷梦寒 放下手机 冷梦寒眉头一皱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一道冰冷的声音 突兀地盖过他们的笑声 两个女生转过头 看向冷梦寒 很显然 被他周身的气场和美貌给惊叨了 管你什么事 难道笑也犯法吗 你是智障还是眼下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你喜欢笑 就给我滚出去笑 但就别在这影响别人 对方耿着脖子 声力内忍说 我偏要笑 你能把我怎么办 冷梦寒很认真的说 我会一巴掌呼死你 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末了还加一句 不幸试试看 对方显然是怕了冷梦寒 拿起东西嘴里 骂骂咧咧地走出电影院 这女的有毛病吧 别管她 神经病一个 冷梦寒往回走 跟她们是一个方向 你们再说一个试试 两个女生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没敢再开枪 冷梦寒的身影 在其他看电影的人眼里 瞬间高大不少 简直是人美心善的仙女啊 林峰抱着一大桶爆米花进来 老婆 爆米花来了 谢谢老公 看了一会 林峰发现 惹人闲的那个两个女生不见了 出了影厅 林峰在大厅上看到他们二人 翘着二郎腿在按摩椅上 其中一人正在打语音 有个傻逼老女人呗 跟疯狗一样跑过来 冷梦寒冷若冰霜地站在她跟前 你说谁傻逼 说谁是疯狗 林峰跟在身后 老婆 怎么了 冷梦寒呵呵冷笑一声 碰到了两个傻逼 跟疯狗一样乱叫 急起脑瘫 林峰 她也不傻 联想双方的对话 神色瞬间一冷 他们欺负你了 笑话 欺负我 他们也配 此时的冷梦寒是林峰少见的 如手持长毛的女王 看谁不顺眼 就扎谁 两个女生脸色五颜六色 非常难看 冷梦寒教育他们 好好学人说话 提高个人素质 别像个没进化完 且不带脑子猴子似的 让人看笑话 说完 拉着林峰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人走了 那两个女生才敢反抗 骂着什么不知道 因为太小声了 这个点大厅还有人 目睹这一幕 都有心猛 咋回事 正牌手撕绿茶 那是情侣吧 颜值好高啊 小姐姐好撒 说话好有意思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想吃瓜 同一个影听的出来 跟大家解释 那两个女的看电影大声喧哗 不管我们怎么劝 都我行我素 就是刚才那个小姐姐站出来 让她们滚出去 她们在这说 人家小姐姐的坏话 被逮着现行 然后就有刚才那一幕 大家 这才恍然大悟 看她对女生的眼神 充满了鄙视 活该 第228章 红两个宝贝的方法 林峰对老婆竖起大拇指 由衷的称赞 骂人不带脏的 冷梦含傲娇的甩甩头发 间接性精神病发作 老公习惯就好 如果是小双在这儿 真有可能上去 就是两个大逼斗 哪像我只会以礼服人 说完 像个小女生似的 跟老公贴贴 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娇花呢 林峰搂着她 那请问这朵娇花 能不能让我踩一踩 凌晨两点 入眼所及全是霓虹 周围也并不是一个人也没有 无一双刚到家 得知姐妹创飞 那对没素质的闺蜜时 立即发消息 姐你是我唯一的姐 你对我叽叽歪歪有意见 没有 绝对没有 臣对您绝无二心啊 滚 渣 你太贱 滚远了 抱歉暂时无法滚回来 回答这个问题 转眼 暑假即将过去 学校那边也通知开学日期 临走时 林峰去火锅店一趟 软庄后 一下子将这家店的档次 提高一大截 又时尚又高雅 良辰吉日已经选后 林峰是等不了 想来有几大股东在 店里肯定不愁 没有生意 分别时 大家聚一聚吃吃饭 下次见面 估计是过年 这次师叔百忙之中 来吃这顿饭 让大家或多或少有些意外 不过想来也不意外 这是林峰攒的局 他的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虽然不是世家的儿子 可所做的那些事算起来 是半个儿子也不为过 车一还公然承认 林峰就是自己的干儿子 这个暑假 在林峰不厌其烦的教授下 车一终于学会做老鸭汤了 跟林峰比起来 差了点意思 可做的比外面 好吃太多了 一顿饭结束 大家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 来食一个行李箱 走食两个行李箱 另一个全是大宝小宝的 玩具衣服之类的东西 冷父非要他们带上 冷父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 抱着两个孩子 有说不完的话 翻来覆去 也就两句话 要想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想你们 冷父明明眼眶湿润 神色难掩难过 却还是嘴硬不承认 冷母已经习以为常 以后还会有很多 见面的机会 回去吧 回到南市 冷梦寒开始各种忙 林峰在和林母 打电话的过程中得知 薛宝安带着有福 去了南市上幼儿园 金书包是一家私办幼儿园 从外面看修建的不错 这会儿正处于放学 家长手拿 接送卡牌成长队 等着接孩子 林峰带着大宝小宝 在外面等薛宝安和有福 来了 爸爸 他们来了 有福穿着干净的衣服 剪了新发型 背着小书包 脸上依旧洋溢笑容 薛宝安牵着他的手 过来跟林峰打招呼 林峰笑着问 我请你们吃饭 有福想吃什么 有福露出白白的八克门牙 林峰笑眯眯问 是不是好吃的 有福点点头 林峰摸摸孩子的头 那去叔叔家 叔叔给有福做很多好吃的 哥 嫂子呢 把嫂子也叫上 薛宝安的媳妇来得很快 骑着电动车 买的菜和肉 林峰是路过这里 想起薛宝安说 他们就住在这附近 有福也在这附近上学 所以打电话一问 还真是这个地方 既然来都来了 就请他们一家吃顿饭 可又因为外面的饭菜 很多不适合小朋友们吃 所以林峰决定 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吃饭 薛宝安夫妇骑电动车 在后面跟着 林峰先带着三个孩子 回去做饭 有福进屋后 被眼前的大房子给震惊了 瞪大眼睛跟在小宝身后 大宝小宝 你们好好招待小哥哥 爸爸去厨房做饭 有什么事叫爸爸 大宝小宝 把人带到他们的玩耍区 这里全都是 各种各样的玩具和绘本 林峰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 给两个孩子读绘本故事 看到有这么多的玩具 有福表示想玩 小宝很大方地说 这些玩具你都可以玩 十分钟后 大宝哒哒哒跑过来 拿着遥控器说 爸爸 凹凸曼要看凹凸曼 林峰擦了擦手上的水 拿着遥控器去客厅 为了让宝宝们 看更多的凹凸曼 林峰花钱开通了 VIP 好了 薛宝安夫妇过来 对林峰住别墅 一点也不吃惊 毕竟人家有钱啊 有钱了住别墅 不是标配吗 一进屋 就看见三个孩子 东倒西歪的躺在沙发上 看凹凸曼 地板上塞着各种各样的玩具 特别乱 小宝一看人来了 光着脚丫子 去厨房报告 林峰现身打招呼 又命令大宝小宝 把玩具收拾起来 一会爸爸要检查 是谁收的又快又好 然后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哦 林峰这次回家 为了让宝宝们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满十个小红花 就能获得一个 可以让爸爸妈妈完成的心愿 目前 小宝的勤劳 让他遥遥领先 薛宝安就看见两个孩子 激动得跟什么似的 将散落在地上的玩具 一个个捡回篮子里 我最快 我最快 我才是最快的 你逼我骂 小红花奖励有利有弊 可以提高孩子们 做家务的积极性 同时 两个宝宝的矛盾也增多 不过 一般情况下 林峰都会分开 安排任务 这样每个人都有小红花了 两个孩子跑过来 一把抱住林峰 爸爸 检查 检查 爸爸 我最棒 我最快 林峰放下手里的菜 过去检查 嗯 不错 收拾得很干净 爸爸很满意 这次 你们配合得很好 完美的完成任务 爸爸给你们每个人 奖励两朵小红花 好不好 两个孩子欢呼雀跃 林峰再次强调 这是你们共同努力进步的结果 因为你们一起努力得很好 爸爸才奖励 两朵小红花的 以后你们每次都这样配合就更好了 肯定能得更多的小红花 两个孩子表示 一定会好好配合的小红花的 去带有福哥的洗手吃饭了 哥 嫂子 吃饭了 三个孩子在客厅的茶几上吃饭 大人在饭桌上 夫妇二人有些拘谨 弟妹呢 林峰说 今天他晚点回来 我们先吃 三个孩子一边吃一边玩玩具 林峰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假装没看见 第224章 小宝的脑回落 饭桌上 林峰说起两个事 都是跟夫妇二人的工作有关 林峰将薛宝安介绍给大海 每个月就算没有活干 也能有薄底底薪 薛宝安妻子林峰也托人 给他介绍了一个底薪高 提成高 下巴还能接孩子活 这 我们两口子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夫妇二人对视一眼 薛宝安不善言辞说 一旁的妻子点点头 我们都是老乡 而且我也蛮喜欢有福这个孩子的 你们对他不错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说一声 我能帮肯定帮 小宝吃第二碗时 大宝才把第一碗吃完 饭量他不及弟弟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有身高差 以后怕是拉开的更多 大宝 再吃一点 你最棒了 有小红花吗 爸爸 这个话题 林峰不好回答 有小红花 大宝开开心心的去吃饭饭了 小宝的耳朵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跑过来跟爸爸要小红花 爸爸 小宝吃的棒棒 第二碗哦 也要小红花花 林峰还能怎么办 肯定是要给啊 现在感觉小红花越来越不值钱 有点通货膨胀 大宝吃完饭饭 林峰给两个宝宝 一人发一朵小红花 有一面墙 林峰专门拿来给宝宝们贴小红花用的 大宝现在八个 小宝现在九个 两个孩子目前能从一数到一百 小宝距离十个小红花 只有一步之遥 人特别激动 吃完饭 夫妇二人和有福坐了一会才走 有福不想走 他还想玩 这里有好多有意思的玩具 好看的绘本 还有特别多的凹凸曼可以看 他想留下 薛宝安不想打扰林峰 劝说了半天 有福才勉强同意 有福 等不上学了 又来叔叔这里玩好不好 有福点点头 乖巧得很 大宝小宝对这位小哥哥也很舍不得 林峰告诉他们 上学就跟上班一样 必须做的事 联想到妈妈 两个孩子明白了上学 小宝好奇地问 爸爸上学好玩吗 大宝非常肯定地说 肯定不好玩 你看妈妈工作后就不开心 林峰听到这里笑得不行 赶紧纠正孩子的这个观点 得在他们心里 埋下学习很有意思的种子 上学其实很好玩 有老师 还有很多同学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还能玩耍呢 小宝听完立即来了兴趣 那宝宝要去上学 要去上学 林峰表示 上学有年龄要求的 你们不适合 明年就可以了 小宝听完很失落 大宝则是没有丝毫兴趣 晚上小宝说要自己洗澡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林峰一听 赶紧给小宝竖起大拇指 哎呀 小宝这么棒的吗 然而下一秒 小宝表示要挣小红花 小宝说是洗澡 就是拿着施方巾 对着自己身上 胡乱来几下 爸爸 喜香香了 小宝 你这个不算傲 是拿不到小红花的 小宝嘟着嘴 这次比之前认真了 一点点 在第三次时 小宝依旧没有放弃 只是小家伙越来越烦躁 红了眼想哭 小红花好难挣 呜呜 最终还是在林峰的帮助下 这个澡才算洗完 这朵小红花 小宝终于如愿以偿拿到手上了 爸爸 我要许愿 我要许愿 林峰笑眯眯问 许什么愿啊 小宝充满心心眼的问 我想变成凹凸吗 面对孩子的一脸期待 林峰的沉默 震耳欲聋 这个爸爸办不到啊 宝宝 爸爸骗人 说什么愿望都可以 这个林峰 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解释 小宝 你换一个吧 小宝嘟着嘴 我要变成汽车人 这是暑假在外公家看的动画片 林峰再一次沉默 小宝眉头紧皱 小小的脸上很疑惑 他不明白 爸爸怎么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林峰尝试给儿子解释 儿子 你可以换一种想要的东西 不是变成什么 你看凹凸曼 是因为某种东西变成的 这个东西爸爸没有啊 所以你变成 如果爸爸有变身器 爸爸都想变成凹凸曼呢 所以你换一个吧 小宝的小脑袋想了很多 林峰不知道内容 但肯定是在经历头脑风暴 那爸爸也不能变成卡丘哦 不能 我可以给你买个玩偶 小宝低着头 扣着自己衣服身上的娃娃 那宝宝许什么愿望 林峰被问住了 为了不打击儿子 挣小红花的积极性 林峰罗列了很多 小宝被玩具 吃的给打动了 那爸爸给我一百个小红花吧 帅 这游戏玩不下去啊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林峰沉默了一下说 为什么要一百个小红花 小宝给出的理由 很合理 非常合理 这样 宝宝就不用赚红包了呀 没毛病 可惜 这个也不能奖励呢 要不你想吃什么 儿子 你这眼神给我说清楚 最后 小宝要求吃一个凹凸曼的蛋糕 林峰松了口气 回头做个蛋糕 上面放个凹凸曼吧 哪知 小宝马上改口 爸爸 我能把心愿留着吗 林峰说可以 小宝笑眯眯的说 爸爸 我想吃凹凸曼蛋糕 这是宝宝心愿 林峰曾给他们说过 想吃什么告诉爸爸 爸爸给你们做 可以 小宝开开心心 让爸爸把心愿记上 林峰又做了心愿的卡片贴上去 本来 大保证 小红花情绪很高的 估计发现爸爸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后 有被打击到 林峰让他自己洗澡 挣小红花 直接被拒了 很好 已经开始头疼了呢 冷梦寒知道这件事 笑得不行 小朋友的愿望天马行空 你想实现很难的 林峰也意识到这一点 觉得做的方向是对的 只是孩子们太小 哪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二宝说了一个 林峰能办到的心愿 第229章 小宝的心愿近视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一觉醒来后的小宝 表示要去上学 虽然爸爸说年龄没到 可这也是个心愿呀 林峰愣了一下 幼儿园有个早托班 班上都是不满入园 年龄阶段的宝宝们 林峰也咨询过 大宝小宝是可以入园的 既然这是儿子 难得想出来的心愿 林峰肯定是要办到 而且也不是什么难事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学校附近开办的 国际幼儿园竟然没办法上 理由是报名期已经结束 林峰一问才得知 报名时间是在春节前 那么早 我以为林峰还想着幼儿园吗 虽然开学了 也还是可以报名上学的 哪想到人家不收 不仅年前就报名了 前段时间入学面试也结束 小宝怕是上不了 入学面试 林峰第一次当爸爸 不知道上幼儿园还要面试 是他孤陋寡闻了 回到家 林峰找冰冰奶奶 今年冰冰就是在那家读的幼儿园 这个学校有固定的名额 收满了就不对外收了 小宝要上学 我去想想办法看看行不行 结果人家得知 小宝三岁都没有 直接拒收 原来他们这边是 没有早托班的 而且九月份之后生的宝宝 也算是年龄不到 不要 林峰沉默着 孩子上幼儿园这事 就把他给难住了 当然 也不是非这家学校不可 只是这家学校距离最近 接送宝宝们方便 远一点的也有学校 也就是林峰了解那所 是有早托班的 林峰找到园长了解情况 错过上学阶段 他们也收 但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 疫苗证 体检报告 户口部复印件等证件都要 这是体检报告单 检查完了 就带着这个表格 还有资料来报名 这里的环境不错 林峰还是很重于这所学校 检查报告上 需要宝宝们的照片 还要到指定医院 去做体检报告 大宝你要去上学吗 不去 这话题有些进行不下去了 林峰问 为什么啊 大宝很认真的说 妈妈说上学和上班是最辛苦的 我不想辛苦 她想做咸鱼 想躺平 林峰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跟大宝解释 上学还是很好玩的 可以跟很多小朋友做游戏 每天都很快乐 大宝秒杀 这是弟弟的心愿 不是我的 林峰无言以对 越来越觉得 大宝思想比小宝要独立很多 那这样好不 你陪弟弟去上几天学 如果有人欺负弟弟 你就保护他 没有人欺负你就回来 好不好 大宝想了一下 点点头暂时同意了 体检项目很多 包括五官 四肢 心肺这些基础的 还有化验检查 血肠龟肝宫等情况 现在宝宝们吃饭了 明天一早去做检查 他就说嘛 前段时间看见好多小朋友和家长去医院 还以为是得了季节性什么病吗 现在先去拍照 红底白底蓝底都可以 林峰给两个宝宝都拍了一组 剩下的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 这两个小宝宝 是龙凤胎吧 这个是哥哥 这个是弟弟 现在小宝比姐姐高了那么一丢丢 出去很多人都误会是哥哥 小宝听了这话开心 大宝小脸写了不快 便解说 我是姐姐 我才是姐姐 老板笑呵呵说 那你要好好吃饭哦 你看弟弟都比你高了 小宝跟老板告状 姐姐吃的没有我多 他挑食 大宝过去打他 被小宝嘻嘻哈哈跑开了 调整好背景 老板让大宝先来 来 在凳凳上坐好了 看叔叔手上这个东西 一会不要眨眼哦 大宝穿着宛如小公主 看向镜头 神情中有冷梦寒的影子 笑一个 这是照片哦 要开心 要笑 对 保持 看叔叔这里 不要眨眼睛 不要眨 照了两次 才满意通过 轮到小宝 笑惜了 特别阳光 对 不要眨眼睛 小宝拍了三次才结束 先做一会吧 一会就能出照片 两个孩子怎么可能坐得住 一会就打得闹呢 主要是 小宝总喜欢没事找事 去逗大宝 但多数他都打不过人家 属于又菜又爱玩那种 别惹姐姐了 一会又要揍你 我不怕疼 很快 林峰带宝宝们回家 下午冷梦寒一回到家 两个孩子哒哒哒跑过来 七嘴八舌抢着说 冷梦寒换好鞋子 也听出了大概 两个孩子要去上学 有一家不收他们 他们去了另外一家 要去做体检 还拍了照片 妈妈 这是宝宝 你看你看 哇 这拍得不错呀 小宝笑起来真好看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大宝不服气的 把自己照片也拿过去 给妈妈的看 大宝好漂亮 妈妈亲亲我们家的两个小宝贝 来到厨房 冷梦寒小声问 老公 他们愿意去体检 这两个孩子 走到打疫苗的那条路上 又哭又闹 这要是知道去医院 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呢 林峰也小声说 他们还不知道 体检就是去医院检查呢 冷梦寒瞪大眼睛 那明天怎么办 林峰哪知道 我晚上做做思想工作 如果不行 明天先在医院去 冷梦寒想了想 我明天上午请假 跟你们一起去 万一他们闹起来 我还能帮忙 林峰也犯愁 小宝好忽悠 大宝就难了 吃完饭 洗完澡 林峰陪宝宝们 看了一回故事书 为了铺垫 林峰特意找了一篇 勇敢为主题故事 小宝 你说为了上学 什么都愿意做 是不是啊 小宝重重地点了点头 今天去学校 正巧看见小朋友和老师 在院子里玩游戏 如果不是林峰拦着 他都要参与进去 和他们一起玩了 那明天我们要去做体检哦 就是让医生叔叔 给我们做检查 大宝小宝一听医生两个字 顿时就怕了 林峰赶紧给他们解释 体检的原因 只有体检过的小宝宝 才能去幼儿园 不然老师不会让我们进去的 今天和老师们 一起玩的小朋友 都去做体检了 他们都超级勇敢的 我们家小宝宝们 肯定也很勇敢是不是 两个宝宝显然有些猛 接着骑刷刷摇头 不做体检 第230章 宝宝们最勇敢了 那也不去上学吗 不想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吗 这是你的心愿哦 只要明天体检结束 下午我们就能去学校 爸爸相信 我们家的宝贝 比其他宝宝都要勇敢 吹了半天的彩虹屁 两个小宝宝没支声 哒拉着脑袋 在林峰怀里 冷梦寒过来唱黑脸 我就知道他们胆小不敢 去做体检 别的小朋友 可比他们勇敢多了 你们的冰冰哥哥 有福哥哥都做了体检 才能上学 他们知道你们不勇敢 肯定会笑你们的 林峰眼上了 他们也做体检了 冷梦寒目光 看向两个孩子 他们果然竖起耳朵在听 肯定啊 现在上学都要做体检 像我上班 也要去体检 林峰故作恍然大悟说 这样 那就必须去了 这个时候 林峰也不再跟他们商量了 就这么决定了 如果你们要去幼儿园 明天上午就去体检 如果不去 就不用去 但是你们肯定是要上学的 这个体检 早晚也都是要做的 明天做了 以后上学都不用做了 你们考虑一下吧 给两个小家伙说这么多 他们也是需要时间自己想的 晚上睡觉前 林峰还给薛宝安打电话 体检很简单 特别快 有福哥哥哭都没哭呢 大宝小宝 你们比有福哥哥还要勇敢 叔叔相信你们肯定能做到 夫妻二人躺在床上 不知道明天两个孩子 会不会去做体检 第二天八点起床 因为不能吃早饭 所以林峰把早饭带保温桶里 走吧 两个孩子没有反抗 这是目前最好的表现 大宝没吱声 这一路上 小宝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爸爸会痛吗 会很快吗 爸爸 还要多远啊 是不是马上就到了 我不喜欢医院 爸爸 我不喜欢医院 林峰抱着儿子 冷梦含抱起女儿 门口遇到同样来体检家长和孩子 那孩子哭得比小宝还惨 由妈抱着 嘴上一直说不要 那妈妈一脸的无奈 我家这个好话说尽怎么劝也不不行 都错过报名时间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来硬的 去挂号体检 先是五官科 医生做了检查 在检查项目上打勾 表示可以进行下一项的检查 看 很简单是不是 大宝小宝 还有开始哭闹不止的小朋友 都明显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检查也都很配合 笑容重新浮现在他们的小脸上 很快 笑容又消失了 这次是雪常规 做的是指头鞋 前面有人抽血 三个小朋友看到后 顿时吓到了 那个孩子直接哭了 那妈妈头疼不已 医生就是检查一下手手 不会打针的 林峰夫妇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两个宝宝是最怕打针的 这会儿都红了眼睛 医生已经开始叫人了 那三个宝宝 是不是体检啊 过来吧 那妈妈健壮只能说 要不你们先来 冷梦寒抱起儿子 走 小小男子汉 勇敢坚强 不怕困难 小宝浑身上下到头发丝 都写满了抗拒 不要妈妈 不要打针针 不要打针针 冷梦寒此时 就跟石头做的似的 纹丝不动 就连心也都是石头做的 坐在窗口前 抱着儿子 另一只拿着他的小手 小宝使劲缩手 哭得熬熬的 护士小姐姐开始消毒 只听小宝边哭边提要求 漂亮姐姐 轻一点 轻一点好不好 好 姐姐轻一点 护士小姐姐转移注意力 小朋友你多大了呀 怎么长这么帅 小宝泪眼汪汪的回答问题 我 我两岁了 忽然 那护士小姐姐朝外看 看 有那边有凹凸曼 此话一出 别说小宝了 就连大宝他们 都朝那边看去 凹凸曼是没有 只有小宝更大的哭声 看 只有一点点疼嘛 就跟蚊子盯了一下 是不是啊 好了 下一个宝贝在哪里 小宝努力睁大眼睛 呆了呆 等被抱走才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冷梦寒轻轻塌满头大汗的脑门 结束了 宝宝真勇敢 凌峰看向那位妈妈 她怀里的孩子 又嗷嗷哭 哄不住的那种 再一对比自家的两个孩子 一下子就显得优秀起来 尤其是大宝 被凌峰抱着 坐在窗口前 除了小脸发白 眼眶发红外 并没有像小宝似的嗷嗷叫 那么漂亮的小脸 写满了弱小 可怜 无助 面对这么漂亮的小宝贝 护士小姐姐语气和神色 都不由的 变得格外温柔 对着大宝一顿猛夸 能快点吗 大宝可怜巴巴的 跟护士小姐姐说完 一头埋在爸爸的胸口 闭上眼不看 结束后 凌峰才看到女儿 湿漉漉的小脸 心疼坏了 终于 轮到那个小朋友了 他在妈妈怀里挣扎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那妈妈抱不住他 只能让凌峰来帮下忙 帅哥 帮我抱一下可以吗 凌峰放下女儿 结果那扑腾不止的孩子 他力气大 孩子在他怀里 根本就无法挣脱 抱在窗口前 护士小姐姐 紧紧拽着他的手指 这孩子 力气可真大 抽血结束 那孩子在凌峰怀里 哭得满头大汗 哭声震天响 护士小姐姐告诉他们 一个半小时出结果 凌峰夫妇 带着两个孩子出去 来到医院的小公园 给他们喂饭饭 小孩子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医院大门 有一个巨大的雕像 下面是水池 里面有一群鱼儿游来游去 吃完饭 大宝小宝趴着看小鱼儿 都笑了 爸爸我们能抓一条吗 不可以哦 这是人家的 我们不能拿 医院对面那条街 有卖吃的 有卖药的 还有卖玩具的 你们各自选一样 自己喜欢的玩具 当做是今天勇敢表现的奖励 一个半小时后 拿到化验报告 一家四口回家 走时没见到那对母子 没想到下午报名时 却遇到了 第231章 龙凤开的对比 原来他们也要报这所学校 报完名 大宝小宝是小六班 对方是小八班 明天就可以去教室 找老师报到 现在龄凤给宝宝们 要小书包 去超市 一个挑选了艾莎公主 一个挑选了凹凸曼 都是那种小书包款式 正和刚上幼儿园的 小朋友杯 龄凤这位新手爸爸 打电话过去问薛宝安 上学第一天 都要准备什么 老师说 准备一个汉金 一条裤子 只要是孩子的东西 都要写他们的名字 龄凤明白了 找来 以一支记号笔 在宝宝们的书包 汉金和裤子上 都写上他们的名字 王霍丸 明天正式上学 激动吗 龄凤是激动的 孩子们迈向学校啊 入园第一天 必须有一事赶 夫妇二人送两个孩子上学 因为不是私办幼儿园 所以才没有入园面试 这个龄凤不知道 反正入园是没有面试 就这样 带着大宝小宝 去班上找老师 小班的教室都在一楼 二楼是中班 三楼是大班 以及校长办公室 班上闹哄哄的 叽叽喳喳 好似很多鸟在吵闹 这才小班 小朋友们才刚上学才几天 哪知道什么课堂纪律 班上有两位教学老师 和两位生活老师 凌峰留了联系方式后 夫妇二人和孩子们分别 放学的时候 爸爸来接你们 有什么事情找老师 也可以让老师打电话跟爸爸 凌峰有些担心 宝宝们第一天上学会不适 分开会哭闹 小宝是个没心没肺的 挥着小手 脸上洋溢着开心 爸爸妈妈再见 大宝拽着爸爸的袖子 小小的人穿得特别漂亮 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他一再叮嘱 爸爸 放学一定要来接我啊 凌峰点点头 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安抚女儿 爸爸肯定会来接你的 大宝被老师带去座位 一不三回头 依依不舍地看向父母 再看看没心没肺 已经和同学玩起来的小宝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冷梦寒去上班 凌峰回到只有一条狗的家 忽然觉得有些空荡荡的 学校在这边 孩子可以在学校吃 也可以接回来在学校吃 凌峰想要宝宝们 在学校吃几天 看看能不能适应 所以 现在他好像没什么事呢 久违的轻松感 让凌峰既陌生又激动 驱车去火锅店看看 作为股东之一 一年到头人都没见几次 有些说不过去 今年小鹏 去女方家过年 凌峰问问什么情况 是否是好事将近 兄弟结婚 自己肯定要准备一份大红包 火锅店后 厨正在忙碌 前面的服务员也在准备着 小鹏这一年 心宽体盘不少 峰哥 你今天有空过来啊 哎 两个孩子呢 他们上幼儿园去了 两岁上幼儿园 是不是太早了 不是我想送他们 是他们自己想去 学校那边有早托板 两岁的孩子是可以读的 那峰哥现在就能轻松很多 中午喝几杯怎么样 我把少官也加来一起 可以 我们几个也许酒没聚一聚了 小六班教室里 四位老师恨不得自己是哪吒 长三头六臂 哄这些孩子 老师 我想回答 你送我回家好不好 我要吁吁 老师我要吁吁 啊 老师 爸爸要出来了 爸爸要出来了 啊 出来了 老师 我想买玩具 你可以给我买个玩具吗 老师 我想出去玩可不可以 老师 我去别的班上玩了 再见 我不想上学 老师你上吧 我要睡觉觉 老师 他放屁好臭 我不要跟他坐一起 我要坐门口 不回去 我要看云 老师们也是有经验的 每年新生阶段 是他们最手忙脚乱的时候 挺过这一个月就好了 班上三十多名同学 总有那么几位显眼宝 大宝小宝的一进一动 格外惹眼 一个乖乖趴在自己小桌子上 安静地看着周围的热闹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旁边的位置是空的 另一个将这里当成了闹事 一会找这个小朋友聊天 一会找那个小朋友 一起玩玩具 这妥妥的社交小达人一枚啊 林子星小朋友 你可不可以帮老师 安慰一下这个小朋友 让他不要哭了 小宝走过去 绝着小屁屁趴书桌上 歪着脑袋哄 你不要哭 爸爸妈妈会来接我们的 放学了 我们就可以回家 明天给你带奥图曼玩具好不好 你喜欢什么奥图曼 我喜欢迪迦 那小朋友收住声 我喜欢布莱德 小宝愣了一下 布莱德是谁 两个人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后 相约明天互换玩具 那你不要哭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老师对小宝刮目相看 赶紧又来找他帮忙 射牛小宝 很快又和对方打成一片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上午的时间 就这么忙忙碌碌过去了 中午放饭 老师们给每个小朋友盛饭 三岁的孩子 有的自己会吃 有的还不会需要老师喂 班上老师人手有限 只能先将就 最不会那几个孩子 小宝一手捧着小碗 另一只手拿着勺子 大口大口 吃得可香了 老师就喜欢这种省心的小朋友 没吃饱的小朋友 可以跟老师说 老师给你们盛饭哦 千万不要把小嘟嘟饿着了 作为龙凤胎的大宝 漂亮可爱的长相 安静的性格格外引人注意 老师过来轻声问 怎么不吃啊 邀老师喂吗 大宝小宝 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孩子 老师们得知后 还头疼了一番 没想到 姐弟二人这么听话懂事 看来父母教的挺好的 不好吃 不想吃 那你想吃什么 明天争取 让厨师爷爷做好不好 小宝已经忽吃忽吃吃第二碗了 爸爸做饭最好吃 老师哄了一会 便去照顾别的小朋友了 吃到最后 小宝还剩了一半 老师说什么都不吃了 也只好做吧 吃完饭 老师找小宝当火车头 大家开火车似的 一个牵着一个的衣服 一起去厕所上厕所 女生这边 是另一个性格开朗的小宝贝 大宝表示自己不上厕所 所以不去 结果一回来 发现孩子不见了 第二百三十二章 大宝太炸裂了 隔壁 小七班 大宝找到其中一名老师 漂亮的小脸蛋上 写满了乖巧 老师 手机借一下 我想打个电话 小六班来了一对 颜值超高的龙凤胎 父母也都是高颜值 在学校都传开了 老师伸头去看一眼隔壁班 发现老师和学生都不在 还没问 大宝就说 老师他们上厕所去了 借下手机可以吗 我打电话 老师不宜有他 你记得爸爸妈妈的电话 大宝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 你说吧 我给你家长的打电话 老师 我自己来 现在小朋友接触电子产品早 老师也没多想把手机交给大宝 大宝拿着手机走到一旁 拨了110过去 喂你好 小宝刚开口 就呜呜的小声哭着 声音听上去毫不可怜 我想回家 可以带宝宝回家吗 我想爸爸妈妈 警察叔叔 他们不要我回家 你们带我回家好不好 一旁的老师满脸震惊 卧槽 不会是自己想的那样吧 当大宝再一次喊出警察叔叔时 他整个人都快绝过去了 宝 我的小祖宗 你把手机交给老师 老师跟警察叔叔解释啊 而大宝一边委屈地哭 一边还能口齿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学校 以及班级名称 还有自己的名字 老师人麻了 手机终于回他手上 面对那头严厉的声音 他微微懦懦解释 挂了电话 老师捂着胸口 这孩子 亏得不在自己班上 不然还不知道 做出什么事出来呢 李老师带着孩子们回教室 发现大宝不见了 心下一惊 一出教室 就碰到七班的蔡老师 送大宝回来 宝贝 你先回教室吧 大宝很乖 哒哒哒回教室 乖巧地做好 一副很期待的样子 李老师 你们搬这个宝贝 借着我手机打了110 一会警察叔叔就会上门 两人相识都不约而同哭笑不得 觉得这孩子太炸裂了 不到十分钟 警察叔叔来到学校 门卫大爷都惊了 这 这是出了什么事吗 小六班在哪 门卫大爷的 赶紧带两位警察 叔叔过去 原本吵吵闹闹的教室 在看到门口站着的警察叔叔们 渐渐收了声 刚才打电话的林子月小朋友是谁 大宝出门 面对警察叔叔 他红了眼 李老师和蔡老师过来解释 警察叔叔又问了一些问题 大宝都能调理清楚地回答 自己叫什么名字 爸爸叫什么 妈妈叫什么 住在哪里 因为不知道电话号码 所以才给警察叔叔打电话求救 爸爸说 他不在 有困难找警察叔叔帮忙 你爸爸说的没错 以后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找警察叔叔 随行而来的警察叔叔 蹲下来 跟大宝解释一番 爸爸妈妈下午会来接你们的 老师也跟警察叔叔保证 一定会放你们回家 不会让你们留在这里的 宝宝今天第一天上学 想爸爸妈妈是对的 但是不要怕老师 你们现在去睡觉觉 起来后跟小朋友玩一会 到点了 爸爸就来接宝宝了 临走时 大宝乖巧地说谢谢 警察叔叔笑了笑 挥挥手走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午睡 每个孩子的小床上 都放着他们的衣服 以便起来的时候穿 学校分为两栋 一栋是教学楼 另一栋是宿舍楼 说是宿舍 就是摆满了一张张小床 眼睛闭闭好 宝宝们乖乖睡觉觉 本来都好好的 其中一个宝宝睡着睡着 就想起了妈妈 呜呜呜要和妈妈睡 有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场面又开始逐渐失控 老师们一会抱着这个哄 一会抱着那个哄 累得满头大汗 小宝没那么多想法 躺着不到五分钟 就呼呼大睡 大宝乖乖地躺着 小宝牵着他的手 有了弟弟的陪伴 不由得也沉沉睡去 起床后 也是鸡飞狗跳 有点衣服找不到 有的鞋子不见 有点袜子没了 有的尿床 老师们内心已波澜不惊 嘴上哄这个 手里照顾那个 眼睛盯着另一个 下午水果小吃发放 有些小朋友 不喜欢吃就放着 小宝吃完自己的 就屁颠颠地过去 装模做样文 你这个吃不吃啊 不吃的话 我能吃吗 不能浪费食物 不吃给我吧 整个教室炫下来 小宝吃得饱饱的 中途还没忘记 班上还有个亲姐姐 姐姐 你这个吃不吃啊 大宝拿起一块苹果 在小宝期望的眼神中 吃起来 很明显就是故意的 这一幕落在老师眼里 觉得两个孩子戏可真多啊 不过好想笑 是怎么回事 终于 可以去操场玩耍 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出教室 叽叽喳喳 像小鸟似的飞出去 来 我们老鹰捉小鸡好不好 好 嘿 一座游戏 小朋友们都特别配合 另一边 大宝这件事 在家长群里炸了 今天 有个新生宝宝 打110 叫警察叔叔带他去找爸爸 警察叔叔都来了 真的假的 谁家小孩这么腻天 小六班的一个孩子 用的是我们班老师的手机 差点没把老师给吓哭 老师心里想 这些小孩 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哈哈 小朋友不错呀 还知道遇到问题找警察叔叔 家长教的可以 至少人家会想办法 不像我家孩子上学四天 哭了四天 老师都说他是个小哭包 第233章 竟然吃到自己女儿的瓜 T 第234章 有其母必有其女 回到家带两个小家伙 洗手洗脸吃饭饭 大宝一改往日文静 这顿饭吃得特别快 好像中午没吃饭似的 林峰心思一动 柔声问大宝 宝宝 今天在学校有乖乖吃饭饭吗 小宝抢先回答 姐姐挑食 说爷爷的饭不好吃 林峰而然 虽然知道儿子中午在学校吃得香 可当爸爸的 还是要关心询问 那小宝呢 在学校有乖乖吃饭饭吗 有 小宝吃了两碗 爸爸棒不棒 超棒 爸爸给你点赞 吃完饭 林峰抱着大宝轻声安慰 明天中午 爸爸接你们回来 吃饭饭好不好 也在家里睡午觉怎样 大宝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漂亮的小脸蛋 顿时变得明媚起来 林峰亲亲小公主 抱着他像不倒翁似的摇来摇去 跟爸爸说说 学校老师好不好呀 和小朋友玩得愉快吗 大宝半上才点点头 抬起小脸问 爸爸明天中午 真的回来接宝宝 林峰猜测 大宝之所以饭后打电话 大概是看到有的家长 中午来接孩子 而自己没去 所以他急了 林峰非常肯定地说 真的要来接宝宝 以后都不在学校吃饭饭了 今晚上宝宝们 早早洗澡早躺下来 不到十分钟 就跟小猪猪似的 睡得特别沉 八点左右 冷梦寒回来 发现孩子们都睡了 就乐呵地说 老公 群里的消息 你看到了吗 我们班有个孩子打110呢 嗯 我看了 你说 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么有才啊 我看到消息 都笑出鱼尾文了 同时也说着 孩子以后必成大气 他发现老公 对这件事表现的兴趣并不高 不由得好奇问 老公 你为什么不笑啊 林峰悠悠回答道 是啊 我为什么不笑呢 是因为我生性不爱笑吗 冷梦寒愣了一下 觉得老公怪怪的 不过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呆了呆才说 老公 你 你别告诉我 那孩子是我们家的 嗯哼 还真是啊 是小宝 你猜 你这么说的话 那就是大宝了 冷梦寒还处于吃惊中 更吃惊的 竟然是大宝 这么文文静静的小姑娘 闷声干大事啊 晚上 冷梦寒就把这个糗事 发大家庭群里 炸出好几个潜水人员 冷夫什么都没说 发了一串大拇指 后面排队式的 全是点赞 吴一双混出一串 哈哈哈哈 然后秒撤 也发了一串点赞 冷梦寒私信他 你撤回做什么 显得大宝很傻呀 吴一双回答他 你想多了 我只是不想破坏阵型 哈哈哈哈 快快看群里 看冷阿姨都说什么呢 群里冷母说一件 有关冷梦寒的陈年往事 大宝不仅跟小韩性格像 做事方式也是如出一辙 当年小韩第一天上幼儿园 他想回家老师不让 自己就从后院的围栏挤出去 跑回家睡觉去了 正好家里阿姨 出去买菜不在家 回来也没发现 学校出动 所有的老师到处找 最后看监控才知道 他出去了 赶紧打电话报警 那天我和你爸爸双打 带着你去给班上的老师道歉 因为你 学校把所有的围栏都换掉了 刚才点赞的评论 大家都排队 依次刷上去 这件事冷梦还没印象 林峰笑不了女儿 笑老婆 哈哈 原来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那我不惊讶了 老公 你笑我 你笑我 两人就在沙发上 开始打情骂操 玩到了一会 林峰说起二人婚礼的事 笔记本上 都是无一双推荐的 几个品牌官方店 最后选了三家 在南市有分店的品牌 接下来就是试婚纱 找靠谱的婚庆公司 拍婚纱照 订酒店等等 接下来有半年的时间准备 第二天 收拾完两个孩子 林峰送他们上学 大宝再三确认 爸爸 中午来接宝宝对吧 林峰向他保证 一定会来接他的 这才背着小书包 不情不愿地上学 与蹦蹦答答的小宝 形成了鲜明对比 林峰回到家 开始忙碌着 给宝宝们做饭 九点上学 十一放学 去接孩子所花的时间 让林峰准备午饭的时间可不多 林峰去菜市场 买了两条鲈鱼回来 一阵忙活后去接孩子 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们并不多 林峰接到大宝小宝 询问李老师 李老师 他们今天都还好吧 李老师笑 挺好的 都挺乖的 大宝文静懂事 小宝活泼开朗 林峰开开心心地 带两个孩子回家吃午饭 一进院子 花花就凑过来 冲两个小主人摇尾巴 欢乐得很 吃饭 去午睡 下午两点四时上课 上学时 大宝爸爸 爸爸 老师说 要上五天 休息两天 是不是 林峰点头 又听大宝说 那我们能不能休息五天 上两天啊 林峰笑 这个不能 大宝梅之声 又问 爸爸 我不想上学 可不可以啊 林峰生怕孩子学妈 偷偷跑回家可咋办 这时 小宝说 我们给钱了 一定要上学的 大宝又问 钱钱给谁了啊 林峰说 给你们园长了 大宝梅之声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下午上学 这一节课就是学规矩 就两点 小嘴巴避避好 小手背背好 下课小火车上厕所 大宝这次不想去 经过上次的教训 老师可不敢 让他一个人在教室 大宝很认真的说 老师 我不会打电话 叫警察叔叔的 宝宝保证 李老师相信这个孩子了 那好吧 你乖乖的 老师们一会就回来 不要乱跑 去吧老师 宝宝乖乖 等老师回教室 人又又没了 第235章 是只有大宝做得出来 大宝下午上学的时候 得知缴了学费 就开始头脑风暴了 他想 如果把这学费要回来 是不是就不用上学了 他见过爸爸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买东西不好 是可以退钱不要的 他知道园长的办公室在哪 他去过 最顶楼 最里面的方房间 李老师带着孩子们 前脚刚走 后脚大宝 就哒哒哒上三楼去找园长 三楼都是大班 以及一个大四班 正在学AO呢 园长的办公室开着 园长正在用电脑 不知忙什么 忽然 他听见一个 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 退钱 园长愣了一下 环顾一周 发现没有人 怀疑自己听错了 退钱 宝宝不上学了 这句话听得是清清楚楚 园长寻找声音的来源 这才发现 书桌前有半个小脑袋挂 他招手让孩子绕过桌子 跟自己说话 定睛一看 这宝宝自己熟悉啊 昨天开学 就一名惊人的漂亮小宝贝啊 园长阿姨 露出和蔼可亲的表情 笑眯眯的问 宝贝 你刚才说什么啊 大宝乃声乃气的说 退钱 宝宝不上学了 园长阿姨呕了一声 继续温柔询问 为什么要退钱啊 是因为学校不好吗 不喜欢上学 我想在家里玩 有爸爸陪 园长继续说 这里其实很好玩的 你多待一段时间会爱上这里的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 和你一起玩 做游戏 一起唱歌 老是还点你们放动花片的 大宝丝毫不为所动 非常坚持自己的选择 退钱 宝宝不上学了 仿佛什么都打动不了 他退学的决心 园长缓缓直起身 慈爱的说 抱歉宝宝 学贝退不了 大宝一愣 显然没想到 会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他急了 他是真的急了 园长笑着说 学校收了钱 都是不能退的 因为这个钱也不在我手上 我交给上面了 两岁的小宝宝在这句话 只找到了一个重点 钱没了 因为钱没了 所以不能退 小家伙又开始头脑风暴 说话都急了不利索了 你 你可以把自己退 退给我啊 园长阿姨饶有兴趣的 看着眼前的小不点 宝贝 钱缴了就不能退 这是规定 我是不会退给你的 因为你们上学不是买东西一样 是可以退的 明白吗 就这么可怜巴巴的看着园长 园长哪受得了这么爱心攻击 赶紧抱过来哄 宝贝乖 这里这么多小朋友陪着你呢 你不是一个人 大宝都大的眼泪 巴达巴达掉 委屈极了 这回感觉楼下发生了什么 好像孩子丢了什么 园长明白了 这是谁也没通知 自己跑上来退钱的 抱大宝下楼 又问 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大宝别嘴哭 宝宝自己想出来的 小六班的老师又在找学生 隔壁七班的蔡老师笑了 不会又偷偷打电话去了吧 李老师头疼 不躁啊 这孩子看着文文静静的 可实际上属于闷声 干大事的那种 蔡老师眼尖 园长抱着的孩子 不是你班的 一回头 哎呦 可不是吗 从园长手里接过来 小家伙哭得抽抽搭搭的 像个小苦瓜 园长 这孩子 你哪找到的 不是我找到的 是他找上我 来我办公室退学费 说不想上课了 李老师哭笑不得 这个小精灵鬼 走吧 上学 天知道他内心 真的在狂笑啊 他见过 因为不想上学哭的 闹的 想逃跑的 但是没见过报警的 找园长退学费的 他这次也算是见识到了 回到教室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大宝 小宝更是没心没肺地过来问 姐姐 你去哪里了 大宝顿时来了脾气 哼 小宝也不生气 他们龙凤胎是挨着做 继续凑过来问 姐姐 你不想上学 大宝没搭理他 玩着小桌上的积木 姐姐 我有办法 大宝马上来了兴趣 这就是个好办法呢 既然弟弟这么喜欢上学 那就让他上学好了 他哒哒哒起身 找到李老师 开心地说 李老师 我要回家家 弟弟帮我上学 那灿烂的笑容 让李老师沉默了一下 憋着笑说 不好意思啊 不能代替别人上学 要自己上学才行 大宝的笑容 肉眼可见地消失 熬一声 他难过地哭了 这两天 他用了很多办法 可是没有一个管用的 他坐在自己座位上 哭得伤心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老师过来安慰 他抹眼泪哭泣着说 我想静静 别打扰我 小宝过来安慰他 其实这里挺好玩的 大宝仰着头 哭得特别伤心 太难了 上学太难了 李老师偷偷拿出手机 把这段录下来 简直不要太可爱啊 老师这边要上课 犹豫了一下 小心翼翼开口 静静走了吗 哥儿 两点四时上学 五点十分就放学 林峰在家做饭的时间刚刚好 今天看群里消息 没什么特别的 安心了 孩子嘛 上学会有个适应期 很正常的 去接宝宝 看见大宝眼睛红红的 一看就哭过 林峰有些吃惊 大宝是很少哭的孩子 是谁欺负他了 李老师解释说 大概是知道没办法不放学 所以很难过吧 林峰不明 所以觉得老师还有话要说 老师是受过训练的 除非真的忍不住 他笑着说 子月小朋友 又偷偷溜出去 找到园长退钱 说不上学了 园长没同意 然后又跟我说 我这里还有他的视频 我发给你啊 听上去是个悲伤的事情 老师 你笑得好灿烂 等林峰看到视频后 又心疼又好笑 自己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大宝听见生气的过来 爸爸讨厌 爸爸讨厌 林峰赶紧收住表情 那个李老师 我们先回去了 李老师由衷的说 明天老师等你吗 大宝小脸一垮 小宝挥手说拜拜 开心得很 第236章 不会比喻就别比喻 老师是真的很期待 两个宝宝上学 大宝不用说 一天天整出不少花活 逗得大人想笑 小宝就更不用说了 设牛小达人一美 这才两天就 就能跟班上 大多数的同学打成一片 还能帮老师排油解难呢 回到家吃饭 两个孩子躺在沙发上 看杰瑞和汤姆 李老师今天放了 好看 小宝看得津津有味 学校的生活让他开心 再看看大宝 趴在花花背上 很开心的样子 林峰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哇 你们李老师好好 还会给你们放动画片 看来学校还是蛮有趣的 跟爸爸说说 今天在学校都做什么了 小宝回答 看动画片 和同学玩游戏 小手背背好 小嘴嗶嗶好 父子二人热闹讨论 大宝一声不吭 冷梦寒今天下班回来的早 抱着两个小宝贝 狠狠懵懵的 李老师跟妈妈说 今天宝宝们在学校超级棒了 真是个棒棒的宝宝 这句话 李老师当然没说 是冷梦寒鼓励 两个小宝贝的说辞而已 快跟妈妈分享分享 今天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大宝很难过 园长阿姨不退钱 你不上学了 提起这个 大宝就想哭 扭头问妈妈 妈妈 你上班快乐吗 啊 上班挣钱钱 当然快乐呀 你骗人 你说上班和上学最辛苦 你不想当上班狗 你听妈妈狡辩 不 你听妈妈解释 妈妈说虽然很辛苦 但妈妈收获了快乐呀 小宝接话说 就像狗见到巴巴 那么快乐吗 儿子 你不会比喻 可以不用 冷梦寒的沉默 震耳欲聋 林峰憋着笑解释 宝宝 这两种快乐是不一样 小宝很好学 赶紧追问 为什么不一样 他还有会举一反三呢 妈妈说自己是狗狗 很快乐 花花看巴巴 也很快乐呀 起身抱着爸爸问 为什么狗狗 看到巴巴会快乐 为什么 为什么 林峰指了指 趴在沙发上的花花 这个爸爸不知道 得自己去问花花 小宝先开哒啦的耳朵 花花 为什么你喜欢巴巴 他那么臭 那么臭 夫妻二人非常有默契地起身 这一切 交给花花去承受吧 老婆 看到我发的视频了吗 没 今天太忙 手机都没来得及看 发什么了 打开视频一看 冷梦含笑的不行 天哪 他怎么能这么可爱 虽然好惨一宝贝 但是又很可爱 是怎么回事 冷梦含把视频分享进群 大宝今天找园长阿姨 退学费失败 又得知 小宝不能顶替他上学 他难过的哭了 大家庭群里 开始一一冒泡 大宝从不让我失望 头脑灵活聪明 不航就等 三岁再上学吧 两岁来说有点小 哭得好可爱 真想去安慰一下 抱抱他 这时 冷夫的视频打过来 冷梦含笑 爸 有什么事 冷夫回 不是找你 把手机给大宝 笑容消失 哦 大宝你外公的电话 爷孙两人一提上学 大宝就眼眶含泪 委屈得不得了 外公我不想上学 那宝贝你想做什么呀 我想玩 想睡觉 想看凹凸曼 就是不想上学 啊 这 这话冷夫没办法接了 总不能鼓励外孙吃喝玩乐吧 良好的学习习惯 还是要从小养成 这一点 小宝就做得很好 外公 你为什么不说话 那个宝宝啊 为什么不想上学啊 就是不想上学 让我开心 我不喜欢那些同学 好烦人 哦 你喜欢安静的学校啊 宝宝不喜欢学校 顿了顿大宝眼神突然放光 爷爷 你有办法吗 冷夫笑了笑 岔开这个话题 爷爷没办法 这个上学每个小朋友 都要经历的 习惯就好 总而言之 说了这么多 大宝都兴趣不高 不和外公说了 把手机放妈妈怀里 就这么哒哒哒上楼了 那语气仿佛在说 啥也不是 今天是上学的第三天 大宝格外安静 不知道是不是在酝酿什么计划 小宝拿着玩具和零食 要去班上和小朋友分享 大宝一步三回头叮嘱爸爸 爸爸 挤得中午来接宝宝 记住别忘了 不然宝宝要生气的 爸爸 你快去买菜做饭 去吧去吧 送完孩子 林峰去菜市场买菜 今天给宝宝们做虾滑丸子 大宝乖巧地坐在自己座位上 小椅子上挂着自己的小书包 只见他双手脱腮 一副在思考人生的样子 小宝已经拿着玩具和零食 跟自己班上诸多好朋友一起分享 李老师笑眯眯地开始上课 今天 绝不会让大宝离开自己的眼皮底下 这次第二节课 大宝不上厕所 李老师留在教室陪着大宝 四目相对 李老师是亲切地微笑 大宝是丝毫没笑 李老师 什么时候才不上课啊 周六周日 还有放假 大宝树指头 脸色很不好 我还要上两天 这模样 像急了那些不上班的打工人 一上午 到放学 平安无事 李老师松口气 笑眯眯地把两个孩子送出学校 今天的虾滑丸子 大宝炫了一小碗 大宝吃了七八个说饱了 林峰今天将刺卧腾出来 左右两边个摆放了两张床 中间是两个小树桌 以后 这暂时就是他们的儿童房 大宝皱眉 直接去爸爸妈妈的床上睡觉觉 等林峰上来时 已经睡着了 第237章 大宝又又又想到办法了 小宝的欢 还想看凹凸慢动画 被林峰带去午睡 嘴上说不睡不睡 躺床上两分钟不到 就呼呼大睡的人是谁 趁着这个空档 林峰开始准备晚上的食材 现在手机就两个群置顶 一个是班级群 一个是大家庭群 班级群林峰将几位老师重点关注 就看见李老师在群里 add了所有人 在这里跟各位家长说一下 电话手表 我们是不允许带学校来的 会影响宝宝们上课的专注力 林峰看聊天记录 原来是很多家长在询问 是否可以带电话手表去学校的事 嘿 林峰心里也正想这件事呢 还寻思买什么牌子比较好 看冰冰的学校 老师是允许孩子带电话手表进学校 他还以为别的学校都可以呢 不过也不影响 我们可以出门在外带 这样可以定位宝宝 打电话什么也方便 下午送两个孩子上幼儿园时 小宝非要穿今天已经脏了的凹凸曼外套 换一件凹凸曼外套 也不行 就非要这一件 就要这个 就要这个 林峰没办法 只能给小宝穿上 人家可开心了 他纳闷了 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小家伙正闹脾气呢 那你穿吧 重新穿上鞋子后 大宝才名嘴露出甜甜的笑容 看样子很满意呢 这次大宝没一再强调 让林峰一定来接他 爸爸再见 挤得来接宝宝 看起来 好像适应了呢 林峰站在校门口 直到两个小家伙的背影 消失在眼前 这才转身离开 找到某天才品牌 林峰看了看里面诸多款式的电话手表 经了解发现 功能挺齐全 碰一碰家好友 质宝 视频电话 拍照 小故事等等等 你们宝宝家财上幼儿园 可以选择功能少的这款 多少钱 我们现在有开学折扣活动 这款打巴折下来725 包一张儿童卡 花费不包含在内啊 这款给我来一个蓝色一个红色的吧 好的 大宝小宝上学 正好赶上李老师发小蛋糕 不吃 大宝摇头拒绝 不是爸爸做的不吃 李老师拿他没办法 带着小宝去洗手 回来直接炫了五个 大宝拖着腮看着外面 小小的人儿 好像有很多烦恼似的 忽然 教室里的动静 吸引了大宝的注意力 只见李老师给一宝宝粮完体温后 跟另一位老师说了句 有些发烧 给家长打电话 让把孩子带回去 大宝的世界 突然盛开了花 他眨巴着眼睛 看着生活老师给家长打电话 另一边李老师给孩子整理东西 那孩子脸蛋微红 精神有些微米 看起来是不太好的样子 十分钟后 李老师抱着孩子 拿着书包出门 从大宝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同学的妈妈 焦急地抱着孩子离开了 大宝有样学样地趴在小桌上 哼哼唧唧起来 李老师刚进屋 就看见大宝这样 忍不住关切问 紫月宝宝 你怎么了 李老师 我发烧了 啊 你发烧了 老师给你测量一下 嗯嗯 小宝凑过来问 姐姐 你发烧了 生病了 大宝转过脸不理他 安静地坐在老师怀里等 测量结果 李老师看了看 显示正常体温的温度计 又摸摸大宝的额头 胡一起来 这一切很好啊 没发烧啊 看着也不像是低烧 紫月宝宝 你没有发烧啊 啊 可 可是我难受啊 那你告诉李老师 你哪难受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头 胸口 肚子 跟发烧没关系啊 这时 一直暗中观察的另一位老师 轻咳一声 给李老师一个 你懂得的眼神 李老师瞬间恍然大悟 这是大宝的胡说八道计划 人家那孩子是真发烧 你搁这儿演戏呢 大宝 那你休息一会儿 如果还难受 再说好不好 不要 宝宝现在就很难受 你让爸爸接宝宝回家好不好 李老师沉默了一下 好 老师给你爸爸打电话 林峰这边刚买完电话手表 正准备回家 李老师的电话来了 林峰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喂 紫月爸爸吗 你能来学校一趟吗 紫月有些不舒服 啊 我马上来 不舒服 林峰身为爸爸 立即开车去学校 本来就不远 五分钟就到学校 一看爸爸的身影 大宝激动的跟什么似的 林峰也见到自己那活蹦乱跳的闺女 李老师带他去教室外的一出说话 把自己怀疑的方向跟林峰一说 林峰的表情是相当精彩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自家宝贝系统奖励过营养业的 体质远超同龄小朋友 从小到大生 什么感冒发烧都没发生过 就算在乡下那么冷的天 也都好好的 所以当老师告诉他 大宝说自己发烧了 他是怀疑的 紫月爸爸 你也不要生气 他可能是想通过这个办法离开学校 也有可能是带入那位发烧的小朋友 认为自己也发烧了 带入发烧的小朋友 林峰表示不理解 两三岁的小宝宝 还不能分清楚想象和现实 语言也没办法清楚地表达出来 所以他们经常会胡说八道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这个阶段的宝宝 也正处于秩序期 我们身为老师和家长 要学会去理解包容 紫月子星两个小朋友很聪明 也有自己的想法 一会儿好好跟孩子沟通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了宝宝的安全着想 必要的时候 带宝宝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这也是为什么 李老师很大程度相信 大宝在胡说八道 却还是让林峰来学校 万一孩子真的不舒服呢 而且他说这么多 是希望家长 不要把这个定义为说谎 从而生孩子的气 却指着孩子 脾气不好的家长 甚至有可能骂孩子 林峰很感谢李老师 他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上 出发着想的 谢谢李老师 第238章 和和两字有故事 大宝看见爸爸来 特别开心 展开小手要抱抱 林峰抱起女儿 对小宝说 宝宝 姐姐不舒服 爸爸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放学了 爸爸再接了你 小宝作为弟弟 也不全然没有良心 还是知道关心姐姐的 姐姐拜拜 我会把小饼干留给你的 你要好起来啊 爸爸拜拜 大宝趴在爸爸肩膀上 小家伙很乖巧 林峰问什么 就回答什么 老师说 你发烧了 嗯 肚肚腾腾的 头头也腾腾的 那爸爸带你去医院 这么严重 可能会打真真 林峰一边不动声色的说 一边观察大宝的表情 小家伙表情连带着身体 都一下子僵住了 要打真真 不要 宝宝不要打真真 可能也不会打真 最轻的 应该是吃药药吧 比苦瓜还要苦很多的药药 大宝整个身体往后痒 浑身都在排斥 林峰将他放在车上 这个时候 大宝明显慌了 但是目前还能稳得住 开了十分钟左右 大宝带着哭腔说要回家 不要去医院 林峰柔声跟他解释 生病了就要去医院啊 爸爸不是医生 不会治病 大宝眼眶红红的 这下就能回家了 谁知道又要去医院 不带这么玩小朋友的 到了医院门口 大宝也不要爸爸抱了 坐在车里怎么哄都不下来 爸爸 宝宝没有不舒服 宝宝很好 宝宝护佑你的 呜呜 林峰故作惊讶 啊 真的假的 宝宝我们不能害怕 医生说假话哦 他本就漂亮 哭起来更是惹人心疼 林峰上车 将他搂在怀里 那能不能告诉爸爸 为什么忽悠我和老师啊 大宝可怜兮兮的说 宝宝想回家不想上学 呜呜 林峰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等大宝渐渐收住哭声 他才缓缓说 真的哪都不疼吗 大宝这次到老师的摇摇头 不疼 宝宝一点都不疼 伴随着宝宝们的成长 不在局限 只关心他们吃饱穿暖的问题上 林峰越来越体会到 父母的不容易 宝宝 你这么做 老师和爸爸都很担心你 知道吗 别看小家伙只有两岁多 可人家脑袋瓜一点都不笨 不然也不会开学三天 就屡出奇招 折腾完学校 现在折腾自己 大宝点点头 脑袋往林峰怀里拱了拱 撅着嘴不吱声 既然这样 我们回去跟李老师说 对不起好不好 大宝没吱声 他不想回学校 爸爸下午陪你一起上学好不好 大宝猛然抬头看向林峰 惊喜之色 异于言表 真的吗 林峰赶紧解释说 爸爸不在教室 就在学校操场上等 可以吗 大宝想了想 勉强地点点头 李老师见妇女二人返回来 有些没想到 孩子没事吧 林峰示意大宝 跟老师道歉 大宝搭拉着脑袋 小手搅着衣服 那么小的人 只能看见他的发顶 李老师蹲下来 怎么了 大宝此时又尴尬 又委屈 又羞又怒 李老师 对不起 我没有痛痛 李老师诧异地看着孩子 很意外 小家伙能知道自己错误 并且主动承认 欣慰的是 大宝真的很棒 爸爸也是很棒 没关系 老师很开心 你没事 回教室去吧 大宝回头看看林峰 又看看老师 站在原地没动 林峰给李老师解释 我跟孩子说 这几天 我就在学校陪孩子 我就在操场待着 不会耽误老师上课的 李老师看一眼大宝 点点头说 好吧 就是要辛苦你了 林峰笑了笑 不辛苦 我跟孩子约好陪他三天 大宝这才欢天地喜的回教室 林峰则是在操场的玩耍器 才出坐着 这个位置 正好对着小六班的门口 园长走时 就看见院子里坐着一位帅哥 愣了一下问 你是谁 在这里干什么 语气还挺严厉 听完林峰的话 找李老师又了解情况后 这才离开 操场上 开始有小朋友上活动课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林峰 这里有个叔叔爷 他为什么坐这里 不知道啊 李老师发现 今天下午的大宝 要比之前活泼一些 大概是因为 外面有爸爸在吧 林峰坐着没事干就玩手机 想到李老师刚才说的秩序期 迁度一下是什么 彻底发来一段视频 新店开业的样子 很热闹 一千多平米的火锅店 还不到五点 就已经快坐满了 有熟人来捧场的 也有广而告知来尝鲜的 外面还有一位十八线女歌手 今晚上现场呢 总而言之 岩市的火锅店正式开业 这是系统奖励的店铺 每天营业额 林峰都是能看到的 想来这家店 以后生意肯定不会差 林峰也拍了一个视频发过去 陪孩子上课 大宝上学这两三天倒腾的花样 他们都知道 也就理解林峰为什么守在学校了 放学铃声敲响 热闹的班级 热闹的学校 突然炸开了 大宝第一次背着小书包 蹦蹦跳跳来到爸爸跟前 看得出来很开心 李老师也说 紫月小朋友今天表现得很好 主动跟别的小朋友说话了 林峰愣了一下 意思是 这几天他都没跟别的小朋友接触 李老师摇头 没呢 大概是都在计划着什么吧 啊 也是 大宝这几天确实挺忙的 走回家家了 回去的路上 林峰问大宝 今天下午爸爸在学校 宝宝开不开心 两个孩子不约儿童说 开心 他们前脚刚到 后脚冷梦寒就下班了 很明显看出大宝心情不错 这是适应吗 呵呵 这两个字这个语调听着就很有故事 厨房冷梦寒打下手 听完老公的话一脸无奈 第二百三十九章 冷腹接到外孙的电话 夜里车一发下来消息 和一张营业额的图 顾客们说味道很好 今天的营业额出人意料 哈哈哈哈 同时车一也把自己微信的签名换了 千帆过境 我看到了投资的曙光 车一能不激动吗 这几年自己投资 就像被人下了降头似的 亏个他家里说话都没底气了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风水轮流转 霉运退散 今天某平台下单的顾客 给的都是五星好评 说味道很好 环境很棒 服务很周到 当然 这里面有一小部分 是自己找得拖 但肯定没这么多 他也问过来吃饭的熟人 大家都说味道很好 很符合他们的口味 今天睡觉都还做着美梦呢 接下来的两天 林峰都在学校做陪读生 接着迎来了宝宝们第一个周末 周五放学 大宝得知明天不上课 持怀疑态度 真的吗 真的吗 爸爸不许骗人 得到林峰和老师的肯定回答后 蹦得老高 好耶 终于不用上课了 开心 回去的路上还哼着歌曲 一问是老师教点歌 还没学会呢 冷梦寒家 看到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搓手想吃 老公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这么丰盛 庆祝大宝小宝 今天放假 嗯 对大宝来说 的确是个该庆祝的日子 大宝漂亮的小脸上 写满了开心 最喜欢放假 放假开心 吃完饭 一家四口外加一条狗出去溜弯 林峰将准备好的电话手表 给他们戴好 看到这个了吗 这个打电话用 这是爸爸 这个是妈妈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的 两个孩子一戴上 就开始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林峰夫妇也是很配合 一家四口一边走边的电话 我要给外公打电话 小宝是很喜欢冷府的 喂 外公吗 我是宝宝呀 冷府神色疲惫地坐在车上 私人电话响起 是个陌生的号码 号码显示地在南市 犹豫一下便接过来 那边是小宝奶声奶气的声音 喂 外公吗 我是宝宝呀 冷府先是一论 宝宝 对啊对啊 宝宝有自己的电话哦 听着软糯的声音 脑海中回响 这孩子俏皮的模样 周身疲惫 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外公想宝宝 是不是可以给宝宝打电话 可以的哇 不说了 宝宝还要打电话呢 说完 啪一声 把电话挂断了 冷府立即把小宝的电话号码存好 心里美滋滋的 宝宝给自己打电话 说明心里有自己 想着自己呢 他给冷母打电话过去 庄模作样问 什么时候到家 冷母听出他语气不一样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怎么了 冷府黑黑一笑 刚才小宝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自己的电话 应该是电话手表吧 他给你打了吗 冷母回 没啊 不过大宝给我打了 他也有外孙女 给自己打电话好吗 这本是下班点 乌一双却坐在办公室 生无可恋 上网发个心情 此地无声胜有声 配了一段几秒的视频 点进去一看 是个很漂亮 打扮得非常可爱 如同小公主式的小宝贝 背景看似在班上 坐在小板凳的小公主 上一秒神色难过 绝望 下一秒 养着头蛙一声就哭了 太难了 上学真的是太难了 短短几秒 我在这个小宝贝的脸上 看到了伤心 绝望 能看出来 小宝贝真的觉得上学太难了 这演技 不吊胆内鱼 快哄 必须哄 谁忍心这么可爱的宝宝啊 这孩子好熟悉 我最喜欢的表情包 好像就是他 表情包有了 哪位大佬能以做一下 谢谢 表情包拿走 不谢 像急了上班的我 呜呜 上班太难了 呜呜 我想日收过万 又不想工作 请问在座的大佬 怎么破 无一双翻看下面的评论 心情不错 看时间直播一回 无一双身披富二代 女霸总 接地气等头衔 一说直播 观看人数蹭蹭往上走 直播间里 无一双不做做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让他稀粉无数 我看这么多人 喜欢我家的小宝贝 这分享欲 一下子就来了 身后是他的办公室 拿起一玻璃杯 泡着的全是枸杞 顺带说一下宝宝们 这枸杞真的是个好东西 不是我吹 它是个宝贝 大家可以提前喝起来 以后加班 就会像我一样 半条命掉着 言归正传 认识这个小宝贝的人 肯定知道 她是我闺蜜龙凤胎的姐姐 今年上幼儿园 按年龄 他们是不够的 但有的地方有早脱班 为什么去上学呢 这说来话长 无一双直播就两件事 要么卖自家的饮料 要么唠嗑 唠嗑的内容丰富多彩 这件事是有小宝引起的 但是主角很可惜 并不是他 而是我们闷声干大事的姐姐 大宝 话说上学第一天啊 从借老师手机 给警察叔叔打电话 再找园长退钱 再假装生病 三件事被无一双说的 那叫个跌宕起伏 现在我家闺蜜老公 天天在学校守着 真的是太难了 你们说说 现在小朋友都这么炸链吗 直播间很热闹 配上无一双那搞笑的特效 可以绝了 今天周五 我那闺蜜老公 特意做了一桌子的菜 庆祝今天幼儿园放假 正说着 无一双的电话响了 来电显示是难事 他对直播间说 抱歉啊 我接个电话 他也没有刻意回避 以为是冷梦寒打来的 无一双愣了一下 点开免提 第240章 这孩子能处 自打冷梦寒生完孩子 无一双对两个小家伙 那叫个好 玩具 衣服隔三差五就送 三天两头打视频念叨 让两个孩子记得小姨的好 长大了要孝顺小姨 给小姨买大别墅 带小姨全球旅游 上班苦 上班累都不算什么 千万不能让孩子忘记 有她这么个小姨 效果还是有的 大宝小宝很喜欢她 一谈论小姨 就是小姨 给自己买好吃的 好玩的 超级好 无一双现在的头像 聊天发的图片 都是大宝小宝的表情包 一如现在 无一双开了免提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听听这小乃英 小姨小姨 是宝宝 是宝宝呀 是哪个宝宝呀 大宝还是小宝啊 哼 是大宝啦 大宝 这小乃英凶凶哒 软糯软糯的 一点气势都没有 原来是宝宝啊 你拿的是 谁的手机打的电话呢 宝宝自己的手机哦 哇 这么有钱的吗 小姨现在还在上班班呢 好辛苦的 今天 今天不是放假吗 小乃英急了 无一双解释 但是小姨加班呢 小乃英可怜巴巴的说 小姨你好可怜 比宝宝还可怜 无一双憋着笑问 那宝宝亲亲小姨 小姨就不可怜 真怪 小姨也亲亲我的心肝宝贝啊 小姨小姨 前面有个帅锅 妈妈说你喜欢帅锅 要不要我送给你啊 哈哈 不用不用 谢谢小宝贝的好意啊 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小姨拜拜 我要过马路了 好 要走斑马线 绿灯才能走 让妈妈爸爸抱你 这时 儿童电话手表 传来一个极为好听的嗓音 来 爸爸抱 挂了电话 无一双就看见评论全是 哇 声音好好听 求真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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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超级大帅哥 人特别好 烧得一手好菜 现在和我闺蜜过得很幸福 我们就不要打扰人家平静的生活 有个评论问 大宝知道 你抱他的糗事吗 无一双哈哈一笑 这怎么是糗事呢 这是珍贵的回忆啊 哈哈 又一个评论说 这孩子能处 有帅哥第一个想着小姨 无一双笑着点头 一脸自豪的说 那肯定啊 看时间 差不多该结束了 各位大宝贝们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 拜拜 另一边 大宝不愧是被无一双腾过的孩子 他在爸爸怀里说 爸爸帅锅 小姨喜欢帅锅 林峰愣了一下 哭笑不得 怎么 你要牵红线啊 大宝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看爸爸 又看看对方 爸爸帅 爸爸是个帅锅 大帅锅 林峰亲亲闺女 宝贝是个小可爱 特别可爱的宝贝 妇女二人就这样互相吹嘘起来 身后的冷梦寒一脸的受不了 都不说了 现在你们就是我认证的 天下第一帅和天下第一可爱 好了吧 林峰抱着大宝 妇女二人相视一笑 绕着别墅外逛了一圈回来 已经是九点半了 洗漱睡觉 洗完澡 说好到自己小床上睡的 两个孩子就不 要挨着爸爸妈妈睡才行 爸爸 看着宝宝 大宝过来 把林峰的掰过来 朝向自己 林峰没意见 睡吧 爸爸看着你睡 正在玩的小宝拱过来 凑热闹的说 爸爸 也要看宝宝 林峰从善如流的说 嗯 爸爸看着你们两个睡 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怎么了 非要林峰都看自己 爸爸就一双眼睛 怎么能分开看 大宝是个大聪明 这个看宝宝 这个看弟弟 不就好了吗 林峰无奈一笑 爸爸不会这技能 只能轮流看可以吧 冷梦寒本来是想看热闹的 结果一看 两个孩子 已经躺下半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睡呢 一把搂着身边的小宝说 来来来 妈妈看你 就这样 夫妇二人一人看一个小宝贝 五分钟才渐渐睡去 周六 梁宝一醒来 就找电话手表打电话 也不管谁打着玩 喂 哪位啊 没了家子音 大宝一时间 不知道对方是谁 你是谁啊 大宝奶声奶气地问 对方明显愣了一下 你是 你是林自月 大宝也愣了了一下 对啊 你是谁啊 对方沉默了一下 变成家子音说 我是李老师啊 大宝吓了一跳 你是李老师 李老师笑了一声 是啊 你是拿谁的手机打的电话 大宝赶紧说 李老师拜拜 说完就挂电话了 留下李老师 独自一人笑了 他能理解 为什么大宝挂这么快 因为他不喜欢上学 所以对老师肯定也是排斥的 李老师把这个号码保存起来 今天不上课 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 尤其是大宝 好几次都在感慨 还是家里好呀 快乐 是短暂的 转眼 又到了周一 爸爸和宝宝约定好了的哦 这次宝宝自己上学 爸爸不在学校陪读了 大宝变成小苦瓜 勉勉强强地说 好吧 林峰鼓励他 大宝最棒是不是 爸爸相信你可以做到 而且你也不是一个人啊 弟弟也跟你一起在学校呢 一上午 风平浪静 群里老师发消息 原来是某个宝贝过生日 家长送来了生日蛋糕 和同学们一起庆祝呢 中午接两个孩子放学 小宝说蛋糕特别好吃 大宝有些羡慕地说 自己也想过生日 等生日到了 就给你们过 吃过午饭午睡时 大宝问爸爸 爸爸 我要不要给那个同学送礼物啊 人家过生日 又吃了人家的蛋糕 大宝觉得应该送礼物 可以送啊 同学和你们一起分享他的日子 我们也可以送礼物祝福他 那你想送什么礼物呢 可以送玩具 衣服 等等 都可以哦 第241章 小宝之不值钱的笑 凌峰见女儿小脸写满了沉思 不由地问 宝宝想送什么 大宝眉头一皱 像小大人似的无奈说 我想把学费送给他 让他找个小朋友来上学 嗯 一周过去了 这心就没死过 凌峰笑着说 换一个吧 小朋友不会答应 他妈妈也不会答应 老师更不会答应 大宝嘟着嘴 我就知道 那我送的红包吧 凌峰是有一些意外的 玩具 小零食 绘本 都可以做首选 但孩子选择送红包 是凌峰没想到的 送多少 嗯 200 大宝知道面额 但是并不知道概念 200块钱是他们最常见的红包 所有才想着送200 他们乃知道 多余的钱 都被爸爸妈妈收起来了 凌峰没意见 你决定就好 爸爸去给你拿200 有头看小宝抱着玩偶 笑得没心没肺 宝宝 你不送同学生日礼物吗 小宝咧嘴一笑 送啊 凌峰好奇问 送什么 小宝脑袋一甩 不告诉你 秘密 凌峰笑了笑 成 那爸爸就不问了 孩子大了 都有秘密了 宝宝们午睡时 临峰下楼准备晚上的食材 每天都在为宝宝营养搭配 而烦恼 丝毫不知情 楼上睡觉的小宝 揉着心松的眼睛 去了妈妈的衣帽间 冷梦寒的衣帽间 收拾得整整齐齐 小宝找到首饰盒 打开后 在里面挑挑选选 最后看上了一枚红宝石钻剑 满心欢喜地拿走了 两个孩子到学校 大宝走过去 二话不说 那女同学虽说没大宝那样漂亮 但人家妈妈把女儿打扮得可可爱 除大宝外 就属这个宝宝抢眼 而且性格超级温柔 包括小宝在内 很多同学都喜欢她 小宝甚至跟李老师表达 自己要欣欣妹妹坐在一起 李老师有自己的考量 暂时拒绝了 先跟你姐姐坐一起吧 陪陪她 姐姐都这么大人了 不需要我陪 听听听 亏得大宝没听见 最后换座位的是 答应过一周再说 等大宝彻底适应后 再换心同桌 大宝走后 大家都围过来想看红包 就连老师也忍不住好奇 过来看几眼 你们在看什么 咦 星星宝贝 你哪来的红包啊 星星指了指大宝 哪声哪气说 紫月姐姐给的 咱们大宝虽然班上最小 但气场很强 开学就干了不少 让同学刮目相看的事 所以她变成了姐姐 李老师看一眼红包里的两百 大宝 这个红包 你爸爸知道吗 大宝点点头 爸爸知道啊 钱多钱少 毕竟是钱 李老师当时没说什么 出教室给凌峰打电话 说了这件事 得到确定消息后 李老师让星星宝贝把钱收好 还让她去谢谢大宝 星星拿着红包走过去 甜甜的说 谢谢紫月姐姐 大宝笑了一下 有点不好意思的恩一声 大气发十足 小宝把星星拉到教室后面的角落 从口袋里 摸出一个漂亮的红宝石戒指 这个送给你 小宝的笑容 有些不值钱似的 好漂亮 也是生日礼物吗 星星拿手上爱不释手的说 嗯嗯 生日礼物 这个好大 我手好小 没关系 以后长大了待就好 星星甜甜的说 谢谢紫星哥哥 小宝咧嘴一笑 星星把戒指放在口袋里 对他来 这是个漂亮的玩具 并不知道他本身的价值 红包就不一样了 他知道钱能买吃的 买完的 买很多东西 放学 李老师对星星妈妈说 孩子书包里 有个200元红包 是班上紫月小朋友 送他的生日礼物 这件事 对方家长是知道的 我跟你说一下 星星妈妈诧异了一下 转头寻找林峰一家三口的身影 他要把红包退回去 林峰笑了笑 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 就让星星收下吧 再说 送都送出去了 哪有再要回来的 说吧 摸摸星星的脑袋 小可爱生日快乐 星星喜欢林峰 因为这个叔叔尝得好看 而且很温柔 谢谢叔叔 叔叔也生日快乐 小朋友真可爱 林峰带着孩子回家 车上大宝小宝得知 他们是同一天过生日 都拒绝 要分开过 林峰没意见 好 等妈妈回来 我们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给你们分开过 好吧 大宝已经想到办法了 我上午过 他下午过 我上午过 你才下午过呢 就这个话题 两个孩子争论起来 林峰也没去劝架 谁赢了 自己就听谁的 不然这问题丢给自己 也是不知道怎么办 吃完饭 带两个小家伙 去小区里逛一逛 去和冰冰玩一会 冰冰上学适应力还不错 头两天又哭又闹的 现在回来 还知道主动分享学校的趣事 这是我的酱料 谢谢小峰啊 我们家冰冰就喜欢吃你的酱料 只要炒菜放这个 吃的可香了 冰冰有挑适的习惯 中午在学校 基本不怎么吃饭 这才上学多久 小脸蛋就瘦了一圈 可把大人给心疼坏了 还是冰冰奶奶 想到一个好办法 把酱料带学校去 嘿 伴着菜下 小家伙一下子就不挑食了 这是 林峰听冰冰奶奶一提 这不就送过来一罐 冰冰奶奶 也没啥东西还里的 这小峰不抽烟不喝酒 也不喝茶 小峰啊 以后遇到什么难办的事 找我 看看我 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 成 那就先谢过奶奶了 都是邻居 说这话就太见外了 上次孩子们上学的事 自己没帮上忙 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回到家 冷梦寒已经回来 正在吃饭 走 去洗澡了 两个孩子一前一后分开洗 先洗的是大宝 大宝乖巧 小宝闹腾的 很又喜欢玩水 每次洗完它 接下来就轮到林峰自己洗 第242章 你倒是会做人情 T 第243章 冷女神笑了眼 冷梦寒来到办公室 脱外套的手一顿 脸上男眼羡慕问 学生送的花呀 不错呀 看来你蛮受欢迎的 在冷梦寒跟前 可不敢吹嘘说自己受欢迎 连连谦虚否认 脱了外套 冷梦寒去接杯水 然后拿起教案走了 有个才来没多久的萌星老师 有些疑惑问 冷老师 不是我们学校的女神吗 这么受欢迎 为什么没有人送花 有人为她答疑解惑 因为冷老师太冷了 面对学生又非常严厉 没人敢送啊 萌星老师 呜了一声 我以为是因为冷老师结婚了呢 对方呵呵一笑 结婚又怎样 还不是有同学送 冷梦寒心情不怎么好 面上不显露半分 今天她化着淡妆 披着微卷的长发 抿着嘴 绝美的小脸蛋上 被冻上了一层寒冰似的 身上是一件墨绿色 带白花的宽松版毛衣 穿着黑色牛仔裤 搭配墨绿色的中靴 毛领是V领 露出若隐若现的锁骨 以及漂亮的锁骨项链 她来到教室 安静的教室在她出现后 渐渐收声 冷梦寒世界名校毕业 人家是学霸 家里条件也好 是个妥妥的富二代 人家现在还生了龙凤胎 老公帅又有钱 这不就是女人想要的生活吗 有了这一层滤镜 加上冷梦寒本身强大的气场 让学生们不敢在她面前放肆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课 收拾东西时候 手上突然多了一个德服巧克力 和一枝花 愣了一下 抬起头发现 跟前站着一个丸子头女生 冷老师 节日快乐 说完 一溜烟的准备跑 身后传来冷梦寒的声音 站住 女生转身露出窃笑 那个 有什么事吗冷老师 冷梦寒微微一笑 语气一改之前的严厉 温柔地说 谢谢你的巧克力和花花 这一笑 不知怎么的 小姑娘 脑海中忽然想到 千数万数离花开 她一时沉浸在老师的美貌中出神 回过神来赶紧说 不用谢 谢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说完 小姑娘带着甜甜的笑跑开了 妈爷 冷老师也太好哄了吧 一朵花 一个巧克力 就冲她笑了一眼 五 以后她要拿更多好吃的给老师 有一 就有二 另一个小姑娘 拿出一包薯片 还有一只口红 冷老师 节日快乐 冷梦寒愣了一下 很开心地说 谢谢 不得行 她的小心脏啊 接着 有更多同学送出自己的东西 可以看出都是临场发挥 回办公室 冷梦寒捧着零食 捧着书籍 玩具出现 大家都愣了 这都是同学送给我的节日礼物 不错不错 很丰富 这么多啊 好羡慕 这时 有人送来一大树花 还有一盒巧克力 请问谁是冷梦寒 冷老师 大家齐刷刷看向他 冷梦寒走过去 是我 来人递给他一个东西 把单签一下 很大一束花 冷梦寒拿起上面的卡片 上面赫然是熟悉的字迹 祝 冷老师 节日快乐 爱你的老公 末尾还画了一颗心 是学生送的吗 不是 是我先生送的 这下 大家更羡慕了 冷梦寒将巧克力分下去 办公室的人老师都有份 今天 对他而言 很有意义 很幸福的一天 无一双可没有忘了他家大宝贝 直接发个9100的红包 大宝贝 节日快乐 哇 这么大方 哎 等一下 对方已撤回 什么意思 转账910 请注意查收 冷梦寒看到这个数字都气秀了 恨自己刚才 反应半没秒收 谢谢你哈 客气客气 刚才手滑撤回来了 我不是故意打 你现在越来越察言察语了 你上班就学了这 嫌少啊 那把钱退给我呀 都到我手里了 想要回去做梦吧 大家庭群里 大家也纷纷送上教师节的祝福 让冷梦寒感觉很暖心 下午 冷梦寒接两个孩子放学 小宝兴高采烈的说 爸爸 我给老师和同学说 明天我过生日 我请大家吃蛋糕 林峰啊了一声 你 你说了 小宝点点头 说了呀 同学们可开心了 林峰 嗯 虽然还没有到过生日的时候 既然说了 那明天就过吧 作为双胞胎 林峰目光 看向女儿 大宝不慎在意说 我改天再过吧 你们之前不说 一个过上午 一个过下午吗 开车调转方向 林峰去一家蛋糕店 订了一个水果蛋糕 明天我上午九点过来取 可以吗 本小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可以的 你到时候来取就成了 冷梦寒今天心情很不错地回到家 被告知儿子明天过生日 啊 过生日 嗯 你儿子自己决定明天过生日 大宝说 他的生日改天说 行吧行吧 他开心就好 冷梦寒没意见 小孩子就是这样 零食啊 林峰问老婆 两个人都是新手父母 寻思一下觉得 玩具就算了 零食是可以的 哇哈哈 每个孩子来一瓶 小馒头每个孩子来一袋 具体人数是多少 还要问李老师才知道 等两个孩子睡下 夫妇二人 才有属于自己的二人世界 冷梦寒会声会色地 跟老公描述自己收到的礼物 不是吃的都拿回来做纪念 糟吗 我突然就有了成就感 特别骄傲 特别自豪 林峰认真聆听 冷梦寒眉飞色舞的表情 就跟得到糖果 被夸奖 被认可的孩子似的 当然 今天还要谢谢老公 送的花花和巧克力 爱你哦 么么大 怎么谢谢啊 光嘴上说说 我是不接受 夫妻一开口 对方瞄懂 二人亲手亲脚地离开卧室 去了书房 老婆 今天我还送了你另一份礼物 冷梦寒陡开一看 小脸顿时就不满红霞 原来是黑丝 其实林峰早有这想法 只是看老婆 这方面拘谨 每次都是自己引导 眼瞅着时机差不多了 应该是同一把 我 我去换 这次 二人都感觉对方的不同 一个是体力 一个是热情 酣畅之后 林峰抱着老婆 去泡个热水澡 面对那双忧怨的小眼神 林峰倾咳一声 下次我一定节制 一定 第244章 小宝是有办法的 第二天 送完孩子上学 林峰去买娃哈哈和小面包 最后才去拿蛋糕 到了校门口 林峰还没开口 门卫大爷就已经开门 林峰领着生日蛋糕 来到教室门口 将生日蛋糕和娃哈哈 交给班上老师 老师们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林峰回去做午饭时 看到群里老师发的照片 保存下有大宝和小宝的那些照片 李老师打来电话说 林爸爸 紫月和紫星小朋友说 中午不回去吃饭了 他们在学校吃 林峰以为自己听错了 小宝可以理解 大宝呢 紫星劝姐姐留下来 条件是 以后都会让她先过生日 紫月小朋友答应了 挂了电话 林峰随便给自己下了碗面 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冰箱里 下午去接两个孩子放学 小宝蹦蹦跳跳的超级开心 林峰问女儿 中午吃了多少 大宝嘟着嘴 小宝 群里 老师F所有人 说了三件事 一 家长给孩子准备橡皮泥 明天做活动要用 二 天气降温 注意给宝宝们保暖 以防感冒 如果感冒 在家里休息 暂时不要上课 三 别的班上也有宝宝得了口足病 家长做到注意宝宝们的个人卫生 如有发现 及时看病就医 暂时不要上学 林峰去超市 买了两盒子橡皮泥 回来贴上他们姓名的标签 又给宝宝们的书包 各自都放了一个背心 一条旱金 要清洗手 不能随便拿东西 吃知道吗 说你呢小宝 吃东西之前 一定要洗手 看儿子浑然不放在心上 林峰便说 你们学校已经有同学得了 现在吃要打针呢 一听打针 小宝立即重视起来 点点头又摇摇头 一脸乖巧 等宝宝们睡下 林峰看天气预报 明天又要降温 冷梦寒也说 今晚上要冷一些 哇 老公 宝宝们身上好暖和 就跟小伙卢似的 冷梦寒抱起儿子 小家伙往妈妈怀里一滚 这一瞬间 让冷梦寒回忆了很多 两个孩子睡熟后 林峰把他们放进睡袋里 第二天 一出门 一股冷风吹来 林峰倒不觉得冷 问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摇头说不冷 现在林峰的生活特别规律 早上七点起床做饭 然后叫孩子吃早饭 八点四时送孩子上学 回来买菜 准备食材做午饭 到十一点二时去接孩子 下午两点半送孩子上学 回来准备晚饭 五点十分左右 去接孩子放学 吃晚饭 带孩子去散散步 或者阅读绘本 晚上洗澡哄孩子睡觉 回想一下 上次跟小鹏他们聚餐 还是在开学那会呢 嗯 现在都知道他忙着照顾孩子 吃饭也都不带他了 今儿这么冷的天 林峰林姆没知一声就来了 爸妈 我晚上准备了火锅 别走了 一起吃 先不说火锅的事 这不是天冷了吗 我用今年的新棉花 给你们弹了几床被褥 盖着暖和 一共四床 两条盖的 两条铺的 林峰也拿出一条羊毛毯过来 这东西 跟市面上买的不一样 是车一寄来的 今天刚到 正好你们来了 也省我送回去 除此之外 林姆还用棉花 给宝宝们做了小棉挂 还织了两件毛衣 林姆手艺当儿子的 还不知道 虽然有点丑 但是林姆已经尽力了 毕竟她本也不会多少 接孩子 我们跟你一起去 大宝小宝一看见 爷爷奶奶特别开心 四人就在门口 抱着不放手 这几个月不见 长高了不少啊 以后肯定跟你们爸妈一样 大高个儿 冷不冷啊 哟 小手手还挺暖和的 告诉奶奶 有没有想奶奶啊 林峰提醒他们 爸妈 我们回去再说 堵着人家接孩子了 回去路上 林峰又买了一些毛毒等配菜 到家 爷爷奶奶成了 两个小宝贝的跟屁虫 走哪跟哪 哗哗 她在小太阳跟前 尾巴也不摇了 厨房也不进了 小主人也不跟了 现在小太阳才是她的最爱 没有人能阻止她烤火 冷梦韩回到家 爸妈 你们来了 闻着火锅味 冷梦 韩感觉自己都饿了 晚上吃火锅呀 林峰恩一生 本来想去店里吃的 后来想想 索性就在家里吃吧 环境舒服些 冷梦韩想喝红酒 暖暖身子 自己去拿一瓶 顺道问林傅 爸妈 我把那些酒喝着怎么样 林傅喝酒这方面不如老婆 笑呵呵说 好喝 林母笑她 你能喝出好话 你觉得她贵 所以才觉得好喝 林傅反问她 那你觉得好不好喝吗 林母答 好喝 林傅下巴一抬 那不就是了 冷梦韩上次从严氏回来 带了好多瓶好酒 以前他们喝十多块钱 一瓶的白酒 后来林峰给他们打的是 四五十一斤的散酒 再后来 就是两百多一斤的 某品牌的散装白酒 不得不说 味道就是不一样 如今冷梦韩给的那些酒 都是拿出来招待客人喝 鸳鸯火锅 一边是番茄味 一边是牛油微辣 两个孩子吃了一些豆腐 瞎完 鸡翅 就忍不住跑去看电视 被林峰制止 吃完饭才能去看电视 吃完了 大宝把碗一推 从善如流地说 小宝赶紧把碗里的东西吃完 得了允许后才去看电视 饭桌上 大家聊着八卦 提到林峰一直不知道的是 原来他二就生病了 这段时间才好 看父母那口气 以前的事情似乎放下了 林峰没问 也没吱声 他现在是盲人 一天照顾孩子忙得很 哪有功夫走亲房友 洗了碗 林峰去给父母铺床 他们则是给两个孩子洗澡 和小宝聊得可热闹了 大宝估计是中午没睡好 看电视 那回就打盹 洗完澡直接躺下 没五分钟就睡着了 小宝还在跟爷爷奶奶唠嗑 冷梦寒去书房加班 林峰对着花花说 我要关火了 你都在这烤一天了 花花汪汪叫两声 林峰也不管 直接关了 第245章 不想断的林峰 扭头就看见花花的大爪子 扒拉开关 然后小太阳开了 林峰沉默了一下说 成 你开心就好 这个小太阳 有自动断电保护功能 开的时间过长 自动断电 林峰也不担心 又去父母房间陪他们会儿 聊起了家常 我把小娟那孩子 介绍给了小杨 两个人正谈着 不知道有没有结果 你小姨之前 为小杨那事操碎了心 现在又为小月高考的事 焦头烂额 一天天失眠到晚上 两三点 林峰现在也是做父母的 想到以后 自己是不是也有那种焦虑呢 不说小月成绩蛮好的吗 考一本说 问题不大 我也这么劝你小姨来着 她说 等孩子明年分数下来 才是最终敲定的时候 现在的分数都是虚的 说明不了什么 有的孩子超常发挥 有的孩子发挥失常 这谁知道啊 林家父母心态好 加上孩子从小成绩优异 高考对他们来说 不存在压力 他们也不想 把压力传递给孩子 反而每天劝林峰 考不上没关系 360行 总有养活你吃饭的那一行 人生下来 肯定有立足之本在的 退一万步说 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 能养活自己 林峰最后报考了南大 南市唯一一所985大学 这个没办法劝 得小姨自己想开 可不 人活这一辈子 结果早就注定 想那么多 不是伤脑筋吗 无非就两种 考得上和考不上 我们做最坏的打算 大不了复读吗 你看看现在孩子 不说初中 高中 就单单是小学 小朋友都好辛苦的哦 以后大宝小宝在学习这方面 能行就行 不行你也不要给什么压力 为难孩子 我刷视频 人家父母双博士 都是985大学毕业 孩子学习差得一塌糊涂 这谁能想得到 一个个高学历高文凭的 孩子成绩啥也不是 人家孩子都这样 我们孩子就不要为难他们了 林峰知道林母的用意 我知道了妈 林母这不是瞧着 两个小孙孙上幼儿园 想着以后学习路漫漫 得早点劝导儿子 你文化水平比我们高 懂得又多 我和你爸爸有时候爱唠叨 你就简有用的听 没用的左耳进右耳出 人老了 思想跟孩子 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十二脱腮 愁眉不展 半小时后 敲击回车键后 文件终于完成了 伸个懒腰 可以去睡觉了 哇 新棉被睡着好暖和 还能闻见棉花的味 八斤的棉被盖在身上 沉甸甸的暖和 冷梦寒以前是不盖棉被的 觉得太厚实 后来跟林峰在一起后 爱上了棉被 爱上了厚实的感觉 爱上了被窝 有林峰 上午 爷爷奶奶也一起 送两个孙子上幼儿园 爷爷奶奶再见 再见再见 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哦 和同学友好相处 二老又去王府井 找赵菊 林峰回家做饭 我们去看看 你小姨就回去 中午就不过来吃饭了 群里老师at所有人 说学校秋季运动 在本月举办 举办的时间 还没有明确通知 不过班级活动 该准备的 还是要准备 因为要购买活动服装 所有李老师 让家长是否同意孩子们参加 群里一片收到 中午 接两个孩子放学 小宝拿出用橡皮 你做的什么东西 让林峰猜 这是椅子 不是了 它是个动物 动物 啊 这狗狗 不对不对 它很大 超级大 呃 大象 不是 大象太小了 恐龙 爸爸好聪明 猜对了 大宝做的是一个草莓 连草莓上的黑椅子都有 很好猜 不是草莓 是一块西瓜 西瓜 哇 还真的挺像的 哈 还真出人意料呢 吃完饭 林峰就顺嘴提了一句 学校要举办秋季运动会 你们参加吗 大宝 不参加 小宝 参加 都是一口同声 不同的答案 林峰赶紧找不 哦 老师说 每个小朋友都要参加 大宝顿时嘟着嘴 捣咕自己那半块橡皮泥西瓜 没吱声 下午 各位家长在群里成语接龙 全班所有小朋友都参加班上活动 周五 老师让下周给宝宝们 准备五颜六色的卡纸 还要带上剑小剪刀 胶棒 周一有手工课 除此之外 还要准备一盒水彩笔 最好是颜色多一点 下周 宝宝们要开始上美术课了 林峰截图保存 接完孩子就去超市买 卡纸 小剪刀 胶棒 还有水彩笔 爸爸 我想吃薯片 爸爸 我要吃巧克力 林峰蹲在文具区挑选 等一下爸爸买完就带你们去 不能乱跑知道吗 不得不说 现在孩子的门玩具 真的五颜六色 五花八门太有意思了 家里除了打印的A4纸外 好像没有可以给宝宝们画画的纸 买一达素描纸回去造 学校有水彩笔 家里肯定也要背一盒 买四盒 嗯 家里也要准备橡皮泥 不能只学校有 家里也要有 两个孩子对学习用品没一点兴趣 要去买零食 买玩具 在一旁急得直催 好了好了 走走走 巧克力 小面包 来 走时 林峰左手提着文具 右手提着零食 口袋上还吊着两个孩子 不许乱跑 跟请爸爸知道吗 两个孩子人手一瓶奶 乖巧地硬着 回到家 林峰第一件事 就是整理零食 把东西放孩子们拿不到的柜子上面 接着就是把文具分类 贴上两个孩子的名字 这是大宝你的 这是小宝你的 这些不能动 明天你们要拿到学校 交给李老师的 好了 爸爸现在去做饭 你们自己玩 有好愉快的玩耍 知道吗 林峰细心道 每根彩笔 每个橡皮泥条上 都贴了他们的名字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他可不想一会去断案 第246章 见好兄弟女朋友 做饭中途 两个孩子轮番轰炸 嘴里不停地喊着 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 你猜猜这是什么 爸爸 我画的好看吗 爸爸 这个是什么颜色 爸爸 你帮我剪一下可以吗 林峰做好饭了 去洗手手吃饭了 快点哦 洗手盆跟前 放着一个小矮凳 这是专门为宝宝们准备的 踩着小矮凳 就能自己洗手手了 姐姐你快点 我要吃饭饭 嘟嘟饿 我好了啊 你去洗手手吧 林峰盛饭时候 拼一眼客厅 眼前一黑 直呼好家伙 到处都是素描纸 彩笔 还有橡皮泥等东西 都没地下脚了 而且 身上到处被涂得五颜六色 花花浑然不知 咬着喂饱 咬着狗盆 要吃肉肉 今天炖的大骨海带 林峰还特意把大骨一分为二 就是想把里面的宝贝 给宝宝们吃 拿去吃吧 别把骨头放沙发上哦 两个小家伙洗完手 林峰来检查 看到上面全是彩笔痕迹 又带他们去洗了一遍 好了 开散散 吃完爸爸和你们一起画画 你也想皮泥 两个孩子一听 特别开心 餐桌下 花花费劲啃着大骨 餐桌上 两个孩子吃着八骨肉 香滋滋的 直夸爸爸做的好吃 这是大宝的 这是小宝的 都给我喝点汤 吃点海带 林峰给宝宝们做的一日三餐 真的是变着花样来 就想着让他们多吃点 不知道做什么时 就去网上看美食 UP主的视频学习学习 林峰选的都是厚海带 带海带把的 嚼起来有口感 两个孩子在吃方面 还是很乖的 林峰做什么 就吃什么 可是在外面 大宝可挑食了 吃完饭 林峰把碗筷放洗碗机里 厨房简单收拾后 出去陪宝宝们 爸爸 这个是你 这个是妈妈 哇 那花花泥 还有你和姐姐呢 我还没话呢 右边 大宝正在搓面条 奶升奶气温 爸爸 你要吃什么面面 还能点菜 我要吃牛肉面 那你等一下哦 一会就好 冷梦寒回来时 林峰已经吃了一碗粥 两碗面条 吃了两盘菜 画了三幅画 林峰起身 赶紧扶着老婆坐下来 老婆 你先陪孩子们 我去给你热饭 冷梦 寒不明所以 好 不到十分钟 他就问 老公 饭好了吗 我想吃饭了 好了好了 过来吃吧 就看见冷梦寒猛然站起来 你们自己玩 妈妈去吃饭了 林峰见老婆这表情 有点哭笑不得 刚想问怎么了 就看见老婆脸上 全是彩笔的彩笔画 额头上 赫然画着一个小乌龟 左右脸颊太抽象了 完全看不懂 画的是什么 他们说 妈妈太漂亮了 想让我更漂亮一些 要不先去洗一洗吧 一会不知道能不能洗干净 你买的是可以谁洗的 好 呃 我先吃饭 林峰本来想坐下来陪陪老婆 跟老婆聊一聊 哪知 两个孩子牵着他又坐下来 拿的水彩笔 也要给他脸上涂鸦 爸爸别动 不然就不好看了 我画这边 你画那边 呵 分工还挺明确 林峰笑着说 那一会 爸爸就要看看 你们谁画的最好看 他享受一般的躺在沙发上 任由两个孩子 在自己脸上创作 爸爸 爸爸 起来了 林峰一个机灵 哎呀 爸爸睡着了呀 快拿镜子 让爸爸看看成果 照镜子一看 自己早已经面目全非 就连嘴唇一半是红的 一半是紫色的 不错不错 很有创意 不过很可惜 爸爸最后要把这些洗掉 以后 你们就在纸上画吧 这样可以把好看的存起来 你们说好不好 两个孩子大声回答 好 林峰给孩子们洗完澡出来 发现冷梦寒已经把客厅收拾好了 老婆 你上课也辛苦了 以后这些留给我来做 我才不辛苦 辛苦的是你 带孩子可比上班辛苦多了 这点他是知道的 两个孩子可不比以前 大人要花更多的精力 来陪伴教育 妈说 照顾不过来的话 可以找个阿姨 还好 我现在没问题照顾得过来 阿姨暂时还用不着 林峰说起另一件事 小鹏明天请吃饭 女朋友也带着 看你上午有时间 还是下午有时间 冷梦寒说 那晚上吃吧 狗老师叫了吗 狗老师才是没人 那姑娘是狗老师亲戚家的侄女 跟他也沾亲带故的 狗老师今年就退休了 准备退休后去做指教 林峰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都是小鹏在安排 应该请了吧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虽然这么说 林峰还是打电话问了一下 人请了 但是狗老师不来 说他们结婚的时候 来吃喜酒就成 冷梦寒不意外 四早就料到了 吃饭的地点 就在火锅店里 说不是请吧 小鹏还给钱呢 说请吧 又在自己店里招待 四星级饭店 他们也不是不可以啊 林峰夫妇来得最晚 为了方便大饱小饱玩 位置就靠游玩区这边 火锅店有八平米的 儿童游玩区 有滑滑梯 有鞦韆 有轮帆波的 凹凸曼动画片 主打的就是哄孩子 让大人们 能吃个清静的饭 大饱小饱吃了饭过来的 两个小家伙 一来就去看动画片了 来的人有少官 赵阳 小鹏和他女朋友 林峰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之前见的 都是小鹏发的照片 颜值还不错吧 微胖 画着淡妆 跟照片还是有些出入的 毕竟照片有美颜 就这些人 还是其他人没到 就我们几个 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风哥 这位是嫂子 这位大家都知道吧 我的女朋友蒲林 林峰礼帽打招呼 你好 蒲林笑 风哥好 嫂子好 冷梦寒拿出自己的见面礼 这个送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蒲林又惊又喜结果 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看 谢谢嫂子 第247章 找林峰帮忙 秋冬火锅店最受欢迎 林峰家的羊肉火锅 也是一绝 几个人围坐在一起 聊开了 蒲林人也没那么拒谨 她性格偏文静 今天第一次接触 感觉人还是不错 蛮好相处的 林峰先前对她的了解 都是从小鹏那儿听说的 这边通区 小朋友坐在一起 看凹凸曼 还是相处得很愉快 突然 小宝急匆匆地过来 鞋子也没穿 爸爸 爸爸 拉臭臭 拉臭臭 林峰反应很快 放下筷子 抱起儿子 就去洗手间 里面都有人 父子二人都急得满头大汗 最后还是林峰找个垃圾桶 儿子 爸爸抱着你 小宝的脸色很难看 他哇一声就哭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林峰歪着脑袋一看 安慰儿子 没关系 没关系 爸爸给你收拾就好了 你站在这里别走 爸爸去拿裤裤哦 小宝撅着小屁屁 小脸上带着泪水 眼巴巴看着爸爸离去的背影 爸爸 你要快点来哦 要快点哦 好 爸爸保证快点 林峰拿起背包 匆匆就走了 不用问就知道拉裤兜里了 脱掉小宝的鞋袜 慢慢地脱掉裤子 林峰真的是把十把尿的 把孩子带这么大 所以习惯了 反倒是小宝自己 被臭得一脸嫌弃 好臭哦 宝宝是臭宝宝了 爸爸 你不觉得臭吗 爸爸 为什么爸爸这么臭 爸爸好臭臭 快洗屁屁 太臭了 林峰有些哭笑不得 你自己的爸爸都嫌臭啊 小宝双手抱着羽绒服 房车掉下来遮挡屁屁 林峰正在接水给他清洗 爸爸 水好冷 坚持一下 这里没有热水 南侧门外传来冷梦寒的声音 老公 你们收拾完了吗 林峰牵着小宝出来 老婆 你带小宝去玩吧 我这边把裤子洗了 厕所 有个洗顿布的池子 林峰一阵忙活后 终于把那条裤子洗完了 晾晒在火锅店外面 一会回家再收 回去后 发现自己小碗里放了不少吃的 都是冷梦寒假的 小鹏打趣 风哥 嫂子可真想你 生怕你少吃几口 林峰笑 他不想我 想谁 吃完回家 赵阳打来电话 有些醉嗡之 亦不在酒 都是兄弟 杨哥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林峰猜测 应该不是借钱 估计是别的事 这件事 本来今天想当面跟你说 少官和小鹏 再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所以 没事 你说 我能办到 尽量 那个 小鹏不是在镇上的医院 当护士吗 你看有没有关系 把人调到市里来 这是他提出来的 还是你提出来的 那头的赵阳赶紧解释 是我提出来的 我妈说 这样像异地恋 触对象 还是近距离好培养感情 林峰问 你跟小鹏相处有段时间了 感觉怎样 赵阳想了想 还不错 何一是知根知底的相亲 我妈觉得不错 我看着也好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两个最后是要结婚的 就看她 对我倒怎么个想法 林峰问 那你问了吗 赵阳想了想说 她觉得我不错 她是能干 是个能过日子的 要和我再相处相处 林峰知道 为什么赵局母子二人 有些着急了 成 我想想办法 但是你知道我的 大学毕业就在家带孩子 人脉没多少 我知道的 没路子就算了 又说了一些别的 林峰开始犯难了 直接借钱 自己倒是有 可路子 自己除了认识师叔 也不认识别人了 林峰想了想 给车衣打电话过去 车衣如今一门心思 扑在火锅店里 还给自己取名 车 扭护路 东山再起 小峰啊 找我什么事 那个车衣啊 就是 就是想找你帮个忙 哦 什么忙 车衣还挺好奇的 什么是电话到自己这了 林峰也没抱什么希望 车衣想了想 也没给确定的回复 这样吧 明天我给你回复 那先谢谢车衣了 这么见外座什么 都是一家人 这件事车衣 还没找丈夫 找的是他儿子 一问得知自己一位师兄 在南市某医院 是个医师主任 一个电话的事 成 明天别忘了打电话呀 不成我就让你爸想办法 多大的事 你还不相信我 相信相信 我儿子是最棒的 成了吧 能敷衍的再明显一点吗 我主要是担心 你把这件事忙完了 没别的意思 成 我现在就打电话好吧 这样我肯定不会忘 这个点打电话 人家休息了怎么办 你别忘了呀 成 我一会回电话 五分钟后 电话打过来 搞定 让他尽快去报道吧 医院是南市五一医院啊 骨科曹主任 要不你也把他联系方式 发给我吧 不用 直接去找我师兄就成了 这是人家的私人号码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给小枫打电话去了 林峰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结果 对车衣十分感激 我是你干妈 你是我爸的儿子 说这些太见外了 林峰转头给赵阳打过去 那边说请吃饭 不用 回头你们结婚 我多喝几杯喜酒就成了 冷梦寒得知后说 赵阳三十多了 再不抓紧 真有点来不及了 林峰说 一个在城里 一个在镇上 小一怕夜长梦多 赵局打着哈欠 想了想说 这样吧 你明天打电话 跟小娟说一下 离职后 你就开车去接她 住宿的事情 你就别安排 都听人家小娟的 看租房 住宿社 还是同居 第249章 别人感情的事 林峰和赵阳的关系 也是在和冷梦寒婚后 开始逐渐热络 但是之前二人的关系 还曾无话不谈过 那时 自己曾有段时间 暂住在小姨家 和赵阳睡一个被窝 关系很好 什么都聊 后来赵阳工作不如意 加上赵局夫妇二人的争吵 以及自己住校 二人 这才渐行渐远 那个时候 我特别想吃螃蟹 杨哥带着我 去了一家海鲜超市 隔肉给我买了三只 我住校有个月 他听小姨说 我们家经济紧张 给我拿了500块钱 虽然后来还给他了 但是这份情谊 也要对人家好 周日 天气很不错 凌峰带着宝宝们 去小公园挖沙子 带着小铲子 小桶 父子三人埋头干活 大宝七成宝 凌峰负责买宝藏 小宝负责挖宝藏 三个人各有各的活 这个沙子并不是真的沙子 具体是什么做的 凌峰也不知道 白色的晶体状 两个孩子还特意穿了雨靴 凌峰也穿了一双高帮鞋 玩了一上午 凌峰带孩子们回家 爸爸 下午还要来玩 可以 我们吃完饭 午睡一会就来玩 哪知中午赵局突然说请吃饭 就在王府井 凌峰有些纳闷 等到了才知道 原来是赵阳把凌峻给带市里来了 不得不说的动作可真快 以前凌峰在乡下上学那会 对凌峻还是有印象的 蛮懂事听话的姑娘 长得也蛮漂亮的 现在看变化是有的 是不是成天看冷梦寒这种爵士美女 凌峰觉得 外面那些美女也就一般般 跟他老婆相比 真的是差远了 凌峰来时 菜都准备好了 两个宝宝暂时就吃云吞 来来来 吃饭吃饭 赵局勒开了花 除了鱼 别的菜都是小杨做的 肯定没你手艺好 凌峰笑 杨哥现在是大厨 吃到中途 凌峰问他们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我带小娟去医院报道 然后找住的地方 凌峰呕了一声 没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 男士五一医院 肯定没中心医院那么出名 但也是很多病人的选择 医院含金量很高的 饭桌上 凌峰跟凌峰聊了几句 就点到为止 已经很久很久没联系的人 在聊下 纯属于尬聊 吃完饭 回家哄孩子睡觉 赵阳则是带着凌峰 去医院找骨科曹主任 一切都很顺利 对方让他安顿好 在三天之内 去护士长他报道 至于医院的住宿 那别想了 没位置 赵阳环顾一下 看看附近有没有出租的地方吧 凌峰N一声 他来时跟他妈打过电话 小娟妈警告女儿 还没确定两个人结婚 整个村子都知道他们在处对象 所以这件事 希望女儿能慎重考虑 两个人跑了一下午 终于租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 贵室贵了点 凌峰拒绝赵阳的好意 自己给的钱 这里上班走路要走20分钟 早上还好 下夜班就不太安全 最后 二人又去买了一辆电动车 接着又买了一些日用品 到晚饭9点过 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你休息吧 我走了 嗯 今天辛苦了 谢谢 不用谢谢 你早点休息 赵阳心情有些烦躁 想找个人聊一聊 正好凌峰发消息过来 问他在哪 去哪 楼下 杨哥来了 啊 他来做什么 不知道 听着心情不好 赵阳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他发现自己和凌峻相处一天下来 好像并不适合 大概是性格方面吧 我和他总是意见不一样 比如我看中是烧水容量大 是个品牌皮饰的那款 他看中的 则是容量小的一个杂牌 烧一杯水就够了 要那个干啥 还有别的东西 一点都不朝经济实用这方面考虑 就想着 怎么好看怎么来 凌峰安静听着 赵阳叹口气 今天下午 一直陪他买东西 头疼了一下午 凌峰反问 那你想怎样 分手吗 这句话把赵阳问住了 一时间没支声 如果自己分手 赵局第一个饶不了他 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没有姑娘再任他挑选 凌峻各方面的条件 陪他是绰绰有余的 人家年轻 漂亮 是护士 也不乏有追求者 如果错过凌峻 他找不到比他更好的 就这么简单 赵阳自己呢 什么爱情啊 自己压根从不敢想 就想着找个合适的姑娘 一起过日子 能聊得来 三观和就更好了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人家比你小好几岁 又是女孩子 喜欢漂亮的东西 很正常啊 你今天才跟人家接触第一天 就早早下定义 太草率了 你们多接触接触 再看看 不合适就分开 合适就在一起 感情这种事 凌峰最不会劝 之前有兄弟说 自己女朋友扎女 各种吐槽 各种发誓等等 最后呢 人家一个电话 屁颠屁颠就凑上去 完全把那些话当放屁 自己和前女友江家涵 人人艳羡吧 男的帅 女的漂亮 只有自己知道 这段感情并不开心 再看看自己 和冷梦涵最开始那回 所有人都不看好 现在不还是走过来了吗 彼此都在改变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为了对方 感情这种事 是很难说的轻 能在一起 就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 就不在一起 赵阳被凌峰劝导后 也知道自己今天的想法不对 可能是他跟网上相差太大了吧 今天才是他们第三次见面 之前都是偶尔视频什么的 但是聊的不多 慢慢来 多接触接触 说不定人家今天跟你相处后 觉得你这个人也不行了 赵阳吓了一跳 凌峰赶紧又说 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 说不定人家觉得 你实在 会过日子呢 赵阳微微松口气 第250章 对付大宝的 只有小宝 赵阳和凌峻二人相处的怎样 凌峰并没去八卦 注意力全在学校举办的 秋季运动会上 这次小六班全体参演 表演一个叫 小小少年郎的舞蹈 老师把舞蹈视频发在群里 ad所有家长有时间的话 可以教一下宝宝们 同时 老师发来一段排练视频 可以说 跟视频里的舞蹈 毫不相干 宝宝们完全不听指挥 就只知道完 显得老师孤零零又无助 凌峰从视频看到自家的两个子 一分多钟的视频里 小宝跟前后左右的小朋友聊个遍 再看大宝 蹲下来拔草 四处张望 偶尔小脸眉头紧皱 偶尔看老师跳舞 不知道笑什么 班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 会短暂的跟老师一起做 然后 老师说 这是排练一周的效果 凌峰拿着视频 自己开始先学会了再说 在客厅里一边学一边跳 沙发上的两个宝 还时不时笑他像鸭子 动作很简单 凌峰学两遍就会了 拍拍手 让宝宝们来跟自己一起跳 小宝拒绝得明明白白 爸爸 我不要当小鸭鸭 我要当恐龙 大宝连个理由都没有 不要跳 说完 身体一歪就躺在沙发上 一条短乎乎的小腿 落在沙发上外晃荡着 凌峰现在对大宝这孩子 了解的八 九不离十 总结一点 不爱运动 凌峰跟儿子解释 这就是恐龙 小恐龙 所以看着像鸭子 小宝拒绝得干脆 不要 凌峰沉默了一下 表示明白了 爸爸知道了 其实是你们学不会吧 我还跟你们李老师说 我们家宝宝最聪明 学得最快的 李老师不相信 说我们家宝宝 有这么厉害吗 我说 我们家宝宝是最棒的 哪个小朋友 大宝受得了刺激 小宝哒哒哒过来 拍着自己的胸口保证 宝宝学得最快 凌峰一脸怀疑 真的吗 我不信 小宝急了 迫切地想证明自己 真大 凌峰给他竖大拇指 好 我们一起加油 大宝晃荡着小腿 无动于衷 能刺激大宝 不是凌峰 而是小宝 姐姐肯定没有小宝棒 跳得不好 小宝是最棒的 看见大宝躺着 小宝开始挑衅 小宝一挑衅 大宝就发功 大宝坐起身 下巴一台 乃凶乃凶地说 我跳得好 小宝不信 那我们比赛 大宝爽快答应 好呀 凌峰默默给儿子点个赞 能对付大宝的 家里也只有小宝 两个孩子很聪明 用心学了两遍就会了 凌峰由衷地夸奖 两个孩子聪明 特别自豪地说 哇 宝宝们 你们太厉害了 爸爸学了好多遍才学会 你们这么快就学会了耶 才两岁的孩子 听到夸奖 当然是笑得特别开心哦 冷梦寒回来 两个孩子献宝的似的 表演给妈妈看 冷梦寒也看了群里发的视频 再看看儿子今天的成就 给老公点赞 对两个孩子自然是 一通吹彩虹屁输出 第二天 接宝宝们放学回家 两人的小脸蛋上 都贴着小红花 二人特别骄傲地说 因为今天跳舞表现得好 李老师奖励的 李老师还让我们站在最前面 他们都学我 凌峰也笑眯眯地说 爸爸知道啊 今天老师在群里说 你们跳得特别好 爸爸特别开心 为你们骄傲 说完还把群里李老师的语音 发给他们听 林爸爸 紫月和紫星两个小朋友 今天跳得特别好 哇 两个孩子跳得很不错了 我儿子跳得跟鸭子似的 两个宝贝好棒 我家闺女一脸 我是谁 我在哪儿的表情呢 家长们在群里各种夸奖 两个小宝贝 听得那叫个开心 回到家 冷梦寒又是一番夸奖 嘿 今天林峰不用说 两个宝宝就自己跟着视频跳起来 爸爸妈妈也一起跳 我们四个人一起 夫妇二人 也跟在孩子身后 有模有样的跳起来 秋季的天气反反复复 李老师at群里所有人后 接下来全是一片收到 各位家长们 以后在群里不用回收到 会影响别的家长阅览信息 有时候会错过一些重要消息 我们从今天开始 各位家长看到消息不用回复哈 也不用耽误家长们的时间 这时 有个家长回复 收到 但又很快撤销回去 还跟家长们说两件事 教室里有饮水机 不用单独给宝宝们准备水杯 大多数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喝的 而且拿着泪 我们老师会给宝宝们喝水的 家长们放心 不会渴着孩子们 班上有不舒服 带小宝贝们 家长们一定要跟老师说清楚 怎么用要 否则老师是不会喂的 最后 这段时间昼夜温差大 给宝宝做好保暖 以防感冒 这次 没有一个家长回复收到 林峰家的两个孩子 喝了系统奖励的营养液 体质很好 也没有被其他小朋友传染 正说系统呢 系统这个机器就到了 检测宿主宝宝已经上学 系统开启育儿计划 奖励宿主现金20W 宝宝们已到育儿阶段 奖励特殊营养液 新号2 注意 可提升体质 提高记忆力 育儿计划启动已启动 幼儿奶爸称呼 已更改新手育儿奶爸 恭喜宿主获得新手育儿奶爸 可获得一次抽奖技能 抽奖池更新中 5% 10% 15% 按照这个速度 抽奖池应该很快 当看到卡到95% 林峰已经习以为常了 当他刚才的话 什么都没说吧 知道了 好像要争口气 给林峰看看 只听丁的一声 新的抽奖池开了 第251章 林峰承认自己格局小了 奖品池更新完毕 已刷新 奖品有 再来一次 谢谢参与 系统的一次称赞 八痕修复高药配方 写字楼一层 奖品有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好运连连抽奖 运气提升200%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奖品有 男性永久不脱发营养业一支 谢谢参与 再来一次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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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品有 儿童营养业新号2 私人游艇一搜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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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品有 翻两倍 翻三倍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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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宾馆 谢谢参与 奖品有 爱气保养护理一次 半山腰独立私人别墅移动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系统滚动播放了好几次 可谓是满屏的 谢谢参与 但是细看 这次的奖励还是很大 单单是半山腰独栋别墅 就身价半个亿 男士 最出名的别墅区 就是在半山腰 这里能看日出日落 国际设计大师亲手设计 为数不多 价格动辄几千万 林峰听新闻说过 国际知名导演 在这里就有一套 某富豪在这里也有一套 除此之外 有写字楼 有宾馆 私人游艇 能看出来 系统的奖励池 伴随着宝宝们的长大 奖励也逐步开始提升 林峰看到翻两倍 翻三倍 只有两次奖励 运气提升也只有一次 再来一次两个 林峰还看到了熟悉的男性 永久不脱发营养业一支 又出现在这里 嗯 这些宝贝都好想要 但是中奖率不高 请问宿主 是否选择抽奖 林峰想了想 是 就看见一个大转盘 开始启动 怎么说呢 自己现在也算是一时不愁 自己孩子长大 也能啃老的地步 可看到这些东西 他还是会有贪心 还是想要啊 恭喜宿主 获得一家宾馆 相关文件合同 已放进系统包裹中 注意查收 首次抽奖运气不错哦 接下来请宿主加油哦 用冰冷的语气卖萌 一点都不萌好吧 林峰激动说 耶 第一次抽奖没有轮空 真的是太棒了 冷梦寒这边洗完澡出来 愣了一下 老公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笑什么 林峰半真半假说 我中彩票了呀 冷梦寒笑 真的假的 林峰没有再多说 有空吗 我们的婚礼还有的忙 冷梦寒其实不想办婚礼 之前圈子里就有人办过 折腾的再也不想办了 最后二婚也只是领证 两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顿饭 可看林峰这么热衷 他这话哪能说出口啊 酒店林峰 想选男士一家五星级 明天有空去看看 了解一下情况 睡前 林峰突然还想到另一件事 明天自己要去看宾馆来着 林峰住过宾馆 那种条件还行 一天几十块钱 空调遥控器 还要找老板 林峰以为 系统奖励的是这种宾馆 结果看地址 怎么在商业街附近呢 回忆一下 那边商业街也没什么宾馆啊 当林峰看到建筑面积 一千五百多平米 房间二十八个时 就觉得自己格局小了 商业街一共十五楼 这个宾馆占据了一整层 位居九楼 现在处于停业状态 林峰在相关平台查了一下 没查到信息 好像一切痕迹都被系统抹去 就等着他接手 大厅很大 绿植都长得很好 前天空着 房间都不错 宾客就安排在这里吧 看时间差不多了 林峰又风风火火 去接两个孩子去了 路上给大海打电话 大海这段时间 亲力亲为给小鹏装修 接到林峰的电话 有些意外 开心问 林峰兄弟 找我啥事吩咐 林峰问 下午有空吗 大海笑呵呵说 你找我 随时都有空啊 只要我在南市 随早随到那种 下午 林峰送完孩子上学后去宾馆 大海正在外面抽烟 四处张望着 我接手了一家宾馆 你给我看看 那些需要重装的 今年我结婚要用 没问题 我做事你放心 大海进到大厅 张望了一下说 这环境不错呀 这才装没几年吧 林峰不知道 你给我看看吧 自己装修这块是门外汉 给着专业的人过来 果然大海马上 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马桶该换了 这个花洒 也需要重新买 这墙直起皮了 看你要重新贴 还是修补 逛了一圈下来 大海笑着说 都是一些小问题 修修补补补就成了 林峰点点头 得那这件事 就拜托海哥你了 大海笑 说这话都太见外了 是你给我活干的 本小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什么消防 水电这些 我找专业人来检查 这些我也是一只半解 回头我弄一份清单出来给你 林峰问 我结婚那会 能弄好吧 大海表示 能不会耽误你结婚的 这个是办完了 可还有别的事 这人哪招 得找有经验的才行 不过不着急 还有几个月 人可以慢慢找 眼下幼儿园秋季运动会即将开始 孩子们的表演服 已经发下来了 是一套黄红相间的衣服 质量还不错 穿的时候 只能套在衣服外面 林峰拿到手第一件事 就把衣服洗干净 这衣服在班上一位家长买的 他一分没正 进货单和转账 都发群里了 可以说很良心的价格了 其他家长纷纷表示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哪能让同学家长一分不正啊 明天周五 上午秋季运动会 下午放假 学校要求家长一起参加 尽量是年轻父母来参加 因为有亲子活动 所以这次一家四口来到学校 李老师在教室门口 带着小蜜蜂说 家长们坐在宝宝们的位置上 抱着宝宝 几乎所有的家长 都把表演穿在日常服外面 只有个别家长穿在里面 生活老师又来给宝宝换 夫妇二人发现 大宝二宝之前是坐在一起的 现在是分开坐的 第252章 猜错孙子了 林峰抱着女儿 身边是年轻妈妈抱着他儿子 二人礼貌打声招呼 另一边 在妈妈怀里的小宝 一刻都不清闲 是班里另两位家长 有化妆基础 无偿提供化妆服务 这样他们搬上化妆费 和老师费的钱 就这么省了 一个家长负责图分底液 另一位家长负责化 另一位老师负责小脸上贴化 红艳艳的口红 飞红的小脸蛋 五颜六色的眼影 黑色的眉毛 小朋友啊 体现的就是精神和喜庆 林峰仿佛看到小时候的自己 好像这么多年 这妆容从未改变 也从未超越 家长们也不闲着 带着宝宝们的小椅子 去操场集合 他们就在一楼 出门就看到 李老师举着小六班的牌子 冲他们喊 小六班在这里 在这里 十个人一排 家长们随便坐 冷梦韩夫妇坐在一起 他不由地吐槽起儿子 老公 你都不知道 小宝他有多能说 从进教室嘴就没有停过 一直爸爸的 接着又小声跟林峰说 语气那叫个哭笑不得 小宝同舟的妈妈还谢谢我 说他们家孩子在外 在家里都不怎么说话 去医院检查说 有自闭的可能 还有待观察 如果持续下去 肯定会得自闭症 后来 他家孩子跟小宝坐在一起后 人变得开朗了 现在还知道说一两句 就 就怎么说呢 夫妻完全没想到啊 林峰笑着说 这也是好事啊 话多就话多吧 有助于语言发育 这句话说得对 正因为小宝话多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远超同龄人 事情吗 有理有必 其他班上的家长 也陆陆续续来操场上坐着 这个时候才九点 阳光透过云层落在的操场上 嗯 今天天气不错 很快 小六班的宝宝们 化完妆出来了 坐在家长的怀中 妈妈 亲亲 小宝堵着红烟烟的嘴凑过来 冷梦寒往后仰 赶紧制止 儿子 亲了口红 没了就不好看 小宝果然停下来 歪着脑袋问 妈妈 我好看吗 自家的孩子 怎么都是可爱漂亮的 好看 今天特别好看 那拍照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发过去 一旁的大宝提醒 还要给小姨发过去 一家四口拍一张 又给两个小家伙 谁最美 我好看吗 好看吗 我好看吗 我最好看不 回馈的语音陆续上线 都是各种夸 哎呀 这么可爱的小宝贝 是谁家的呀 哎呦 是我们家的呀 可爱 你们都好看 让爸爸妈妈录视频哦 外公要看 可爱可爱 超级可爱 无敌可爱 只有小双的语音 笑得不行 哈哈 太可爱了 这桩怎么这么可爱 哈哈哈哈 太有年代感了 小孩子嘛 哪里听得出来几个意思 小宝也跟着笑 两只鹅就在群里你笑我笑 也是没谁了 台上开始布置 到了九点半 学校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 按照班级顺序入场 小六班方队 正向林峰夫妇这边走来 嘴里喊着 什么冷梦含听不清楚 老公 他们喊得的什么 六班六班 非同一班 哦 为首举棋的 竟然是大宝 身边是李老师 大宝小脸没多少表情 举着班牌在李老师的带领下 在指定位置站好 接着是小七班 小八班 中班 大班 最后 园长站在台上讲话 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 台上 两位颜值高的老师抱幕 接下来 有请中三班小朋友 为我们表演舞蹈 太阳下的向日葵 请小二班做好准备 夫妇二人抱着孩子 看得津津有味 其中小五班表演的穿衣服 其中有个孩子穿不好 直接找老师帮忙 小朋友一个个可可爱爱的 多少人喜欢啊 李老师过来说 下下个就是我们了 小宝贝们 我去去集合 终于 等到小六班上场 夫妇二人 以及其他家长 都不约而同地 拿起手机开始录像 领跳的是大宝 小宝 以及欣欣小可爱 一旁李老师 陪着孩子们一起跳 孩子们不是他 就是看领跳的三个人 刚开始 大家还有母有样的 后面就各跳各的 有的完全忘了动作 站在那无措的 朝家长这边看过来 总体来说 宝宝们表现的都还不错 林峰夫妇将视频 发送到群里 家里的长辈一阵猛夸 林副指着其中一个孩子 跟领母说 哈哈 小宝真可爱 林母古怪地看她一眼 那个 你要不要再好好看看 林副不明所以 怎么了 我看得很清楚啊 林母眯着眼 你觉得这个是小宝 林副凑近一看 怀疑问 难道不是吗 林母指着另一个孩子 这个才是小宝 看到没 林副眉头一皱 不是吧 这个不像啊 都化妆了 肯定不像啊 你再好好看看 林副沉默了一下 眉头越皱越紧 你看错人吧 回答她的是 林母极为自信的话 你才看错了呢 最终答案揭晓 林峰在一张 圈起来的照片中 告诉他们 他们都猜错了 林副对她 我怎么会看错呢 明明就 林副学她 刚才自信得意的小样 你才看错了呢 林母无语地看着她 好啊 你不也猜错了吗 林副摇头晃脑说 可我不像你 明明错了 还那么自信 林母腾一下站起来 要去掐她的肉 林副转身就躲 说不过就掐人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林母追 我不讲道理 我就是道理 林副表情夸张地说 爷爷你好八道哟 第253章 一起参加比赛 整个比赛结束后 接下来就是 各个班级的自由活动 操场就这么大 肯定打几 不过也用不了多少场地 首要的是 把小朋友的椅子 家长再搬回去 留下小朋友们 在操场玩耍 有些家长难免心生抱怨 但大多数的家长 都没说什么 毕竟场地有限 也是没办法的事 等他们下来时 小朋友们手上 不是拿着玩具 就是小兰 我们十人一组 宝宝投篮家长街 选出前三名 参加最后的角逐 赢了优奖品 来宝宝们和家长们 排队站好 第一组开始准备 小朋友最喜欢的 就是玩游戏 能跟家长玩游戏 肯定是最开心的 冷梦寒问儿子 如果妈妈说了怎么办 小宝毫不在意说 说了就说了呀 又没什么关系 这么贴心的小宝贝 冷梦寒心里暖暖的 冷梦寒是第三组 林峰和大宝是第四组 都好奇张望前面的比赛 操场上其他地方 有的班级玩别的游戏 看着都好意思 好 赢了的宝宝和家长 站在这边 第三组开始 每个孩子将要扔十个小圈 冷梦寒拿着篮子 紧盯小宝手上的小圈 我接 我再接 我再再接 一顿操作下来 冷梦寒勉强进第三名 优势就是反应快 母子二人 那叫个开心啊 小宝跑到爸爸跟前转圈圈 爸爸 我和妈妈通过了 通过了 就像一只小蜜蜂似的 好 接下来爸爸也要努力了 上场时 林峰告诉大宝 只管往爸爸这边扔 爸爸都会接到的 事实证明 他轻轻松松 没任何压力 就把九个接下来了 另外一个是大宝扔掉脚鞭了 这没办法接 他总不能划铲吧 大宝一脸崇拜地看着爸爸 爸爸 你好厉害 小宝也瞪大眼睛 爸爸像超人 我爸爸好厉害 接得最多 小宝忍不住开始向大家 炫耀自己的爸爸 和林峰站在一起的年轻爸爸笑着说 可以啊 你运动员 林峰摇头 不是 就是反应快一点 李老师笑眯眯说 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比赛 前三名有奖哦 一家都入围了 接下来就看 谁能进前三 即将比赛时 小宝和妈妈商量对策 妈妈 我一会扔高高 你接快一点啊 如果妈妈 接不到怎么办 没关系啊 努力就好了 小宝的心态 一如既往的好 比赛开始 林峰这边很轻松 小宝和冷梦涵这边的战术奏效了 小宝努力地朝天上扔 冷梦涵大高个 加上他反应力 效果拔裙 其他家长都结束了 母子二人 还在一个一个扔 最终 林峰妇女第一名 冷梦涵母子二人第三名 一家占两个名额 把两个孩子给高兴坏了 李老师说 好 玩具等会再发 因为我们 还有一项接力比赛 这个分两队 宝宝家长都要参加哦 哪一队 赢了都有奖品 这次 林峰和大宝在一大组 冷梦涵和小宝在二大组 宝宝和家长对立而战 位置也要相对应 看哪一队先结束 就表示赢了 预备 开始 先大人跑第一棒 接着是宝宝们 然后传给大人 这个游戏简单 一玩就知道了 大家一起喊加油 妈妈加油 加油 爸爸跑快点 跑快点 有的小朋友摔倒了 也不哭 起来继续跑 很坚强 这次 获胜的十二大组 快了两个人 好 现在李老师开始发奖品了 来 爬好队都有啊 奖品是个橡胶的钥匙挂件 都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投篮的前三名 奖励的是三合水彩笔 好了 今天运动会圆满结束了 你们玩得开心吗 家长和小朋友 都一口同声回答 开心 车上林峰问两个孩子 今天玩得开心吗 两个孩子 小脸红扑扑的 开心 开心就对了 到家 林峰做饭 冷梦涵给两个孩子卸妆 小宝不同意 就要顶着妆 大宝把小脸凑过来 妈妈 洗脸脸 冷梦涵用卸妆水 给大宝一阵洗 还给小家伙擦了香香 小宝贝又没美大 小宝坐在沙发上 看凹凸慢 在上面比划着 花花距离他几步远的 瞪大眼睛 仿佛不认识那般 冷梦涵摸摸狗头 是不是不认识了呀 吃午饭时 林峰这样子还没洗脸 也没多说 吃饭吧 吃完饭 午睡时 这小脸怎么说都要洗的 小宝就不 林峰想了想 这样吧 午睡醒来后 爸爸让妈妈再给你画一个一模一样的 本小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样的妆容 随随便便就能画好吧 小宝这才勉强同意了 下午冷梦涵有课 可见孩子们今天玩得这么开心 也想多陪陪他们 老公 这样吧 你们先玩 回头我再去找你们 可以 冷梦涵睡一个小时后 上课去了 两个孩子从一点半睡到三点 叫了好几次都不行 林峰只能使出绝招 你们要睡就睡吧 爸爸自己带花花去公园玩了 要带什么呢 带泡泡机 不错不错 走了 两个孩子一听到动静 顿时就醒了 急得跟什么似的 爸爸 我们醒了 我们醒了 爸爸 宝宝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小样 他就不信 两岁的宝 还治不了 冷梦涵问林峰人在哪 得知他们 才出发沉默了一下 回消息 我还有半个小时下课 你来找我吧 两个孩子得知 要去妈妈工作的地方 都忍不住好奇 妈妈在哪里工作啊 在学校啊 学校 那妈妈是什么 妈妈是老师啊 两个孩子的表情 顿时变得让林峰 不知道怎么形容 尤其是大宝 那表情更是一言难尽 我不要去找妈妈 不要去找妈妈 林峰给大宝解释 妈妈不是教你们 是教别的哥哥姐姐 而且 我们都要出去玩啊 怎么能把妈妈落下呢 妈妈知道会伤心的 第254章 林峰三人出现在学校 大宝因为不想上学 所以不喜欢老师 在得知妈妈就是老师后 小脸依附晴天霹雳的表情 林峰憋着笑安慰女儿 小宝这个捧根 就在旁边添油加醋 不能落下妈妈 妈妈知道会伤心的 去接妈妈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最终大宝不情不愿地上了车 一路来到学校 小脸愣住了 这里好像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像公园呢 林峰想 上次来学校 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拿起背包和推车 将两个小宝贝放推车里 走了 捡妈妈 大学里 一个大学生 带着一对龙凤胎出现 必然引起注意力 大学里 一个长相帅气的大学生 带着一对极为漂亮的龙凤胎 不用说回头率超过200% 学校里 传说中那个男人 带着传说中的那两个孩子 来学校了 林峰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颜值 他推车尽量走人少的道路 哪知道人越来越多 路过的大学生们 频频回头 看看他 看看两个孩子 大宝像个疲惫的大爷 漂亮的小脸上 没多少表情 任由大家打量着 小宝像个活泼有劲的大妈 可爱的小脸满是笑容 还能回应别人的目光 只要看见漂亮的小姐姐 帅气的小哥哥 都要甜甜的喊人家一声 就这 大家不停下来逗一会 小宝贝 你多大了呀 大宝反问对方 你看不出来吗 对方一咽 这小孩子 好像不好惹呢 不好好在没冷场 小宝伸出两根胖乎乎的小手指 漂亮姐姐 我们两岁了 叫自己漂亮姐姐 哪受得住 赶紧翻自己口袋 找出自认为小宝贝们 可以吃的零食 姐姐这里有 有小饼干 还有一生菌 给你 彤彤给你 谢谢漂亮姐姐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爱你哦 等一下哦 我这里还有巧克力 口香糖 有鸡爪 拿去 都拿去吧 漂亮姐姐人真好 这些我可以给爸爸妈妈吃 比心比心 那个快找找看还有没有 这个给你爸爸妈妈 辣条 泡脚味的凤爪 都拿去 两个女生掏空了自己口袋 所有的零食 末了还问一句 够不够呀 不够姐姐再去买 够了 谢谢两位漂亮的小姐姐 爱你们哦 那姐姐能给你拍个照吗 你们太可爱了 可以的呦 大宝虽然就说了一句话 没有任何付出 但是人家漂亮 这些零食也有她的一份 拍照时也有她 两个女生捂着心脏走了 妈爷 大学第一年 跟自己表白的 竟然是个小萌娃 我好想结婚生个这样的孩子 受不了 心脏受不了 想套麻袋带走 以为他们是第一个被萌到 献上自己所有零食的人吗 林峰背包现在鼓鼓囊囊的 西南区有两个超级可爱的萌娃 以及长相非常帅气的 年轻奶爸这件事 很快就传开了 这也就是 为什么林峰越走 人越多 他们虽然洋装自己只是路过 可是眼神都已经出卖了 很快林峰的身份被扒 大家冷吸口气 传说的那个男人 今天终于一睹真容 星号星号 果然长得帅啊 也是 不然怎么能俘获学校那位冰神女神呢 这一路上 大宝小宝像集了两位 截然不同上级 冷梦寒打电话过来 老公 你们是不是在西南那边 林峰愣了一下 是啊 你怎么知道 冷梦寒沉默后说 都传开了 现在好多人组团来看你们 你在原地等我 我还有两分钟到 林峰一看 好家伙 四面八方 不断有人朝这边过来 无语 他们又不是动物园的奇异动物 有必要组团来看吗 他们是不是太闲了 不上课的吗 这时 前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林峰听见 有人叫冷老师 应该是老婆来了 果不其然 冷梦寒手拿包 脚下走得生风 头发都还有节奏感的飘起来 这一路 他走出了大杀四方的气势 脸上没多少表情的他 在看到林峰和两个孩子后 神色才缓和下来 妈妈 妈妈 小宝看见妈妈 顿时坐不住了 起身要妈妈抱抱 冷梦寒弯腰 将儿子抱起来 神色一片温柔 小宝最喜欢和妈妈贴贴 妈妈 我们出去玩 大宝打个漂亮的哈欠 爸爸 出发 林峰一手推车 一手搂着老婆 在周围人羡慕妒忌的眼神中离开 女神的眼神都拉丝了 可惜看的不是我 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从今天开始 你要好好对我的女神啊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他们的颜值都好高啊 我也想生这么漂亮宝宝的 楼上是小姐姐吗 我是个帅哥 我们可以努力一下 生完孩子的女神 更有女神音云味 楼上正解 说明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 如果当初江家涵不和林峰分手 就没他和女神什么事 不知道他现在后不后悔 江家涵 呵呵 他的黑料还少吗 林峰应该感谢他 没他自己也不会这么幸福 其实江家涵还是挺漂亮 他漂亮 你去洗洗眼睛吧 能跟冷女神比 比人品 比家世 还是比长相 江家涵现在是不是在直播啊 之前不是听说他在演戏吗 这都多久的瓜了 他人在娱乐圈已经凉凉了 现在靠直播呢 听说打赏的人不少 我实名羡慕师兄 不知道他能不能将信德传授一二 兄弟 那个只要你长得帅就可以了 别听楼上放屁 人长得个帅固然重要 还要能当何能干啊 妈的 以前不懂 现在秒懂 林峰是毕业后创业的吧 好像创业蛮成功的 你们呢 一群小垃圾 我想知道 就林峰这长相 当初为什么不是笑草 楼上 你小说看多了吧 笑草 我第一个不服 我也不服 我比他还帅 不幸给你们看JPG 妈的 楼上你瞅到我了 RNM赔钱 也瞅到我了 没眼看没眼看 只有我的关注点 在两个孩子身上吗 我们没有女神 没有林峰那样帅的老公 但是我们会有可爱的宝宝啊 在线征婚 私聊 他们家的两个孩子 超有意思的 想生 我也在线征婚 要不单独开个帖 大家一起征婚 那个帖肯定没有这个热度高啊 建一个楼吧 征婚楼 第255章 大宝最关心的问题 车上 冷梦寒坐在副驾驶上 转头看向林峰 突然说 你不知道 刚才有多少小姑娘盯着你看 以后少来 免得我担心 大概是跟林峰独处的时间长了 这张脸已经变得无比熟悉 只觉得老公是帅的 然今天老公一出门 在和其他人衬托下 冷梦寒才猛然惊绝 自己老公拥有年轻学生的外表 30多岁男人的成熟魅力 两者称得他特别帅 这种帅 并不是单单指的是长相 而是一种气质 一种谈吐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他固然对自己颜值自信 可是女人宛如花园里 一朵朵盛开的花朵 争其斗艳 各有骄傲 刚才 那些青春靓丽的大学生们 看林峰的眼神 让他骄傲的同时 生出了几分心慌 这个男人是属于他的 可越想拥有 就越害怕失去 他第一次产生 失去林峰的恐惧 这不能怪我 但老婆你要相信 我的眼里 心里都只有你一个人 那很多年以后呢 到那时 我会已经爱得无法自拔 天天缠着你 不然这么漂亮的老婆 别人拐走了怎么办 都说女人喜欢听甜言蜜语 可以要分人啊 这句话换作别人来说 由你到冷梦寒都要悠了 但是林峰不一样 说得让冷梦 寒心里美滋滋的 夫妻二人 最后选择去王府井的游乐场 这个点小朋友都挺少的 工作人员笑着问大宝 今天下午没有上课啊 大宝摇摇头 放假 小宝生怕对方没听懂 过来解释 今天运动会 下午放假 这么一说 工作人员点头 这样啊 今天运动会好玩吗 小宝就是谁也能落上两句上 好玩 我们得小礼品了 说完 就要妈妈展示钥匙扣 冷梦寒直接把钥匙给他 小宝特开心的 跟工作人员分享 这是妈妈赢的 爸爸赢了水彩笔 哇 那你爸爸妈妈好厉害 嗯嗯 超厉害的 小宝一脸显摆的样子 把其他人都给逗乐了 大概是别的小朋友 今天都在上幼儿园 里面玩耍的人很少 冷梦寒陪着孩子 玩了二十多分钟 感觉比上课还要累 老公 你先陪着孩子们 我去那边坐会休息一下 两个孩子玩累了就喊 夫妇二人带他们去吃云吞 赵局给两个宝宝煮的是虾仁馅 哟 现在自己吃饭越来越棒了 姨婆给你们点赞 两个孩子坐沙发上 有模有样的吃着 林峰在一旁照顾他们 冷梦寒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八卦的心 小宝 赵阳和那个邻军 发展得怎样 赵局笑着说 赵阳跟我说 他们相处得挺好 冷梦寒又问起小月的成绩 赵局想了想说 中等片上 还需要努力 林峰回想林母的话 小宝 你别给小月压力 她已经很努力 高考小月精力就好 你也放宽心 别给自己压力 照顾好小月的一日三餐 有空多宽慰开导她 谈谈心 小月是赵局晚来得子凶险生下来的 所以对这个女儿非常疼爱 到现在上高三了 每天上学放学 还在接送 赵局点点头 说起自己身边亲身发生 就是小月班上的事 小姑娘应该是学习压力大了 成绩下降 严重以为是生病了 没想到得了抑郁症 现在休学 不知道能不能参加明年的高考了 这个结果眼上 赵局连在女儿面前发脾气都不敢 一直温声细语地说话 有了孩子 便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 有了幼儿园 孩子们便感觉时间过得挺慢的 大宝天天盼着周六周日放假 这天 群里李老师发了一个视频 向来话少的大宝 围着他追问 李老师 什么时候放寒假 还要多久啊 李老师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我想放寒假 我今天就想放假 镜头前是李老师无奈的面容 以及大宝的一脸渴望 大宝太想知道这个答案了 根本就没发现 老师正在录视频 别说你想放寒假了 我也想放寒假 那我们一起回家吧 明天不上学 那你去找园长阿姨 只有她同意 我们才能放假 那她怎么才会同意 给她钱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不是园长 大宝嘟着嘴 马上说 我去找园长 吓得李老师直接变脸 哎呀 你别去啊 回头园长 还以为是自己怂恿的呢 最后的画面也只有零 一秒 在这零 一秒中 家长们看见了老师的慌张 群里有人开始说话 紫月小朋友 是个不轻言放弃的孩子 这是多少宝宝们的心声 孩子 这才哪根啊 以后学习的路还长着呢 如果让紫月小朋友知道 幼儿园只是个开始 她会不会哭 李老师服额 抱歉 这个视频本来要发给朋友的 没想到发错群了 等她反应过来 已经无法撤回了 凌峰看到群里的消息 哭笑不得 问老师 李老师 紫月她经常这样吗 李老师 也就每天问几遍吧 要不是自己来得快 这会儿 就在园长办公室门口见 凌峰 让李老师费心了 终于 到了大宝心心念念的周末 周五晚上就念叨着 明天不上课 我要睡好久好久 爸爸不要叫我起床哦 不叫你 你想睡多久 就睡多久 结果 周六 八点过就醒了 不要起来 我还要睡 十分钟后 凌峰给她穿衣服 因为没睡成懒觉 大宝不开心 今天太阳不错 爸爸带你们去河边放风筝 大宝这才再次打起精神来 才九点过 太阳已经穿透大雾 照在大地上 他们哪知道 今天竟会捡到几万块的钱啊 第256章 我们要十惊不昧 T 第257章 大宝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警察叔叔 让女人不要哭了 你应该庆幸 今天确实遇到好心人了 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丢的 女人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等看到桌子上的塑料袋时 才猛然惊醒 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躺着五万的现金 她不可置信的神色转为狂喜 语无伦次的感谢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后退一步 指着凌峰 示意她感谢错人了 你应该感谢这位帅哥 如果不是她十惊不昧 之前你连影子都找不到 女人擦了擦眼泪 这才看清楚 旁边站着的凌峰 又是一番语无伦次的感谢 大宝哒哒哒跑过来说 是宝宝最先发现的 那女人磨磨眼泪 对大宝那是一顿猛话 这时 大家都过来表扬大宝 把小家伙弄得不好意思了 鸣嘴躲在凌峰身后 你不是家人生病 急需用钱吗 快去忙吧 对 快去拿钱看病 才最要紧的 女人要了凌峰的联系方式 说忙完这阵 就感谢凌峰 凌峰倒是不在意 带着大宝小宝 回去找欣欣一家 忽然 凌峰看到有福和薛宝安的身影 在人群中若隐若现 便打电话确认 还真是他 自己没看错 有福长高了不少 人比之前白了些许 脸颊上肉嘟嘟的 今天没上班 明天上 大海这段时间 既要忙小鹏的婚房 还要忙凌峰的宾馆 薛宝安说 昨天晚上去了一趟外定 明天才回来 快中午了 孩子们嚷嚷着饿 欣欣妈妈给她 带了牛奶和面包 凌峰给两个孩子 带了饭饭的 肉末青菜粥 这个肉末是牛肉 闻着可香了 除此之外 凌峰还做了虾仁饺子 两个保温筒 都是两个孩子的 欣欣顿时觉得 自己的面包不香了 眼巴巴的看着 凌峰用保温筒的小碗 给有福和欣欣一人分一些 这些够他们吃的 大人嘛 随便在外面 吃一些甜肚子就好了 吃完饭 四个孩子放风筝 有伴就不用家长陪玩 家长们天南海北的唠嗑 凌峰问他们 有没有做过酒店前台 保洁这些的人 欣欣妈想了想 我回去问问 薪资待遇多少 地址在哪 薪资待遇 凌峰还不知道市面上的价格 地址跟欣欣妈一说 有一项的话 薪资待遇可以打电话聊 只要有能力 工资不是问题 玩累了 孩子们在帐篷里躺着躺着 就躺睡着了 这可不行 会感冒的 亏欣欣妈带了毛毯 可大包小包 以及有福怎么办 我车上有睡袋 还有毛毯 我去拿 凌峰车里没有 但是他背包里有 走时顺带把背包也带走了 前后一共花了五分钟 人就来了 欣欣爸不由地说 你叫程可真快 大包小包有睡袋 有福也要毛毯 四个孩子一下就安置好了 睡到了一个多小时 四个孩子起来继续嗨 晚上 大包小包吃过晚饭 就哈欠连连 等他们睡下 已经快九点了 冷梦寒这才回来 身后跟着乌依双 意不意外 两个宝贝呢 快快现身来迎接小姨 他们今天晚挺了累的 已经睡下了 乌依双一脸失望 没事 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凌峰问冷梦寒 你们吃饭了吗 小双下飞机就喊 我们在外面随便吃了点 乌依双这是第一次来凌峰家别墅 观察一圈 表示很不错 以后靠闺蜜养自己 指日可待啊 乌依双这是精神正好 凌峰把房间收拾出来 他也不去睡 你们睡吧 我玩一会有血 然后就听见TMI的声音 夫妇躺下后 凌峰问乌依双 怎么来难事了 这边有个合作商 他来这里出差几天 不出意外 周一就走 打个哈欠 老公 我困了 就先睡了哈 晚安 凌峰在他耳边悄悄说 老婆 我今天捡了五万的现金 刷冷梦寒 树然睁眼 又惊又喜 真的假的 你别骗我 不骗你 在河边的长椅下面 还会大宝发现的 那钱呢 拿出来我看看哪 从小到大 我还没见过钱呢 凌峰不相信 一脚两脚 一分两分 总会捡到吧 冷梦寒摇头 没有 我可能没有意外之财吧 快让我看看 钱在哪 凌峰被他的小表情 给逗笑了 小时候 老师没教我们吗 做人要实惊不昧 冷梦寒愣了一下 施主找来了 还是你把他交给警察叔叔了 听完凌峰的讲述 冷梦寒点点头 嗯 你这么做是对的 凌峰反问 那你刚才 冷梦寒叹口气 我也只是个 扑扑通通的烦人罢了 不到一分钟 就传来轻微的打憨声 吴依双一晚 就是凌晨两点钟 今天下午 跟合作商见一面 谈一谈相关事项后 没别的事 所以 他早上可以睡个懒觉了 但是 他似乎忘记 这不是他家 这是凌峰家 凌峰家有两个小可爱 小家伙们早早睡下 第二天早早起来 得知小姨来了 两个孩子特开心 昨晚上 小姨家搬到很晚 我们不要去打扰他哦 大宝问 那小姨要什么时候起来啊 凌峰笑 很快吧 冷梦寒吃完早饭上搬去了 凌峰去晾衣服 回来就没见客厅的两个孩子 不用问 肯定去找吴依双了 吴依双迷迷糊糊 听见耳边有人说话 眯眼一看 两个猛宝蹲在床边 就这么看着他 小姨 小姨 太阳晒屁屁了 起床床了 小姨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可以陪我们玩吗 他们说话声音很小 吴依双迷糊糊捧着两颗 脑袋就清 让小姨再睡一会 等小姨起来了 带你们玩哦 说着又睡了过去 两个孩子悄悄下楼 没再打扰 第258章 小姨最最最好了 吴依双起床收拾完自己 下楼就看见两个小可爱 哒哒哒 朝自己跑来 小姨小姨 你起来了 抱抱 小姨小姨 快吃饭饭 我们出去玩 吴依双抱起小宝 心里暗暗心惊 好家伙 这么沉了吗 林峰给吴依双热饭 让两个孩子别缠着小姨 让小姨好好吃饭 吃完饭 才能带你们出去玩 两个孩子特别可爱 虽然安静了 一个个蹲在餐椅上 趴在桌子上 看着他吃饭 吴依双一边吃 一边逗着两个小宝贝 孩子真的是一段时间一个样 小宝能看出 像妈妈多一些 大宝像爸爸多一些 两个孩子还挺聪明 专挑好基因遗传 以后也不知道 便宜了谁家去 小姨小姨 宝宝昨天捡了五万哦 爸爸把钱钱 送到警察叔叔那里去 啥 五万 怎么不自己 吴依双刚要说什么 顿时打住 与妻一转笑呵呵地表示赞同 对大 我们要拾惊不昧 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不是我们的东西不能偷 也不能抢 萌芽阶段的小孩子 要让他们在太阳下茁壮成长啊 小姨表扬你 做得好 回头小姨 给你买玩具 大宝忽然问 小姨 你是老师吗 吴依双愣了一下 就看大宝变成了小苦瓜 妈妈是老师 仿佛在说 她不喜欢老师 可是妈妈是老师 怎么办的纠结模样 吴依双心里发笑 小姨不是老师 小姨是打工仔了 特别穷 特别辛苦 以后你们长大了 要孝顺小姨知道吗 小姨不图别的 有大别墅主 有零花钱 可以全球旅游就成了 说完 还擦一擦不存在的眼泪 下一秒被小宝戳破 小姨 你没眼泪 没哭 吴依双狡辩 小姨吃饭呢 眼泪掉碗里翻饭 就不好吃了 两个小宝贝 信以为真 大宝说 小姨 我长大了 会挣很多钱来孝顺你的 给你买玩具 让你住大房子 吴依双给他竖大拇指 小姨等着你 小宝也跟着说 小姨喜欢看帅哥 我到时候 找好多好多的帅哥给你 吴依双一口饭 差点没喷出来 小姨喜欢看帅哥 谁跟你说的 小宝神色迷茫地说 小姨说的呀 吴依双眼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把心声给孩子们说了 大宝又说 我还要给小姨买很多动物 什么狼啊 什么狗狗的 吴依双心里纳闷 自己不怎么喜欢小动物啊 自从他妈养了一条狗后 自己在家里的地位 一日不如一日 还天天被指丧骂怀呢 忽然 他想到什么 不会说的是什么小奶狗 小狼狗吧 吃完饭 吴依双带着两个小宝贝 去逛商场 看中什么 买 两个孩子也不含糊 平时林峰不让买的玩具 统统买了 结账时 这些玩具都没办法拿走 拆了 我们不要包装盒 三人就在玩具门口外的长椅上 开始拆玩具 吴依双捣鼓着小孩子的玩具 还别说挺有意思的 搞得他都想玩了 林峰上完厕所回来 就看见三人一边玩玩具 一边拆包装盒 中午 吴依双去办事 两个孩子在家里睡午觉 他们超喜欢小姨的 因为小姨对他们特别好的 想要吃什么 想要玩什么 统统给他们买 晚上吃的是火锅 吴依双吃出两家店口味的不同 可都很好吃 吃完饭 吴依双就要飞去严市 明天还有个早会 两个孩子一听不干了 说什么都要吴依双留一晚 小姨小姨 宝宝不想你走 你别走好不好 可把吴依双给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谁能狠心拒绝这两个小可爱呢 吴依双查机票 明天凌晨五点左右有一趟 当下便决定歇一晚 两个孩子听完了的不行 还要跟吴依双一起睡 生怕小姨跑了 晚上三个人躺在一起 吴依双本来想看平板的 控制住自己 改成给宝宝们读绘本 来 你们想让小姨读什么 奥突曼 这个本 这本 吴依双一人分旁白 奥突曼 怪兽等角色 把两个孩子都听入迷了 十一点过 冷梦寒没听见动静 给吴依双发消息 让他们陪着我睡吧 小家伙们太暖和了 吴依双 感觉自己现在特别幸福 跟左拥右抱没什么区别 看着两个孩子肉嘟嘟的小脸蛋 就想狠狠地磨磨一口 三点半 吴依双起床 林峰都把早餐做好了 我送你去机场 不用 我打车过去就成 你睡吧 林峰穿戴整齐 吴依双没办法 那就辛苦你了 车上 吴依双坐在后面 歪着脑袋打瞌睡 车里放着冷梦寒喜欢的轻音乐 本小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谢了 吴依双挥手 看着车子离开 他忽然叹口气 冷梦寒刚开始跟林峰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其实并不看好 带着偏见看对方 这不能怪自己 闺蜜长得太美 又没谈过恋爱 看着一副精明样 内心其实就是个傻白甜 所以担心碰到坏人 可这些年来 林峰的 为人他看在眼里 内心承认自己当初看走眼了 林峰回到家刚躺下 贴过来的冷梦寒嘟囔一声 好冷 林峰往外挪一挪 冷梦寒又贴过来抱着他 小双走了 嗯 走了 估计冷梦寒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吧 第二天上学 两个孩子得知小姨走后 都特别难受 林峰没办法 打吴依双的视频电话 林峰很少跟吴依双联系 更很少打视频电话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结果一看 屏幕是两个小脑袋 小姨 小姨 你在做什么 小姨在上班班 挣钱钱啊 小姨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小姨有空就来看你们好不好呀 简单聊了几句 算是把两个小家伙哄住了 这才嘟着嘴 有点不开心的去上学 林峰这边刚送完两个孩子上学 就接到警察叔叔的电话 那位女士要见你 还带着一面景气感谢你 你来一趟吧 第二百五十九章 送给大宝的感谢信 T 第二百六十章 再也不同 担心脱发了 T 第二百六十一章 家里又添一元 上楼一阵翻箱倒柜 林峰找到了以前宝宝们用的尿垫 和一个放杂物的纸箱子 林峰下楼 看一猫一狗相处的还不错 花花规规矩矩趴在地上 好奇地看着小家伙 纸箱子林峰才出一个半圆 里面放着尿垫 外面放着牛肉和水 小家伙身上毛已经干了 林峰就让他待在小太阳跟前 自己则是带着花花上楼 花花不乐意 一步三回头 可他力气没林峰大 只能跟着 关在卧室 花花也不躺床边了 而是趴在门口 等林峰早上起床做饭时 发现卧室门开着 花花不见了 赶紧下楼去看什么情况 可千万别欺负那只猫啊 事实上 一猫一狗相处的还不错 小猫咪精神很好 和花花正在打闹 否则也很照顾没下嘴 林峰查看一下小猫 不知道几个月大 看着不是很小 身上还有一些伤口 应该是流浪时造成的 猫咪很乖 林峰走哪 就跟在身后喵喵叫 林峰直接把厨房的门关了 以防自己做饭 不小心踩着小家伙 冷梦寒下楼 看到小猫咪又惊又喜 哎呀 我们家来客人了呀 林峰把昨晚上的事 跟老婆一说 冷梦寒问 那现在怎么办 养着吗 之前想着 是不是小区谁家的猫跑出来了 现在看来应该不是 既然来我们家 就是缘分 养着吧 他们会不会打架 我听说猫狗不合 应该不会吧 昨晚上到现在 他们都相处得很愉快 花花有大哥哥的风范 不张嘴 也不伸爪子 那就养着吧 不过 我们得去给他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病什么的 说起这个 林峰就有些后悔 昨晚上没给他们做隔离 一会给花花也检查一下吧 嗯 花花不喜欢去医院 怎么办 冷梦寒显然也想到了 我陪你们一去吧 然后再去学校 也来得及 既然这样 两个孩子今天得早点起床 大宝 小宝 快起床了 我们家来了一个小猫咪哦 一句话 叫醒了两个熟睡的孩子 冷梦寒给他们穿衣服 昨晚上下雨 爸爸在院子里发现他的 是流浪猫猫 一会我们要带他去宠物医院检查 两个小家伙一下楼 果然在客厅看到了小猫咪 冷梦寒禁止孩子去摸 怕下手没轻重 被抓伤怎么办 吃饭 吃完饭 我们要去医院 给猫猫还有花花做检查 本来是不想带孩子们去的 林峰一个人带一猫一狗 完全可以的 后来想了想 还是带宝宝们一起去吧 两个孩子听话 乖乖吃完饭后 就跟着爸爸妈妈 去了宠物医院 猫咪关在箱子里 很乖巧 就安静的喵喵叫了几声 后面的花花 看到车子停在宠物医院 就变得情绪激动 林峰自己将狗子抱起去医院 交给医生护士手上 身后冷梦寒抱着纸箱 还有大宝小宝这两个小尾巴 宠物医院大厅 一边是给猫狗洗澡美容的 一边是接待 以及卖的一些猫狗用品 冷梦寒把纸箱交给医生 这是我们捡的 来做个全身体检 看看能不能打疫苗 两个孩子跟在爸爸妈妈身后 好奇地探出个脑袋 刚才还很温顺的猫咪 面对医生护士时 可凶了 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可当面对林峰时 刚才还凶狠的猫咪 秒变温顺 乃呼呼地叫着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冷梦寒就要急着回学校上课 大厅 父子三人看一只萨摩耶洗澡 狗狗很温顺 笑起来很好看 大宝小宝想买一只 被林峰果断拒绝 花花检查一切都好 林峰索性也让他去洗个澡 于是父子三人 现在就看自家狗洗澡 猫咪那边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身上除了一些打斗伤之外 没什么病 林峰买了去虫药 医生提议给猫猫打疫苗 他看起来小 实际上已经四个多月了 狗狗洗完澡看 猫猫检查结束 一家人终于回家 林峰警告两个孩子 对猫猫温柔一些 千万不能去扯他 抓他弄疼他听见吗 大宝心有余悸地说 不然他会发疯是吗 林峰觉得也可以这样说 买了又猫粮 猫砂 猫砂盆 猫窝等等 我们都说好了 爸爸负责买猫猫的日用品 产猫屎这个工作 就你们两个来做 不然的话 我们不会收养他 既然选择收养 我们就要有责任心 两个孩子还不知道 产屎官是做什么 很快 他们就知道了 小花在猫砂盆里 闻来闻去 然后开始拉臭臭 埋臭臭 父子三人 就在不远处看着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过去产猫屎了 第一次爸爸做示范 以后都是你们自己来 怎么说呢 猫爸爸是真的臭啊 林峰还好 两个孩子臭的小脸都变了 林峰认真叫 两个孩子捂着鼻子穴 才四个月大的小猫咪 能拉多少呢 好了 以后上学的时候产一次 晚上睡觉前产一次 谁早上谁晚上 你们自己分配 最后 大宝早上 小宝晚上 家里有了小奶猫 大宝小宝就成了他的跟屁虫 走哪跟到哪 而他们的身后 还有林峰盯着 就怕两个孩子 不知轻重伤了猫咪 被猫咪抓伤 晚上睡觉前 小宝去给猫咪产巴巴 一直嚷嚷着自己中毒了 林峰给他一个口罩 带着产巴 小宝泪眼汪汪地看着林峰 意思很明白 林峰家长不看 忙别的去了 虽然产得乱七八糟 林峰还要过来收拾摊子 但是孩子只要肯做 比什么都好 第262章 第一次生气教育孩子 林峰有养狗的经验 没养猫的 和大宝小宝一起学习 两个小可爱学习的可认真的 之前林峰取名的小花 林峰送两个孩子上学时 没看见小花朵的身影 喊了几声也没听见动静 难道是跑出去了 等送完孩子回来 继续找了两圈 还是没找到 很快就有了答案 李老师打电话过来 林爸爸 子星宝贝 把你们家的猫咪带学校来了 你来把他带回去吧 冷梦寒吓一跳 匆匆赶去学校 没有孩子受伤吧 这是林峰最关注的问题 李老师也是一阵后怕说 还好猫咪很乖很亲人 不排斥小朋友摸他 班上的孩子没有 被抓伤 但为了以防万一 我把猫咪关在办公室里 他一直喵喵叫 很凶 开门时 林峰在门口叫了两声小花朵 刚才还凶巴巴的猫咪 声音一下子变成了夹子音 一开门 就看见桌子上的瘦瘦小小的小花朵 冲着他喵喵叫 林峰这一路上都纳闷 他是怎么在小宝的书包里 一声不吭的 林峰抱起小猫咪 给李老师道歉 李老师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李老师表示理解 小脑袋瓜 林峰一眼就看见小宝 不由地瞪一眼过去 回去再收拾你 中午接两个小家伙回家 林峰一路上都不吱声 平时叽叽喳喳的小花牢 这会儿也变得安静 爸爸 你是不是在生气 林峰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小宝卖萌撒娇 爸爸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原谅宝宝可不可以 林峰只说 回去吃完饭 我们再好好说这件事 到家后 林峰让两个孩子洗手吃饭 小宝自知犯错 所以特别乖 大宝什么都没说 大宝 小宝 你们过来 大宝一脸写着 还有我的诗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爸爸生气 两个孩子都规规矩矩站好 尤其是小宝搭拉着脑袋 看着怪可怜的 林峰有些愚心不忍 但是转念一想 这个必须得好好教育 小宝 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不应该偷偷带小花朵去学校 很好 林峰又问 为什么不应该偷偷带去学校 小宝回得很快 因为爸爸会生气 林峰点头 爸爸为什么会生气 小宝说 因为宝宝偷偷带小花朵去学校 林峰 嗯 感觉自己下一句问出来 就成了一个死循环 林峰解释自己生气的原因 爸爸生气 是因为小花朵很凶 上次去医院看到医生和护士 都要咬人家对不对 那是因为 小花朵和我们一样 不喜欢医生和护士 顿了顿 又指着一旁看热闹的花花说 花花也不喜欢医生和护士 嗯 也可以这么说 林峰反驳不了 那你知道 在带他去学校前 小花朵不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凶吗 小花朵是流浪猫猫 如果他不凶的话 会被外面的人和动物欺负的 他对我们好 是因为我们救了他 是他的家人 可是 我不能保证 他对别人也很温柔是不是 林峰说得很慢 希望儿子能听明白里面的意思 就好像你们班上的一位同学 把自家狗狗带教室里面来 对狗狗而言 你们都是陌生人 跟他不熟 如果他不喜欢你们的话 会咬人的 猫猫也会抓人 也会咬人 所以 爸爸妈妈一再强调 出门遇到狗狗猫猫 不要靠近 知道吗 小宝明白什么意思了 点点头 林峰转向大宝 大宝你呢 明白了吗 大宝点点头 林峰又问他 你知道 弟弟把小花朵带去学校吗 大宝不可能不知道 两个孩子虽然平时吵吵闹闹 却形影不离 就算孩子的那点功夫 他们可没分开 就看大宝会不会诚实回答 他没让林峰失望 点点头说 知道 林峰沉着脸 你知情不报 作为姐弟一起受罚 对墙面壁反省 认识到自己错误 就来找爸爸 搭拉着小脑瓜 两个面壁撕过 花花凑过去摇尾巴 林峰让他过来 你要是捣乱 你也给我面壁撕过去 花花过来 林峰坐在沙发上 拿起一本书看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自从孩子上幼儿园后 林峰都是在宝宝们 看不见的地方玩手机 只要他们在 自己闲暇时间都拿去陪他们了 也没空玩手机 这是林峰买的童话故事 一边看 一边留意两个孩子的动静 两个脑袋挂在一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唠嗑呢 林峰竖起耳朵一听 想听听他们聊什么 姐姐 看这是我今天捡到的 这是什么 我看看 不给你看 一会你就不给我了 怎么可能 我是好人 给我看一下吧 林峰眯眼一看 也不知道小宝捡了个什么东西 他轻轻嗓子 分开站远点 两个孩子立即不支声了 默默地拉开距离 五分钟后 林峰看时间 还有十分钟就要午睡了 想明白了就过来 没想明白就继续站着 别看小宝活泼开朗 一副聪明样 但比头脑风暴和反应力 是比不上大宝的 这不 大宝反应快 哒哒哒过来 向林峰承认错误 那错了 应该告诉爸爸小花朵的是 以后不能带小动物去学校 我们要起一次受法 林峰内心是惊讶的 大宝很会抓住重点啊 他满意的点点头 上楼去睡觉吧 大宝哒哒哒上楼 顺带 把小花朵也带走了 那头刚走 小宝这头也跟过来了 直接把大宝的话重复一遍 把林峰都给惹笑了 叹口气 上楼睡觉 小宝咧嘴一笑 还是很有良心的来一句 爸爸 宝宝知道错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林峰没直升 小宝缠着他 非要说没关系 没关系 但下不为例 小宝这才开开心心上楼 第263章 带条狗来就过分了 这件事很快在群里传开了 林峰at所有人 给家长们赔礼道歉 这次猫咪没有抓伤宝宝们 所以家长们也很宽容 纷纷表示理解 晚上 冷腹打视频电话过来 聊着聊着 小宝就说 今天挨批评了 别看冷腹在外面 是大领导派头 背地里可是十分 疼爱外孙的外公呢 顿时就紧张问 爸爸打你们了吗 得知林峰没有打孩子 便问了原因 得知后 也批评起了小宝 小宝嘟着嘴不情不愿的样子 冷腹只好点到为止 毕竟外孙才两岁嘛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一月过去 酒店这边已经的完工 羞羞补补补的活干完后 林峰又重新换了一些软装 看着更显大气 宾馆这边设有早餐 所以有个后厨 还挺大的 旁边就是个餐厅 收拾得很干净 这边的早餐 主要是针对那些 享有早餐房间 林峰逛了一圈很满意 大海问他 还需要哪里做整改的 这家宾馆整体装修上 看很不错 改动的地方 其实蛮小的 林峰对他本身就很满意 摇头说不用 还以为要再等一个月呢 看来不用 接下来就能营业 接下来就是人员招聘 林峰给何秦打电话 让他今天如果有空 就过来一趟 何秦家的出租屋 离这里蛮近的 就是在商业街的后面那 一排老房子里 前几天 老爷子从医院回来 林峰还带着慰问品去看过 十分钟后 何秦来到宾馆 他租房也有半年 所以这边这边的情况 他都了解 这家宾馆生意 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一带知道的人不少 各大IP都能搜到 司机们也知道这个地 他纳闷 怎么就转卖了呢 你看看 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专业的事 就找专业的人 走一圈下来 何秦提出了几个 有用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海在一旁记下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上岗 我随时都可以 那就明天吧 招聘的事也交给你了 这家店是系统的奖励品 每日的营业额林峰都知道 所以有些事 他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何秦一正 没想到林峰 会给自己这么大的权利 他心里一热 立即保证 自己一定完成林峰给的任务 他在南氏工作十年 也是有些人脉关系的 再加上这次家庭变故 何秦对周围的亲朋 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找靠谱又信得过的人 他还是能找到的 林峰和冷梦寒的婚期定在一 以这一天 大宝小宝的寒假 在1月的3号左右放 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办 婚礼的一切事宜 都已经办了妥当 晴天 酒店 婚庆公司 婚纱选好 接下来就等哪天的天气好 拍婚纱照了 嘴上一直说不注重婚礼的冷梦寒 竟然产生了焦虑 这段时间又是敷面膜 又是练瑜伽 也不熬夜 刷剧看小说了 倒点就睡 终于到了拍婚纱照的日子 一家四口 外家一猫一狗 来到婚庆公司 作为家庭里的一员 花花和小花朵 会拍进婚纱照里 这家婚庆公司 并不是林峰之前找的那家 是某知名品牌的分店 林峰了解过 口碑和摄影技术都不很好 是有高水准的 夫妇二人再选地址时 也没选什么夏威夷 巴里岛 马尔代夫什么 冷梦寒选择 就选在南市本地 这些地方他去过 飞来飞去折腾下来 可累人了 南市风景也很好 不过是个背景而已 没必要折腾 再说 这是林峰生活过 学习过 自己又在这里 结婚生子的地方 很有意义 所有店里的工作人员 今天全天都将为林峰 一家服务 今天我们先拍有宝宝 和有宠物的 明天再为你们单独拍摄 明天大宝小宝在学校吃 夫妇二人花一天的时间 来双人拍摄 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就有专业的化妆师 造型师来服务 早上在室内拍摄 下午出外景 林峰身材好 西装穿上衬得英俊挺拔 不需要工作人员 在衣服上花功夫 他都是千篇一律的西装 冷梦寒这边的婚纱 各有不同 妆造和发型也不一样 两个小宝贝则是小西装 小公主裙 衬得两个孩子 又奶又可爱 猫猫狗狗 一个是蝴蝶结 一个是领带结 会根据主人的拍照风格 而换搭配 一早上 他们就如同提现母 什么姿势 什么表情 都是摄影师说了算 深情对望 对 深情 新郎看着新娘 对就这样 很好 下一个动作 新娘坐在这里 新郎挑起新娘的下巴 对视 对视 从早上拍摄到他们下班 一天终于结束了 最累的是两个主角 最开心的是大宝小宝 以及一猫一狗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陪他们玩 给他们好吃的 好玩的 带他们去看动画片呢 猫猫狗狗 就更不用说了 猫条 狗罐头应有尽有 回去的路上 冷梦寒已经不想说话 只想回家去泡个热水澡 第二天 两个孩子得知 爸爸妈妈今天要出去忙 没办法回家吃饭 只能在学校吃 都很乖巧地答应下来 凌峰眉毛微微一挑 这么乖 嗯 他们家的宝宝 本身就很乖 今天出外景的地方 有古堡建筑 还有盛开的鲜花 一问在哪 某个小区外的一处公园 这公园整得跟古堡似的 还种植了很多藤蔓 最后成为拍婚照的 必打卡之地 来时 还有两队新人都到了 等看到凌峰这边 浩浩荡荡一大群人 以及工具石 都格外吃惊 其他婚庆公司来这里拍照 也不过让新人凹几个造型 然后走人 而凌峰这边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搭建场景 不一会 复古的圆桌 复古的伞 都跟着城堡相得一张 圆桌上 还摆放着一本书籍做道具 以及一盆逼真的鲜花盆栽 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狗 你说道具什么 他们都觉得正常 但是有条狗 就有些过分了吧 以为这就完了 对方还拿出了一个绿色的头 这是后期做特效用的 具体做什么 他们看不明白 第264章 两孩子从不让人失望 那边拍摄的两队新人 时不时朝这边看来 在看到新郎新娘时 眼里满是惊艳 冷梦寒造型很多 这边一会要换三个场景 结束后 还要转别的外景继续拍 夫妻二人有了昨天的经验 今天做的 倒也算是手到擒来 拍摄进度加快 新郎把这个拿着 凌峰牵着一个绿色的东西 不解问 这是什么 工作人员回答 这个后期 我们会劈成一匹马 嗯 所以他现在的身份 是白马王子 凌峰牵着马 对方给冷梦寒这边吹风 使他的长裙 有飘飘如鲜的感觉 眼神 眼神 对 对 好 这个造型有点难度 不找新郎能不能办到 凌峰好奇问 什么造型 工作人员给出一张示范图 你要把新娘举起来 然后甩360度 我们摄影师会在旁边 抓拍想要的效果 夫妇二人明白了 冷梦寒看向老公 老公 你可以吗 凌峰很有自信 报个你是没问题的 为了抓拍效果 凌峰前前后后举着冷梦 寒转了十多次圈圈 差点把人给转土了 不 不行了 我不能再转了 他现在头晕眼花 难受得很 如果再这样下去 别说控制表情 还肯定会晕 工作人员立即给他拿瓶水过来 冷梦寒这才感觉好一些 摄影师非常满意 这个造型迄今为止 也就新郎官你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别人都不行 这动作首先需要体力这一项 就筛掉大部分 后面转十多次还没吐的 有着体力的新郎和新娘 可不好找 好 我们收拾拍下一座 他们有一辆七人坐的SUV 上面是给新娘换衣服用 此刻凌峰夫妇双眼空洞的 坐在一堆婚纱旁边 和工作人员赶去下一个场景 中午 他们在草坪上和大家一起吃着盒饭 今天太阳很好 这个地方不仅有婚纱组 还有路人组 凌峰吃完看看时间 给李老师打电话 询问两个孩子的情况 李老师沉默了一下说 今天有个买小兔子的老爷爷 在学校一角 隔着围栏给紫月和紫星小朋友 卖了两只兔子 凌峰冷吸一口气 啊 怎么回事 李老师说 老爷爷说 紫星小朋友跟他说 让他今天中午来学校找他 他要买兔子 然后老爷爷就来了 坐在门口等 两个宠物兔一共花了四百块 凌峰头大了 真是一个敢说 一个敢做 两个孩子哪来的钱不用说 肯定是无一双给他们的零花钱 无一双给孩子零花钱的事 凌峰听孩子说了 具体多少也没 现在看来应该不少 难怪今天两个孩子这么乖巧 说中午在学校午睡吃饭 都不讨价还价的 辛苦老师了 我这边忙完就去接孩子 不辛苦 你们忙吧 冷梦寒竖起耳朵听 又见老公这表情 忙问 他们又闯祸了 凌峰叹口气 大宝小宝在学校买了两只宠物兔 冷梦寒没反应过来 学校还卖小动物 凌峰把事情经过给冷梦寒一说 头疼不已 家里又要添两个小动物了 冷母给外孙买的两个小兔子 现在都变成肥肥的大兔子 照顾起来挺费劲 而且想杀也没办法杀 大宝小宝偶尔还要跟小兔兔们视频 好了 现在家里多了两个小兔兔 凌峰收到李老师发来的小兔子照片 并不是凌峰见过的那种小白兔 长毛 小小的 别说萌萌哒 挺可爱 经过一天的拍摄 冷梦含泻装后 和老公一起接孩子放学 因为情况特殊 回去晚点 大宝小宝还在教室里等着 两个小家伙 一人提着一只小兔兔 蹦蹦跳跳的过来 先跟李老师告别 带着两个仔回家 路上凌峰问他们 为什么买小兔兔 两个孩子 说是送给冷父的礼物 外公说要过生日了 问我们送什么礼物 我们就买两个小兔兔送给他 凌峰并不知道老丈人的生日 冷梦含野才 突然想起来 赶紧拿手机看日历 明天是我爸的生日 冷梦含不知道送什么 到时候给他发个红包吧 凌峰摸摸两个孩子的小脑袋 那这个礼物 我们要怎么送给外公呢 大宝提议 让外公过来拿 小宝提议 我们先养着吧 凌峰怀疑主要原因 就是他们看小兔兔可爱 想买来自己养 回到家 凌峰做饭 冷梦含搜索 怎么照顾小兔兔 一搜发现 这是安哥拉兔 好像能长很大呢 冷梦含看了长大后的图片 颜值不错呀 哒哒哒跑去厨房给凌峰看 又去给冷父打视频电话 对方没接 可能是在忙 两个小兔兔凌峰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冷梦含什么也没说 把手机交给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兴冲冲地告诉冷父家里的新成员 外公外公 这是小兔兔哦 妈妈说 可以长很大呢 冷父现在对兔子颇有微词 原本该冷母照顾那两只兔子的任务 最后落他头上 原因就是冷母给两个外孙吹耳边风 只要一提到兔子 冷母对冷父各种夸 说 外公最会照顾小兔兔了 外婆照顾得不好 如何如何巴拉巴拉 效果拔裙 两个孩子千叮万主 要外公把小兔兔照顾好 回头他们还要团聚呢 得 这个任务就落他肩膀上了 外公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哦 啊 生日礼物 那一瞬间 冷父肉眼可见的精神起来 催促两个外孙 快 让外公再看看那两只小兔兔 哟哟哟 真漂亮啊 跟我认识的普通兔子不一样 是什么品种啊 手机屏幕外的冷梦寒回 安哥拉兔 冷父见过这种兔子 有个朋友家孙子就养了这种 很漂亮 顿时心里暖暖的 哎呀 我的两个宝宝有心了 爷爷特别开心 真的好想 现在就收到两个小兔兔 两个孩子一脸期待的 看着冷梦寒 这是想让他想办法 有些是跟宝宝们解释不了 冷梦寒问父亲 有没有熟人能带过去的 这么小的兔子 运送途中嘎了怎么办 冷父也就随口一说 他心里更偏向两个宝宝 就是借着给他过生日的名头 给自己买了两个宠物 冷梦寒这话一出 他愣了一下 第二百六十五章 快停止显摆吧 两个孩子也凑过来嚷嚷 送给爷爷 爷爷带走 小兔兔最乖了 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 冷父这才相信 这两个小兔兔 真的是小外孙送给自己的礼物啊 顿时心花怒放 这两个小动物不值钱 但是外孙们的心意 可值千金啊 打电话摇人 今天就算骑自行车 也得把两只兔子 给他送到岩市来 十分钟后 冷父就把事情解决了 一会有人联系 你们上门取货 把两只小兔兔 交给他们就好了 转脸就笑眯眯的 跟两个小宝贝唠嗑 乖乖 这两个兔兔那么可爱 那么漂亮 是在宠物店买的吗 不是啊 学校里的一个老爷 哪买的 冷父满头问号 学校有老爷爷卖 小动物吗 十五分钟 有人来领小兔兔 林峰提前就给他们 准备了蔬菜和航空箱 对方很客气 穿的是SF工作服 拿着两个小兔兔 就匆匆走了 回到客厅 爷孙三人落了十多分钟 冷父终于理清楚 这两只兔怎么来的了 两个孩子有心了 从昨天就开始惦记着 自己没白疼他们 按冷梦寒的话来说 现在冷父真的是越来越油腻了 一和大宝小宝打电话 就心肝宝贝 宝宝 宝贝外孙 我的小公主叫个不停 回想自己小时候 可没听他这么叫过 两个小兔兔 是第二天一大早 送到冷父手上的 精神状态还不错 对已经有养兔兔经验的他来说 还是蛮简单的 苏姐披着衣服出来 先生买的宠物啊 冷父咧嘴一笑 表情别提有多得意 不是啊 是我外孙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苏姐沉默一下 笑着说 两个小宝贝快三岁了吧 这么小就知道孝顺人了 冷父更加得意 苏姐的话提醒他了 两个外孙的生日快到了 送他们什么礼物好呢 嗯 还有时间想想 不行就送玩具吧 不是喜欢奥图曼吗 买最好的 他一边想着 一边照顾两个小家伙 乐滋滋的 冷母这段时间 忙得睡眠质量不好 碰巧冷父偶尔爱打呼噜 所以这段时间分开睡 妈咽 分开睡太香了 冷母下定决心 以后都一直分开睡 你在干啥 咦 怎么有两个小兔兔 你不是嫌照顾兔兔麻烦吗 怎么还买 是麻烦 但是这两个兔兔的身份不一般 意义极为不同 怎么 他们是皇亲国妻 还是哪国的王子公主 呵呵 你猜猜看 不猜 没意思 嘿 怎么不安套路出牌呢 冷父激将他 呵呵 你肯定猜不出来 冷母猜不上当 幼稚 见此情景 冷父显摆地走过来 脸上写满了炫耀和得意 这个是大宝小宝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大宝小宝送的 生日礼物 你今天过生日啊 是啊 大宝小宝特意买来送给我的 他越是这样 冷母越是不顺着话说 的确 你照顾兔兔有一套 买这个适合你 冷父哼一声 看到没 我外孙们想着我 给我买礼物了 冷母喝口热牛奶 嗯 那恭喜你哈 祝你生日快乐 冷父对冷母敷衍态度 找了借口 你就是妒忌 哈哈 冷母摇头失笑 看着又凑上去 看小兔兔的冷父 觉得这人现在越来越幼稚了 自己妒忌 妒忌什么 妒忌没有小兔兔吗 他不需要啊 这回两个孩子又打来视频 看样子 应该是刚吃完早餐 准备去上学 外公 祝你生日快乐 越来越帅 生日快乐 祝你发大财 报复 冷梦寒提醒他们 还要说 外公身体健康 两个孩子 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着祝福吉祥的话 把冷父给高兴的 开始抹眼泪 冷母一脸不解 至于吗 两个孩子看到外婆 又要跟外婆对话 外婆 你过生日 我也买兔兔送给你 啊 不 不用 可以换一个 那给你卖小鸭鸭 可以不用动物 换个别的 蛋糕 我外婆买蛋 聊了一会 挂断视频 冷母这心里暖洋洋的 上班去时 冷母发现 他把两个兔子也带走了 你干啥去 给兔兔溜弯 让他们快快长大 冷母皱眉 有饼吧 大早上拎着公文包 去带兔兔溜弯 神经病 今天冷母能在家休息一整天 即便是这样 每天跑步 每天瑜伽少不了 中午 无母打电话过来 笑得不行 你家那口子 今天带着两个兔子 去单位四处炫耀 说是他外孙 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现在这件事都传开了 都知道你们家那位喜欢显摆 哈哈 冷母呵呵一笑 别管他 就让他显摆呗 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还不算完 车衣也打电话过 开口就是一阵讹叫 你是不是想说 我家那位带兔子上班啊 呃呃呃呃呃 我已经知道了 这种丢人的事 就别跟我说 呃呃呃呃呃呃呃 别呃呃呃呃呃了 我爱孙说 等我过生日 也要给我送礼物 你孙子呢 呃呃呃呃 哥儿 终于 车衣能正常说话了 我那孙子指望不上 哪像你们家那两个 这话 冷母是非常赞同的 你家那位今天过生日 不得庆祝庆祝 嫌弃 多老夫老妻 别这样 太油腻了 车衣鄙视他 你知道个屁 第266章 冷夫人性了啊 以前冷夫过生日 自己有时间就送礼物 没时间发个祝福 今天自己正好有时间 瞧他这么开心 也不想扫他的心 寻思送什么礼物 车衣开始出主意 来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吧 老夫老妻 要有点生活情调 懂吗 冷母摇头拒绝 算了 我还是送一份礼物吧 买个羽绒服好了 这边 冷孟寒转账6666 备注 爸爸生日快乐 无论是公公婆婆过生日 还是自己这边父母过生日 冷孟寒都转账的是6666 事宜一切顺顺利利的 开始凌峰父母不接收 又退回来了 后来冷孟寒打电话 跟两位老人聊了许久 他们这才收了这钱 冷夫收了这笔款 这谢谢女儿的祝福 冷孟寒定睛一看 发现冷夫把自己微信头像 换成了大宝小宝买的小兔兔 不放大看 根本不知道 是两个兔兔的头像 爸 你要不换个头像吧 这头像灰不溜秋 看不到 要你管 得 老爷子开始任性起来了呢 冷孟寒也不管他 给自家老母亲打个电话 好奇问一下 生日怎么安排 要不要 我去给你们订一个烛光晚餐 不需要 让你苏阿姨做了她喜欢的饭菜 我先正在商场 给你爸买一身羽绒服 当生日礼物 晚上不出去逛一逛啊 难得你今天有空夜 外面冷死了 有什么好逛的 窝在被窝里不香吗 冷母选了一款深蓝色的 让店员小姐姐打包 给她一张信用卡 我和你爸结婚二十多年 什么情什么爱早就没了 不是亲人 却是圣死亲人 看 以前他惹了我 我会伤心难过 会跟他置气 现在 你看我跟他生气吗 已经不和他计较了 等你以后和小枫走到那一步 就能体会我说的这些 夫妻走到最后 哪有什么爱情 不过是伴依 冷孟寒忽然问 如果感情淡了 对方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找到爱情啊 这么一想 他的心仿佛被一只大手抓着 很难受 冷母淡淡地说 那就个子安好吧 体面收场 他宽慰女儿 小枫不是那样的人 他对家庭负责 对孩子负责 对你也是有感情的 别乱想 冷孟寒笑了一下 我就是随口问一下 刚才我给爸转账 让他把兔子头像换掉 结果给我整句 要你管 笑死我了 冷母忍不住吐槽 不知道是不是被外孙影响了 你爸现在就跟老小孩似的 你都不知道 他今天干了什么事 冷孟寒不由得好奇追问 什么事 快说说 冷母呵呵搭 把今天冷父各种显摆事 拿出来一说 惹得冷孟含笑的不行 由着他爸 爸也是开心 这俩兔子 可不是大宝小宝买个自己的 还真是买个爸的 母女二人聊了一会 这才挂了电话 这边 两个孩子在午睡 林峰联系某品牌 在严氏的分店 给冷父买了一个按摩椅 上次林峰听冷父说 自己浑身酸痛 想去找人按摩一下 可他身份特殊 就去医院挂了一个康复科 林峰选来选去 对比来对比去 找到这款 严氏品牌分店 没有林峰看中的那个型号 林峰付了定金后 品牌从别的地方调货过来 今天到的新货 下午开始送货 林峰给苏杰打电话 没人接 又给冷母打电话 送货是吧 好 我现在就回去 你苏姨应该买菜去了 没听见手机动静 我回去就成 反正她的事也办完了 正准备回去 到家十分钟不到 送货人员就到小区门口了 一阵忙活安装 第一个坐上去 享受的不是冷父 而是冷母 不错 力度可以 骨头缝也能按到 以前冷母对这东西 嗤之以鼻 躺在上面 还不如自己做套 拉伸来的有用 她也试过商场扫码 那种按摩椅 感觉味不对 还把她给按得到处疼 可这实打实的不错 用着有效果 再往上一搜 是个自己没听过的牌子 林峰选的是最新款 苏姐提着菜回来 买按摩椅了 冷母闭眼享受呢 不是我买的 是小峰买给她的生日礼物 趁她不在 我先体验体验 苏姐笑呵呵说 小峰这孩子 真孝顺 小冷嫁给她 是嫁对了 冷母也不由得笑了 苏姐说 我做了晚上这顿饭就回去了 明天再过来 免得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 冷母笑 什么二人世界 又不是年轻人 苏姐反驳 谁说二人世界 只属于年轻人 我们这岁数 还不是可以过二人世界 二人世界 都是别人定义给年轻人的 我们也是可以拥有的呀 见冷梦寒梅之声 苏姐说 就这么决定了 冷母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想先打电话 问问她晚上的安排 冷父说 他们知道过生日 晚上请我吃饭 不过 我会早点回来 跟你在一起吃 冷母心情突然变好 嘴上却说 你忙你的应酬 我回头自己吃就成 冷父不乐意了 今天我过生日 你不陪我一起 说得过去吗 冷母笑 好 那你早点回来 这一等 就等到了九点半 冷父才回来 你喝酒了 没喝多少 就两小杯 不然他们不放我走啊 冷父一到家 就看见摆放着的按摩椅 又惊又喜 你买的呀 我试一试 冷母拽住她 是你女婿买的 我替你试过了 很好用 但是我们先吃饭 一会就冷了 冷父心心念念的 看一眼按摩椅 坐下来 二人一起用饭 苏姐人呢 她有事要回去一趟 什么事 我哪知道 可能是私事吧 总不能说人家 是给他们疼位置 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她可说不出口 苏姐做的 都是冷父爱吃的 可这一刻 她突然想吃女婿做的饭了 外孙们的生日快到了 我打算去一趟男士 你呢 一起啊 没道理你去了我不去 成 第267章 大宝小宝超开心 明天就是两个孩子生日 虽说他们自己 决定要什么时候过生日 可真正意义上的生日夫妇二人 还是得给他们办 当天下午去订蛋糕 买小零食 林峰还给班上每个孩子 买一盒彩笔和图画本 第二天早上 林峰将这些东西拿去学校 跟李老师说明情况 李老师这才明白缘由 原来上次是子星小朋友 自己想过生日啊 林峰的安排 并没有告诉两个孩子 所以 当老师领着大蛋糕和礼物时 小朋友你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和子星小朋友过生日哦 我们一起唱生日歌 祝他们生日快乐好不好 有小朋友站起来 不解问 老师 为什么他们要一起过生日 李老师解释 因为他们 是双胞胎啊 同一天出生的哦 又有小朋友提问 他不是已经过了生日吗 为什么还要过 李老师笑眯眯说 因为上一次是子星 自己想过的生日 这次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日 大家羡慕了 原来是可以过两个生日啊 那是不是 他们也能过两个生日呢 压力 顿时来到了家长这边 生日蛋糕上面 一个是凹凸曼 一个是冰雪公主 两层的水果蛋糕 非常漂亮 今天是两个小家伙的生日 冷夫他们已经打招呼 今天会抽空飞过来 给两个孙孙过生日 无一双作为他们的小姨 怎么能少了她 也会跟着一起过来 灵夫灵母来的是最早的 一大早就开车过来 后备箱全是米面油和蔬菜 孙孙们的生日礼物 他们也是花了心思 灵夫买的是玩具 灵母买的是一套绘本故事 爸妈 你们来这么早 打扰你了 没啊 我还以为你们下午才来呢 我们想孙孙们了 所以想早点来 这是你的大姑 给两个孩子的六百块 让你拿着 钱多钱 少全在心意 灵夫把钱收下来 和灵母在厨房忙着杀鸡 我和你爸来 你忙别的去 在父母眼里 不管孩子多大 仿佛都不会做事一样 弄好鸡 灵夫开始下锅炖鸡 忙午饭 几点接孩子 灵母看看时间的都十一点了 他们十一点五时放学 十一点半出发就可以了 那你做饭 我们先去接孩子了 二老迫不及待的去学校 等两个孙孙放学 灵峰提醒他们 别忘记拿接送卡 来到学校 他们是最早的 就守在后门等 灵母无聊 就和门卫大爷聊起来 到十一点四十多 孩子们陆陆续续放学 爷爷 奶奶 两个孩子又惊又喜 跟欢快的小鸟似的 扑到二老的怀里 他们是庄稼人 力气是有的 轻轻松松抱着两个孩子回车上 小宝贝 今天你们过生日 生日快乐啊 两个孩子很开心 尤其是小宝 叽叽喳喳 问有没有生日礼物 有 在家里放着 回去就能见着 到家 两个孩子第一时间 就是去看礼物 开心的直呼 最爱爷爷 最爱奶奶 喜不喜欢这份生日礼物啊 喜欢 特别喜欢 谢谢爷爷奶奶 那跟奶奶贴贴一个好不好 奶奶好久没有 跟小孙孙贴脸脸了 两位老人和两孩子 在客厅打闹 灵峰叫了好几声 吃饭都没听见 吃饭了 吃饭了 饭桌上 两个孩子问爸爸 外公外婆要过来吗 大宝接着又追问 小姨要不要过来 小姨说 我们过生日要来的 灵峰什么也没说 直接把手机拿给两个孩子 示意他们自己打电话 两个孩子熟门熟路的 找到无依双的头像 视频打过去 视频一开 大宝和小宝就抢着问 小姨 小姨 你要来吗 宝宝今天过生日 你来吗 你要来啊 小姨你在哪里 不来看宝宝吗 人了 小姨的脑袋呢 脸蛋呢 画面一转 露出无依双的脸庞出来 笑着安抚两个 叽叽喳喳的宝宝 小姨在机场了 一会坐飞机飞过来 画面一转 就看见走在前面的冷妇冷幕 还有你们的外公外婆哦 看 还有这位姨婆 镜头再一转 是笑眯眯的车椅 大宝小宝特别开心 蹦蹦跳跳的问个不停 你们什么时候到啊 要多久啊 很久吗 可不可以搜一下就飞过来啊 小姨你去开飞机好不好 宝宝在家等你们哟 快点快点 无依双直接把手机交给冷妇 输 给 这份吵闹的爱 就让冷妇独自去享受吧 他的耳朵承受不起 不午睡 我才不午睡 林峰劝了半天无果 最后还是冷妇说 手机没电了 两个孩子这才嘟着嘴 不情愿的去睡觉 不到五分钟 梁宝就呼呼大睡 林母什么也不做 就在旁边拍照 录视频 坐等宝宝们起床 冷妇则是收拾儿子的菜园子 和家里的猫狗聊天 爸妈 下午你们送孩子去学校 我出去一趟 去忙吧 林峰在酒店订了一桌子 小鹏少官他们说 要把包厢装饰一下 他过去看看 包厢里 小鹏和少官 一边唠嗑一边布置 等林峰来时 都布置得差不多了 气球 玩偶 利牌 横幅 整得花里胡哨 却也契合宝宝生日的主题 怎么样 我们从中午吃完饭就来忙活 还是有成效吧 不错 很漂亮 第268章 浴室还得看大宝 两个孩子上学时 又给外公外婆打电话 对方处于关机状态 林母安慰情绪 失落的两个孙子 他们在飞机上呢 等你们放学回来 他们就到了 这是小宝第一次 大宝这么期盼着早点放学 就连最喜欢的新兴小朋友 找他玩 都提不起兴趣 恨不得马上飞回家 看看外公 他们来了没有呀 比起小宝在这里盼望着 大宝已经有了实际行动 去找李老师打电话 李老师如惊弓之鸟 电话由老师打 你不能碰手机 大宝乖巧地点点头 老师 你能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问外公外婆和小姨到了吗 林峰看到李老师的电话 声出一丝丝 也就一丝丝的害怕 李老师 你打电话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就等着他们放学呢 大宝一直凑着耳朵听 赶紧说 爸爸让外公外婆来接宝宝放学 接宝宝放学 林峰回他 好 你们先乖乖上课 放学了 外公就来接你们 电话一挂 两个孩子也没心思上学了 眼巴巴地看着外面 小宝更是每隔十分钟 就要跑李老师跟前 问个问题 李老师 什么时候放学 还要多久放学啊 可以提前放学吗 李老师 几点放学 我想回家 李老师 李老 李 这个时候 大宝却是最稳地住的那个 你去哪里 宝宝去找园长阿姨请假 我要提前放学 成吧 只要园长答应你们 就可以放学了 大宝也是看明白了 有些问题 只有园长阿姨能解决 园长背着包包正准备离开 就看见小不点哒哒哒跑过来 那一瞬间他 立即回办公室 关上门 做完这一切 不仅他梦了 大宝也梦了 那么大的园长阿姨呢 嗯 园长阿姨开门啊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呀 园长冷静下来后 开门让小家伙进来 说吧 这次是什么事 我要请假 下午我有事 这大人师的口气 也不知道学谁的 园长阿姨来了兴趣 什么事 大宝头上带着一朵小花 小花会跟着脑袋一颤一颤的 特别可爱 她穿着羽绒服 小脸淡红扑扑的 笑起来特别可爱 今天宝宝过生日 外公外婆婆 小姨 还有一婆来看我了 我想他们 想早点回家 她一边说着 一边数着手指 哎呀 还后一婆 叔叔 叔叔的女朋友 好多人呐 我要回家 园长阿姨 你放假好不好 好不好吗 小家伙走到园长跟前 一屁股坐他皮靴上 抱着他的腿 嗷嗷央求 园长哭笑不得 这还没放学呢 要不你等一等 大宝猛摇头 不等就不等 我等不及 现在就想放学 他紧紧抱着园长的腿 园长阿姨不同意 我就不让你走 这回 小宝也过来了 站在门口的他 很快就判断出局势 嗷一声坐另一只鞋上 抱着园长阿姨的腿 嗷嗷哭哭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园长觉得好笑到不行 门外李老师看到这一幕 要笑喷了 好好好 让你们提前放学 但这是最后一次 两个孩子一听 小脸上沙纳满是笑容 大大的眼睛里 仿佛有星星似的 小宝一个劲夸奖 各种彩虹屁 持续输出 园长阿姨 你人真好 你是好人 明天我给你带生日蛋糕 园长阿姨 祝你越来越美 活一百岁 每天都美美大 一天比一天美 一天比一天报复 园长越听越开心 见你吉言哈 而大宝说完谢谢园长后 就去找老师 让他给爸爸打电话 让外公外婆 来接自己下班 啊 不 是放学 林峰再一次接到 李老师电话时 呼吸一致 那个 李老师 你打电话 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老师没事 怎么会接连给自己打电话 他有点慌 你让紫月子星的 外公外婆 来接他们放学吧 李老师解释 他们找园长请假 园长批假了 林峰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怎 怎么就同意了呢 李老师嗷了一声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哦 那我现在就让人来接他们 那快点吧 他们都等不及了 挂完电话 林峰也没多做解释 带着冷父冷母去接孩子 现在不还是没到放学时间吗 冷母诧异地说 林峰解释说 孩子们找园长请假才出来的 到了学校门口 两个隔着大门就在嚷嚷 在这里 宝宝在这里 外公 外婆 门卫爷爷开门 我们要走了 拜拜哦 两人一人搂一个不分开 贴脸脸 说甜甜的话 先回家吧 林峰提醒两位老人 二位老人 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林峰 全都站在两个孩子身上 走 我们上车车回家家 看看外公外婆 给你们带的是什么礼物 一提起礼物 两个孩子就来劲了 是什么什么礼物 回家就知道了 老人卖关子 不管孩子们怎么问都不肯说 等一到家 两个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进屋 寻找礼物 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礼物 都快急哭了 冷父带着两个孩子去了院子 赫然发现两个木头箱子 看体型蛮大的 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礼物就在这里 你们太着急 也是花费了一番心思 一个绑着蓝色的蝴蝶结 一个是红色的 两个孩子剪开袋子 冷父和林峰把木箱子打开 这东西包装得挺严实的 费了不少功夫才撬开 里面赫然是两个小的挖掘机 第269章 无痛当妈不好吗 一比一还原 操作台 驾驶是该有的 一样没少 整体看上去非常帅 小宝立即发出一声尖叫 接着就是哇哇大叫 大宝也围着他东看看西看看 开心得不得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 现在就是一事 上下左右还有个钱币等等 这个玩具等宝宝们上初中都可以玩 前院有花花的窝 有鞦韆 还有一处菜园子 林峰特别紧张自己的这片菜园子 生怕被挖了 两台挖掘机 在前院左右各挖一个坑 林峰瞅着这坑 要不重棵树描进去 机器没电了 这个也没有充电的地方 看说明书才知道有个电瓶 以后电瓶坏了跟我说 我找人换新的 两个孩子玩得意犹未尽 坐在上面迟迟不肯下来 他们这才发现 爷爷奶奶不在家 林峰跟孩子说 他们去找姨婆了 一会儿我们在饭店碰面 大宝问 小姨呢 小姨没来吗 林峰 小姨和车婆婆坐飞机有些累了 在屋里休息呢 等我们要走的时候再叫醒他们 越是说不打扰他们 两个孩子越坐不住 别上去 让小姨和车婆婆好好休息 两个小家伙小声说 我们不会打扰的 就是看一眼 林峰摇头 还是两位老人 出手把他们给哄下来 带他们去小区逛一圈 手机微信 有老师私发的视频 视频内容 正是两个孩子 抱着园长的腿部撒手 看园长无奈 又哭笑不得的表情 林峰伏额 嗯 还是值得表扬的 遇到问题 我们不要怕 也不要等 要直面问题 然后去解决问题 这方面 大宝就做得很好 乌一双收拾后下楼 感觉这一觉 睡得特别安心 不用加班 不用管裙 什么都不用管的 睡了一个多小时 睡眠质量特高 车仪也跟着下楼 打着哈欠问 他们人呢 他可不是加班 是打麻将打的 正说着呢 一口一个小姨叫得停不下来 无一双 那叫个享受啊 这叫什么 这叫无痛当妈呀 闺蜜的孩子 就是自己的孩子 还结什么婚 生什么孩子 这不就有两个 现成的大宝贝吗 快来给小姨大大的拥抱 快来 快 贴贴 哎呦 这小脸单软和的 不够 再贴贴 快 小姨要听彩虹 不是 夸小姨 快夸 两个孩子一左一右 一人一句 夸得无一双心里 美滋滋大 小姨 你是仙女 最漂亮最漂亮的仙女 小姨小姨 你好可爱 像苹果草莓一样可爱 宝宝最爱小姨了 小姨也爱宝宝对不对 对不对 车姨在旁边看着直路 小双 你这么喜欢孩子 啥时候结婚生一个 都是这么熟的人了 无一双也不装 呜 这两个就是我的孩子 不用我生 不用我费神 嘿 他们还这么爱我 以后还孝顺我 这不比自己生来的强啊 以后 你们就是我的宝贝了 让姨摸摸一口 大大的一口 两个小宝贝 都是肉嘟嘟的 最喜欢捧着他们的小脸蛋 然后巴唧一口下去 小姨 小姨 礼物呢 对啊 小姨 宝宝的礼物呢 无一双挨压一声 一脸歉意地说 小姨好像忘记买了 两个孩子刚才的笑容 顿时凝固在脸上 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们会生小姨的气吗 小姨不是故意的 小宝阿一声就哭了 大宝眼眶蓄满泪水 绝强地没有让泪水流下来 那小姨 你现在买 呜 好不好 呜 大宝难过地说 小宝马上反应过来 人也不哭了 赶紧说 对 小姨现在去买 车衣不由地说 大宝这脑袋瓜 反应可真快 冷夫二老一脸自豪 语气谦虚地说 他们为了能早点回来 去园长请假了 车衣由衷地说 脑袋瓜好使 顿了顿又问 他们请假 园长就答应了 这不像是一个园长的作风啊 林峰将两个孩子死皮赖脸 都要请假的视频发群里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 是这么请假的 不得不说 这样的请假方式 谁遭得住啊 吴一双看他们这可怜兮兮的小表情 哪还舍得逗他们 哎呀 小姨睡糊涂了 礼物小姨原来买了呀 等着上楼 去给你们拿 很快 吴一双就拿着两个包装盒过来 两个孩子迫不及待打开一看 是两本3D绘本 做工很漂亮 而且还可以听音乐 还可以开灯 把两个孩子给高兴坏了 脸上的泪痕还挂着呢 车衣送的 是两套一模一样的绘本 内容包括植物 动物 人类等科普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要不是绘本内容精彩 大宝肯定会排斥 谢谢婆婆 两个孩子乖巧的说 车衣对他们是打心眼里喜欢的 比自家的孙子强太多了 自家孙子比他们大 还没他们懂事呢 想想就心累 凌峰看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 正好一车坐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今天是两个宝宝过生日 感觉他们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浑身写着 今天我最大的得色劲 另一边 凌峰父母 赵菊夫妇 赵阳和女朋友林娟也刚到 酒店门口 遇到小朋友的女朋友 蒲林 凌峰等人是最后到的 哇 好漂亮 包厢布置得不错 颜色很混搭 但是在小朋友们看来 却十分漂亮 妈妈 小宝找到妈妈 非常顺利地 来到妈妈温暖的怀抱中 手舞足蹈地讲述自己 都收到了什么礼物 太快 导致冷梦寒都听不清楚说什么 但是并不妨碍他的配合 哇 是吗 看肯定很好玩 真的 这个礼物超棒 回去给妈妈也看到好不好 大宝落在爸爸怀里 爸爸 饿饿饿 饭菜很快就上棋了 凌峰捡一些两个孩子能吃的 让他们试着自己吃 呵呵 今天两个孩子非要人喂 冷腹给小宝卫 林母给大宝卫 两个小家伙说 想吃蛋糕 他们刚才都看到蛋糕了 吃完饭饭再吃 不然吃饱了 饭饭就吃不下去了 嘿 人家今天就是要做 于是点蜡烛 唱生日歌 关灯许愿 吹蜡烛 别提有多开心了 第270章 给宝宝一份特殊礼物 家里虽然是别墅 可房间有限 吃完饭 林峰就给何勤打电话订房间 到酒店一顿安排后 他们才得知 这是林峰开的 车仪一脸羡慕 这个酒店可以搭 装修时尚 进来就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 配套设施也很好 入住率应该很高吧 林峰笑了一下 这才重新开业没多久 目前还算可以 每一天都有人顾客入住 车仪作为屡屡投资的失败者 也是投资林峰的火锅店后 才赚到钱的 所以多少有些迷信思想在里面 认为跟着林峰投资准没错 不然人家年纪轻轻 怎么就身价20亿呢 那个 我能看一下后台吗 前台电脑有个系统 每天入住人数这些都能看见 车仪以前也投资过酒店 后来失败改为了足域 可以啊 你看吧 车仪进后台看了看 开业以来入住率是很可观的 长期下去 肯定能赚到钱的 小峰啊 以后有好的投资项目跟阿姨说 我们合作啊 车仪合作了 想要制药 就要有个制药厂 或者找制药商合作 产品本身允许被生产的条件又是什么 这些林峰统统不知道 正好车仪在跟他聊一聊 车仪投资方方面面 嘿 就跟医疗没关系 碰也没碰过 但他反应很快 脑袋一下就转过弯来 这个我问问你说 这方面 我不是很懂 林峰想了想又说 问问说 如果我有个高药配方 想要独立生产 应该怎么做 车仪表示明白 成 研究这么久 毫无进展 林峰想了想 佩芳现在还不在我手上 得看时间 得看自己什么时候手气好抽中才行啊 晚上 两个孩子本不想回去 想跟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一起睡 但他们更舍不得爸爸妈妈 而且 爸爸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 回到家 两个孩子迫不及待地找爸爸要礼物 让妈妈也来 这份礼物 也有妈妈的一份哦 冷梦含好奇 嗯 是什么 两个小宝贝也好奇地问 是什么 大家坐在沙发上 林峰投屏 看吧 镜头里赫然出现无一双的身影 他正在录视频 环境是医院 是冷梦含在医院生产时的画面 他面容憔悴 疼得五官扭曲 林峰不断地在旁边安抚他 长辈们都焦急地等待着 冷梦含没想到会是这个 记忆一下分榻来 两个宝宝有些失望 林峰告诉他们 这是你们出生的那一天 看到了吗 你们还在妈妈的肚肚里呢 妈妈正在很辛苦地生你们哦 但是你们调皮 怎么也不出来 我们好着急的 两个孩子瞪大眼睛 这种感觉特别新奇 医生和护士过来 拉上帘子 隔绝了所有人 接着是冷梦含推入产房 林峰等人焦急在外面等的画面 这个冷梦含可不知道 也是第一次见 见父母公公婆婆 还有林峰担忧的神色 心里暖暖的 这一段应该后期处理过 一直在加快速度 最后两个孩子抱出来 冷梦含柔声说 这就是你们哦 强宝中是两个红彤彤 瘦巴巴的小猴子 大宝小宝瞪大眼睛 不愿相信自己刚生下来是这样的 但爸爸妈妈肯定不会骗他们 最后冷梦含才推出来 接下来又是十多分钟的画面才结束 妈妈生你们好辛苦的 今天虽然是你们过生日 但是爸爸想让你们跟妈妈说一声辛苦了 好不好啊 两个孩子马上觉得妈妈贴贴 一口一口我爱你 妈妈辛苦了 冷梦含搂着他们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好幸福好幸福 妈妈也爱你吗 躺在床上 冷梦含红两个宝宝睡觉觉 林峰在洗澡 妈妈 我们在你肚肚里乖不乖啊 乖啊 就是因为你们乖 所以妈妈怀你们的时候 才没有那么辛苦 生我们是不是很疼啊 我看妈妈都哭了 疼啊 特别特别的疼 但是妈妈勇敢坚强 遇到困难不怕 大宝梅之声 搂着妈妈紧紧的 小宝软乎乎的说 妈妈 我会一直爱你 一直一直爱你 冷梦含温柔一笑 好 妈妈爸爸也会一直一直爱你们的 睡吧 末了 冷梦含亲亲他们的额头 忘记给宝宝们说 生日快乐啊 夜里系统冷不丁的上限 林峰也都习惯了 检测宿主宝宝今天三周岁 奖励30W现金 已到账 请注意查收 检测宿主宝宝今天过了有异议仪式 奖励抽奖一次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系统正在测评0至3岁的评分 请等待 具体等待多久 系统没说 但是系统询问 是否选择现在抽奖 林峰选择否 等评分出来看看情况再说 没准这一次 还能瞅到豪华版的盲盒奖品呢 等啊 等 林峰已经昏昏欲睡 系统也没个反应 突然 系统有了回应 系统检测0至3岁评分为S 奖励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是什么东西 林峰想了想 开始系统抽奖 接下来 脑海中抽奖池开始变换 奖品有 再来一次 谢谢参与 系统的一次称赞 疤痕修复高药配方 写字楼一层 奖品有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好运连连抽奖 运气提升200%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奖品有 高药配方 谢谢参与 再来一次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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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品有 儿童营养液新号2 私人游挺一搜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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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品有 翻两倍 翻三倍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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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天赋 谢谢参与 奖品有 爱气保养护理一次 半山腰独立私人别墅移动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林峰注意到道 上次男性永久不脱发营养液 一支已经改为高药配方 林峰大喜 希望这次抽中给力